世界科技大佬,魂穿成豪门假千金 而元素主在圈子里,是臭名远扬,有胸无脑的草包私生女 可一手烂牌又如何,他照样能扭转乾坤打成王炸 火速让位真千金,回家带着妈妈和舅舅一路逆袭,走上人生巅峰 公元2221年,银河系外的一星球宇宙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五级 16岁的叶卓已经当上常阅国大盟主,也是叶氏研究所的创始人 一手医术更是出神入化 可在去查验成果的那天,飞船却出了意外,叶卓为了抢救试验品,直接扇生在了最美的年华 随后,他的灵魂来到了一片虚无的空间里,突然一个浓妆艳抹的沙马克女孩出现在他面前 瞬间一阵记忆洪流,直冲他的大脑,原来对方也叫叶卓,是异世界人人唾弃的草包假千金 父母更是气愤,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竟然生出个不学无助,混吃等死的小太妹 直到某天接生的医院打来电话,才得知当年抱错了孩子 这让沐卓如同五雷封顶,现在本就不喜欢他的家人,更是对他嫌弃不已 于是从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父母骂他是个纠战雀巢的冒牌货 让他们的宝贝女儿在叶家受了十八年的鬼,母亲更是吉言利色,让他马上滚出去 本就看不惯他的人,也是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亲妈是小三,女儿是冒牌货 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那个清纯善良的叶友荣,才是沐家的真千金 父母欢天喜地地迎接亲生女儿的归来,却看都没看即将离开的沐卓依 这让他不得不回到亲生母亲身边 而他的生母,却是个落魄潦倒,还被人说是小三的女人 从天堂坠入地狱的落差,让他把一切都算在了母亲身上 后来更是自暴自弃,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最终只能落魄地倒在街头,接受所谓真千金的施舍 看到这里,女人顿时明白,原来你也是叶主 我只是个堕落的冒牌货,我死了所有人都很开心 除了我的亲生母亲,她在为我哭泣,生下我这样的孩子 真的让她很痛苦,可是我没有力量再重过那段人生 所以,我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你到这里 希望你能回到事情的开始,让我的亲生妈妈不要再痛苦流泪 我马上就要消散了,求求你成为叶卓吧 我本就是叶卓,既然如此,就由我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吧 下一秒,叶卓猛然惊醒,看到镜子中人不仁鬼不鬼的模样 难道这就是叶卓重生后的事件吗 看样子,这时候,她还只是沐家草包千金 女孩拉开衣柜门,看着里面清一色的沙马特衣服 不禁有些头疼,勉强挑了两件还能过眼的套上 既然现在我成了你,那你深藏在内心的痛苦和内疚 都有我来帮你解决吧 打开房门大厅,传来一阵阵悠扬的音乐 穆家竟然大摆宴席 看来今天是真千金正式回归的日子 豪门千金竟然是个冒牌货 就在父母埋怨自己,为什么会生出一个不学无数的草包时 竟意外得知,当年在医院抱错了孩子 于是立即将流落在外的真千金接了回来 更是大摆宴席庆贺 叶卓重生回来看到的刚好是穆家真千金正式回归的场面 宾客们的眼神各个都是比一审视 更是嘲讽他跟个调色盘一样 感叹穆家好脾气,还没有把他赶走 看来所谓的真千金回归后 穆卓这个膝背货已经被大家抛弃了 穆夫人嫌弃地看了过来 不是说了,晚宴前离开这里吗 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去处,不要不知好歹 一旁女孩娇滴滴地唤了一声妈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穆友荣,我们穆家真正的千金 我的亲生女儿 穆友荣一脸疑惑地问他妈这个沙玛特女还是谁 叶卓翻了个白眼 认亲回来时候都见过吧 现在装不认识,这不是明晃晃地故意羞辱 果然叶夫人马上解释道 这是穆卓,你之前见过 穆友荣登大了无辜的双脸 她就是穆卓 那个强弱身份,在妈妈身边的人吗 妈妈是舍不得她吗 没关系的友荣,可以接受她留下来 说完还哭唧唧地扑进了女人的怀抱 穆夫人恶狠狠看向女孩 都是这个小贱人闹的 明明就不是我们的女儿,还死赖着不走 居然还无视我们吃起了蛋糕 楼上两个男人把这真假千金的戏码尽收眼底 离家长子离千冬突然开口 下面可是家里给你像的未婚妻 也就没有一点反 对面的男人却继续拨弄着她的佛珠 并没有理会损友的调侃 而就在众人等着木拙灰溜溜地离开时 女孩却开口了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宴会的雅兴 我只是来告知木拙母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周围一片哗然 她说她要离开 之前不是说赖着不走吗 竟然舍得放下这雍容华贵的生活了 楼上的黎大少倒是送了一口气 还好这沙马特是假千金 不然他五哥就得捏着鼻子取那喘八怪 木有荣却很震惊 因为他发现 这个女人和前世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一定是他的错觉 那又蠢又丑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改变 没错 他是重生回来的 这一世提前回到叶家 就是为了提前控制叶卓这个存货 前世他嫁给了一个有眼无珠的畜生 最后被灵虐欺辱致死 这一世 他一定要留下叶卓 替他嫁回去 叶卓 你等等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回叶家 只是舍不得木家锦衣玉石的生活 之前为了阻止我回木家 还各种阻挠破坏 虽然你毁了我十八年的人生 我不忍心让父母为难 所以你留下吧 我们一起孝顺父母 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好不好 重生绿茶居然拥有最强系统 可惜好巧不巧遇到浑川而来的科技大佬 一个豪门草包千金 一个市警复黑白莲 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因为医院的一通报错电话 两人开始交换人生 在真千金回归晚宴上 更是上演的一出好戏 表面柔柔弱弱的木有戎 实际是个阴险狠足的戏 在宾客面前 更是宽宏大度 劝解贾千金 留在木家 享受锦衣玉石的生活 明里暗里却透露着 对方阻挠他回家 还毁了他十八年人生 心里想的 却是让他留下来 替自己嫁给上一世 虐待自己的恶物 可女孩已不是他认识的草包 哪会被他任由摆布 就在宾客们兜振金针千金的善良 假千金的无情时 女孩却笑了 首先毁了你十八年人生的 是把我们报错的医院 不是我 其次 既然你希望我留下报答木家养育之恩 那木小姐 为什么不留在叶家 报答我母亲的养育之恩 小白莲被堵得一阵心慌 舍不得木家的荣华富贵 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再回去呢 二楼看戏的黎大少乐得笑开了花 这个夜着有点意思 而对面一只不苟言笑的男人 也第一次仰起了唇 小白莲突然哇哇大哭了起来 你好过分 我只是想你 不要伤害这个家 和爸爸妈妈能和睦相处 为什么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没想到你的心这么阴暗 看着木有容泪流抹面 可把木夫人愁坏了 你这个贱丫头 怎么那么坏 既然木夫人心疼瘾的女儿 我也急着 为我亲生母亲那边 麻烦您安抚好木小姐 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包括您和木先生 从来都不曾再带 被当众揭穿慈母形象的女人 恨不得让她马上消失 滚出去 你今天就滚 什么都不许带走 这个牢笼 本就没有值得半点留恋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我自己 听见楼下动静越来越大 两个男人起身 齐齐望向那个桀骜不逊的女孩 同时往外走的女孩 也察觉到了强烈的压迫事情 男人又扬起了尊 真是只灵活警觉的小狸猫 沉默不语的木家主 突然站了出来 口说无凭 想清楚了 就把断绝书签了吧 我可不想 以后你乞讨又乞讨到木家来 众人都被木家主的 当机力断震惊了 都已经为以后分家产 做打算了 还没有出大门文件 就准备好了 看来这木家 是早就准备好断绝关系 小白连还有些不可置信 之前为了留在木家 要死要活的 现在却这么痛快地签字 字还没有签完 又是一阵压迫感转来 到底是谁 楼上的男人 对这场戏 已经失去了兴趣 走吧 黎大少却还不过瘾 你今天不和木家 真千金见一面 这么漂亮可爱的 未婚妻都没兴趣吗 难道您心里 已经有白月光了 男人直接叨了过来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的 又是这种 与我无关的表情 好像也是 从我认识这男人起 他就不进女色 平时除了工作 就是跑寺庙 难道他的白月光是菩萨 天哪 我怎么会这么想 罪过罪过 看着女孩离开 小白脸很是不甘 叶卓竟然就这样走了 没关系 现在我可是木家 真正的千金 只要我想随时可以 把叶卓这小剑人 踩在脚下 碰得一声大门被关上 叶卓被彻底赶出木家 女孩凭着记忆来到了叶家 妈妈我是叶卓 我回来了 别人穿越 都是身披马甲头戴光环 而这个女孩 却穿在了一个 不学无数的草包 假千金身上 开局就被扫地出门不说 现在还跟着个 臭名远洋的老母亲 住在地下室 看着亲生女儿 回归老母亲 足足哭了半个小时 女孩实在忍不住打断 妈妈我渴了 叶卓二话不说 就去把水端了过来 听见女孩温柔的一句谢谢 女人又抽气了起来 女孩有些不知所措 原来叶卓第一次 来家里的时候 母亲给她倒了一杯水 叶卓直接嫌弃地摔了水杯 我连洗脸都用矿泉水 你居然给我喝自来水 你想毒死我吗 更扬言 我没有你这么丢人的骂 而叶卓之所以感动流泪 是因为现在的女儿 虽然还是农妆叶卓 但和之前真的不一样了 叶卓被她盯得有些发怵 连忙询问 家里有浴室吗 我想先洗个澡 叶卓这才惊喜 就在后面 我带你过去 女孩洗掉了脸上的农妆和发色 回归到叶卓本来的样子 刚套上衣服 女孩就有些难受 许氏穿惯了大牌服饰 突然穿这种布料粗糙的衣服 还有些不习惯 看来她得想办法 老街赚上第一桶金 带领全家笨小康 走上人生巅峰 姐你快出来 看我买了什么 男人还在炫耀她买的大西瓜 却被突然出现的女孩吓了一跳 姐 这么漂亮的姑娘谁啊 叶卓连忙介绍道 这是卓卓 卓卓这是你舅舅 女孩一脸乖巧 舅舅好 叶森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你是木卓 她可记得以前 她脸上都是油彩 原来样子竟然这么好看 女孩一字一顿 舅舅 我现在叫叶卓 叶森却很警惕 你不会又再 耍什么阴谋诡计吧 姐 你可别再被这小白眼狼给骗了 这一句话 倒是让叶卓 想起了很多不好的回忆 当时园主 为了和叶书断绝关系 做了很多让叶书伤心的事 叶卓看着叶森 很诚恳 舅舅 以前都是我不好 做了很多对不起我妈的事 我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我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小白眼狼 你要是敢耍花样 欺负我姐的话 我叶森是不会放过你的 叶书连忙圆场 叶森 卓卓是我女儿 她怎么会欺负我 男人小声嘀咕 这可说不定 万一她和慕友荣 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一样 叶母哪里能容忍 锅里有面条 你自己去盛 我去得卓卓铺床 女孩抢过被子 妈我自己铺就好 看见女儿如此懂事 女人又哭了 叶卓连忙安慰 妈妈我会孝顺你 对你好的 这也是她答应叶卓的 一定不能再让她伤心 而在一旁的叶森 却暗暗观察 不能让这坏丫头 害了她姐姐 与此同时 穆家躺在床上的穆友荣 看见豪华的大房间 和她妈给她新买的 各种奢侈品 不禁地笑出了声 这些才配得上午 可惜让叶卓那小贱人跑了 不过没关系 现在她就是蝼蚁 我捏死她 都不用一根手指头 现在的目标 就要找到上一世 叶卓的未公夫 那个在权力巅峰的男人 然后让她败倒在我十六群下 大佬魂川第一天 竟然就被赶出豪门 看着家徒四壁的地下室 叶卓决定连夜外出 正第一途径 刚出门 就见叶森鬼鬼祟祟的迈着步伐 正当男人庆幸 顺利溜出时 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舅舅去哪 一句话 差点把男人送过 女孩连忙捂住对方的鬼 舅舅您小声点一会儿 被我妈发现 咱们就出不去了 看见来人是叶卓叶森松了口气 鬼一边去 我这个平民 可不配当你这个千金大小姐的舅舅 叶卓也不生气 就这么跟着叶森 气定神闲的 就像在逛街一样 叶森很气愤 沐卓你有病事吧 你跟着我做什么 女孩微微一笑 这条路可没写你名字 你能走 我当然也能走 然而在叶卓的记忆里 这个舅舅嗜好之一 就是去那地步 也正是他现在需要了 叶森被叶得无话可说 撒腿就跑 女孩却穷追不舍 没一会儿 就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步 叶森进去前 还不忘给女孩打招 别跟着我了 快回去吧 叶卓望着奢华气派的大门 这地方不错 愤然决定 就从这里捞一桶金 走向改变的第一步 赌场里 乌烟瘴气叶森双手合十 菩萨一定要让我实来运转 等我挣了大钱 就去给你烧香 忽然感觉背后一阵凉意 默默转头 差点把他吓尿 你怎么来了 叶卓挪开了眼 就随便看看 想不到这个舅舅 居然是个烂毒狗 看来赚钱的事 她赶紧回去 然而女孩却直接无视了她 她的人生信条 可是不跟人品有问题的人合作 叶森气得牙痒痒 我叫你回家听见没 会所示你这种小姑娘来的地方吗 女孩正想 要不要掀卸了她的胳膊 后面的赌徒却催促了起来 你们要吵架去别处 还玩不玩 叶森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玩我压小 叶卓耳朵耸动 我是你就选小 压三点一点四点 虽然是个烂毒鬼 但她也不想看到 叶叔的弟弟 叔的血不归 选什么小 还三一四米再叫我做人 我就选大 众人吓完住庄家开盖 叶森傻眼 居然蒙对了 几把过去女孩全说中 叶森不淡定了 激动地抓住女孩的手 快 这一把选大还是小 女孩却一脸嫌弃 我不想跟赌鬼说话 男人怒了 是我想赌吗 如果不是那个慕友荣 那么对我姐 我猜 男人意识到 自己好像说漏了 立马捂住了自己的嘴 看来是另有语情 那我就再帮你一次吧 这一把还是小 一二二 男人拿出了钱包里的所有积蓄 全压了上去 眼睛一眨不眨 紧盯着庄家打开嘴中 居然再次被说中 他激动地抱着满桌的筹码 这下可赚大了 而旁边几个赌徒想死的心 都有 连开了几把都是小 连裤衩都输没了 叶森这下是心服口服 满眼心性地询问 下面那把该大还是小 叶卓勾勒勾唇 小 一二一 一连赢了好几次 叶森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好久没这么大杀刺方过了 畅快 这一幕刚好落在二楼 那个笔直修挺的男人影中 旁边黎千东简直不敢相信 又赢了 是那个女孩在后面提醒的吧 这也太厉害 他是怎么做到 每次都猜对的 男人突然回眸 没认出来吗 黎千东仔细辨认着 楼下那道身影 依旧没有印象 五哥你认识 没想到小小云京士 居然还有这样的角色 难道他就是五哥的真命天女吗 这个男人真牛逼 年仅十八就独挑情家大梁 凭借着惊人的商业 才能在京城翻云覆雨 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还将曾家发展成 华夏第一打架 就算是京城中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见了他也要尊称一生曾武 如今不过三十岁的 岑绍青便身居高位 坐在了金字塔最顶端 可惜他性格孤僻形式乖张 不仅不尽女色 还总喜欢往寺庙跑 都以为他要出家的黎大少 却罕见地看见他 正目不转睛地 关注着楼下的女孩 五哥认识 居然这么厉害 离千东京的差点昏了过去 沐家那个假千金沐浊 他这是被赶出家门 跑来会锁叫金龟絮 等等最大的金龟絮 不就是他五哥吗 莫非他是冲着五哥来的 不行叶卓这个冒牌 千金表里不一 我一定要保护好五哥 别被那妖女骗了 岑绍青见男人在后面 嘀嘀咕咕心想 这货怕不是个神 赌场外赢得盆满锅满的 叶森抱着一堆抄票 还在抱怨好不容 赢更多为什么不继续 叶卓头也不回 凡事都要适可而知 我们该回去 没想到刚走几步 就被小混混拦住了去路 小美女别急着走了 豹哥我想请你去吃个宵夜 他们是好久都没有见过 这么漂亮的小妞了 这回必须拿下 叶卓懒懒地抬了抬眼 看来这张脸 还是会惹些麻烦 正准备好好活动下金鸣 一道人影飞快地 朝这边狂奔而来 一脚踢向里头那人 谁敢欺负我大外甥女 森哥 这是你外甥女 怎么没听说过 叶森拦在了女孩面前 当然叶卓就是我大外甥女 赶快给我大外甥女道歉 豹哥连忙领着几个兄弟 站成一排气刷刷地低下了头 叶卓也没有不依不饶转头 看向叶森舅舅 我们走吧 这个名义上的舅舅 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 男人却像是现在才听见 女孩对他的称呼 你叫我什么 舅舅 你是叫我舅舅了吧 女孩无语 算了高看他了 还是有点蠢的 对了今天你拿到的钱 给我一部分 叶森不结 你一个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妈身体不好 我要给他看病门了 听到要给叶书治病 叶森二话 没说把剩下的钱全给了特殊 女孩还有些震惊 你就这么信我 我觉得你和慕有荣不一样 希望我没看走眼 你可别让我失望了 就在此时一束刺眼的白光 从远处射了过来 车后座坐着一个身姿修长的身影 细长的眼尾微微上扬着 疏冷的嘴角挑起一抹淡淡的弧度 卧槽 这是笑了 黎千东看着倒车镜上的画面 惊讶的何不容嘴 陈绍青抬手捏了捏太阳穴 把陈家回到云京 并且陷入金融危机 快要破产的消息传出去 黎千东一脸黑人问号 陈家不是才荣登全国第一集团吗 什么时候要破产吗 陈绍青冷冰冰地开口 明天上午香仪和老太太去牧家认亲 明白了 原来是想用破产这面照妖镜来 逼牛鬼蛇神显出言行 不知道五哥明天会不会一起去 牧家见那个未婚妻呢 而此时的牧宅 沐友荣也在未一日的贵宾上门挑选着衣服 镜中的女人却突然黑下了你 沐友荣你可要好好应对 这可是你这一世盛世人生的开始 女孩穿越第一天 就带着舅舅正的盆满锅满 看着气血两虚的老母 更是展现绝顶医术 叶卓一早买回了豆浆油条 母亲却是满脸忧愁 你哪来的钱啊 叶森一脸困意 姐别担心我这个月刚发了奖金 给大外生女的 我大外生女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得让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看着旧此生肖的场面 叶书惊呆了 昨天还一口一个小白眼狼 怎么今天就变成大外生女了 叶森你对小卓这么好没发烧吧 男人一本正经 卓卓是我大外生女 我不对他好对谁好 叶书深度怀疑他在演戏 奈何没有证据 叶卓放下筷子 妈我看您气色不太好 一会儿我陪您去趟医院吧 叶书欣慰一笑 不用 妈身体好着呢 那我给您看看 我刚好会点七荒之数 卓卓你会中医 就会那么一点点 这可是他在异世界最强的技能之一 体恤咳嗽缺血 妈您之前是不是陷过血 叶森愤愤不平 什么陷血 明明是卖血 一年前 慕友荣那个抽丫头 为了买手机 以绝世威胁我 我姐生怕慕友荣真有闪失 就找了个黑诊所 卖血凑钱买手机 结果不好的身体变得更虚了 那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手机到手后 根本不管我姐 之前慕友荣还提出 让我姐卖肾去买房子 后来更过分到处宣传 我姐是小三 我一直奇怪 我姐为什么会有慕友荣这样的女儿 原来还真不是我们叶家的孩子 没事都过去了 现在我们一家在一起就好 而叶卓只是呆呆地看着叶母 感受着母爱的伟大 这些她只在文学作品里见过 因为未来世界 已经完成了社会化抚养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亲情 就在叶卓沉思时 一只温暖的手扶上她额头 小卓是哪里不舒服吗 这么大也没发烧啊 没事女孩 捏起叶叔的手 这妈仨 原来这就是母亲的手 好温暖 一个为了女儿愿意 付出一切的母亲 现在她终于明白 叶卓为什么会用灵魂交换了 慕友荣着实配不上这样珍贵的母爱 毅然决定 从此替圆卓好好孝顺她的母亲 于是找出这笔刷刷写了个药方 妈这个药方 拿去回头 去医院抓这些要回来时 明天我陪您去把烤穿店的工作 辞了 我怕你的身体状况 危及生命 叶母看着药方半信半疑 舅舅却是吓了一跳 这么严重 女人却一脸为难辞了工作 这一家老小客咋办 你们真的太大惊小怪 我的身子 一直都这样没有什么问题 叶森直摇头 姐你最好还是相信她 阿钱的事情 您大可不必担心 昨天我找同学借了一万 打算买股票投资 叶森也晾出了皮夹 姐不用当心 还有我们吧 这是我昨天 发的工资和奖金 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 都交给你保管 长痛不如短痛 可不能让母亲再这样劳累 妈妈如果您坚持 去工作的话 那我马上离开这个家 听到这话 叶森连忙配合 报警女孩大腿扑鼠 这个家好不容易才团聚 大外生女你可不能走 姐你还不答应她 好好好我答应 女孩一把推开男人 那好明天 我陪您去办辞职手续 与此同时 穆家主听见 陈家要导的消息 满脸忧愁 穆夫人更是怒不可乐 陈家今天就要上门了 肯定是为了他家 老五和友荣的婚事 咱们友荣不能嫁 确实他们突然提起婚事 是她的重生 改变了身边人的命运 她可是涅槃重生 势必要嫁给金字塔 最顶端的男人 破产的岑五爷 可配不上她 女孩换了一副 娇滴滴的面容下楼 爸妈曾家人这种做法 和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有什么区别 穆夫人一脸心疼 放心 爸爸妈妈心里知道 先生太太曾家人到了 这么快就到了 真是等不及了呀 想娶我 看我怎么把你们赶出去 大佬一天赚百万 却还在路边端茶洗碗 只因老妈辞职不成 必须自己顶上 妈则日不如撞日 早点去烧烤店 把工作辞了吧 好其实我身体真的还好的 妈妈你答应我的 看见叶卓 一副娇柔模样 好好好妈妈都应你 随后两人来到烧烤店 要辞职也不是不可以 可我这里正式假期生意 好意是找不到人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来替我妈上一个月班 给您时间招人 你确定你要来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来来来我这里有衣服 你现在换上是 与此同时 穆家主还在为岑老太的道来 讲了一三道 岑老太却直接开门见山 穆大兵 咱们一家人 就不说两家话了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 两个孩子的婚事过来的 穆家主神情却扭曲了起来 虽然二十多年前 穆家濒临破产 是岑家家主出资 才得以保住 为此穆家 为了报恩 便交换信物 许下了娃娃亲的诺言 可现在的岑家 马上要倒闭 哪能同日而云 正想着如何把两个女人 打发走时 一阵哒哒哒的高跟鞋声音响起 老太太 我今年才十八岁 暂时还不想考虑人生大事 我这等普流之资 哪里配得上岑先生 看着如此谦虚的女孩 原本满心欢喜的老太太 更是乐开了花 配得上配得上 好孩子既然婚约已经定下了 我就一定会让少卿娶你过门的 这死老太婆 实在太没有眼力见了 明明是岑老五配不上我 穆有荣一脸嫌弃 既然二位长辈今天都来了 那我就把话说明白 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 所谓婚约还是作废吧 现在早就不是 包办婚姻的封建时期了 文言岑夫人和岑老太 直接愣住 她说什么 退婚 要不是信守承诺 我们岑家 怎么会跟一个小小的穆家联姻 穆大兵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我就有容这么一个女啊 既然孩子不愿意 那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能抢求 要不这门婚约 还是算了吧 岑夫人心里虽不爽 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得体的笑 穆大哥退婚可不是二系 咱们两家有多年的交情在 穆大兵却直接打断 弟妹啊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有些话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也是聪明人 何必要装糊涂呢 老太太却是一脸懵圈 总觉得话里话外 都透露着 曾家高攀不上他们 男人一脸比一 你们曾家现在陷入了金融危机 以前也帮过我们穆家 可也不能来邪恩图报吧 曾家陷入了金融危机 曾家什么时候 陷入了金融危机 原来他们穆家 是因为这个 才要解除婚约的 老太太瞇了瞇眼 那穆家打算如何做呢 穆大兵招手 让庸人推来起的箱子 穆家陷入危机的时候 海风老弟 给了我们一千万亿金 如今连同信物双倍 奉还给你 看着这操作 曾老太和曾夫人有些无语 既然穆家不愿意 那我们就不勉强 女人把信物扔了过去 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你们家的脏东西 我们不要 从今以后 婚约就此作废 恩断义绝 你们最好不要后悔 穆有容的目光里 含着机讽 阿姨 还是把钱拿着吧 别出门了就后悔了 她可不想 和曾家这样的落魄户 攀扯上什么关系 女人抓起另一块玉佩 我只要拿回 我们曾家自己的信物 其他就不用穆小姐操心了 说完便扶着老太太离去 大骂这一家子 都是狗眼看人低的小人 老太太却突然笑了起来 塞翁师马胭脂飞幅 通过这件事 看清他们的真实嘴脸也挺好的 娶这样的女人 才是害了少青一辈子 这门青是算是黄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京城了 老太太直摇头 云京是我们的老家 我就要在这里 给少青选个比目有容优秀 一百倍的孙媳妇 正想着找一个 让她老五神魂颠倒的女人时 对面一个端着盘子叫卖的女孩 引起了老太太的注意 害怕全是滔天 一心向佛的独苗绝了后 才发老太亲自带着儿媳 上门旅行娃娃亲 一心想攀高知的真千金 却聪明自悟 直接把金字塔顶端的男人 赶出了家 结果好巧不巧回家路上 却把假千金进了 豪车一路急迟 两排佣人齐刷刷弯下腰 欢迎夫人太太回家 看来明天开始得在云京多走走了 必须物色一个 比那慕友荣更好的媳妇 慕夫人在一旁打气我支持你 到时候 咱们风风光光地回京城 对了 曾是陷入金融危机的假消息 是您让人传出去的吗 老太一脸震惊 我还以为是您啊 背后一个慵懒的声音传来 是我 慕家那边什么反应 他们狗眼看人低 一听陈家陷入了金融危机 就立马撇清关系 闻言曾绍青脸上 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药 我和你奶奶受了这么大的气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曾绍青回眸看向周湘 我早就说过 慕家千金不是良辈 是您和奶奶一意孤行 周湘这一刻 显得像个无理取道的小孩 男人滚动着佛都 继续面前的惊 何况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取妻生存 遭看着这无欲无求 是要归一佛门的征兆 曾老太连忙捂着心脏 好梦我呼吸不过来了 看你把奶奶都急成什么样了 总之 这个婚女必须解 我和奶奶 一定会给你找个最好的媳妇 男人一脸无语 看来还得想个更有效的办法 另一边因为叶卓 这个美女招牌 烧烤店的生意翻了好几番 老板娘笑得合不拢嘴 小姑娘明天也要来哦 好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出门女孩就拉着老妈 往药躺跑 师傅配药 这药要是配齐了 启动资金也快没了 看来还得赚一些 老板再帮我抓一副 刚刚那张治疗血须的药方 也是你开的 得到女孩的肯定 男人下巴都快掉了 小小年纪药理知识 竟然这么厉害 小姑娘能不能把号码留一个给我 给 我将叶卓手机刚丢了 这个号码是我舅舅的 你有事直接打给她 叶叔一脸忧愁 小卓刚刚那药 是不是花了很多钱 没事的妈妈 钱没有可以赚 命没有了 可什么动物 小姑娘说的对 这位大姐 你可生了个孝顺的好女了 从药店出来 女孩又拉着叶叔 准备去菜市场买点好的屋 叶叔望着懂事能干的女儿 眼泪又止不住的 沐家沐有容吃完饭 一副乖巧的表情 爸爸妈妈 我吃饱了 回房看书了 去吧 一会儿 妈妈给你送点信 大兵看着她那乖乖女粉吃腥味 闺女真看不出是外头长大的 又端庄又大方 当然 原来那个西背货和她比那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 给她找个配得上的好人家 能配得上我的好人家 那只有最强的人才可以 因为我可是被完美人生系统选中的天命之女 系统在吗 我要兑换记名 前脚将沐家父母赶出家 后脚任务便是拿下沐老五 只因这顶级绿茶重生 拥有了超强系统 上一世凄惨度日 老天看不过去 在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刹 系统出现 让他重回17岁 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 明明可以靠自己 走上人生巅峰 却偏偏想着靠男人 更是不停地寻找着 全是最英俊 最有权势的才子 为了让自己快速达成梦想 立即吩咐系统 把他可以兑换的技能罗列出来 目前您的声望积分200 以下是您可以兑换的技能 看着能触手可得的外挂 慕友荣笑开了花 能不能全部都兑换了 一句话便触发了新任务 完美人生将辅助素质 成为华夏第一女性 您的终极任务是 嫁给华夏商界 无免之王岑武 岑家 岑武爷 女孩犹如晴天霹雳 转身登登登地跑出了房间 今天来退婚的岑家 退的是谁 慕夫人一脸疑惑 就是她家的老我 现在的岑家家主 什么 岑家家主 慕友荣如同五雷风顶 扑通一声 就那么倒了下去 慕夫人吓得大惊失色 一家人手忙脚乱 才将女儿安顿 听见医生说 只是受了惊吓 这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会把她下风过去 躺在床上的慕友荣 还有些不敢相信 系统的目标 竟然让她征服岑武爷 可是现在岑家明明已经遇到危机 濒临破产了 难道岑家会度过危机 成为最强大的家族 她不愿继续往下想 要在系统那边得到更强的东西 那就必须完成任务 现在最重要的是挽回岑武爷的心 系统我只有200声望 现在我们兑换什么呢 建议您先兑换催眠技能 这可以帮您更快接近岑武爷 这是离仙东京城十大家族之三离家的长子 亦是离家的继承人 身价过千亿 最重要的是 他是岑武爷的至交 催眠他 行 查一下离仙东最近的行程 剩下的100 就对一个象棋大师掌掌声望 很快 女人就来到了系统提供的地址 一群西装革履的人 正簇拥着一道年轻的身影往外走 离仙东刚走出大门 就看到一名身穿洁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 半蹲在不远处 温柔地给小男孩擦拭着鼻涕 看着这么温馨的一幕 男人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就在这时 慕有荣发动了催眠技能 随即植入慕有荣是最善良清纯的女孩 和岑武爷绝配 男人瞬间红着脸大叫了起来 好善良清纯的女孩 旁边的助理不可置信 离少 那可是刚刚退了曾家婚室的慕有 离仙东摆了摆手 不可能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一个那么有爱心的人 怎么会闲贫爱妇女 看着自家老大 一脸痴汗样小的闷 下巴都掉到胸膛 一定要让五个认识到 慕有荣的好人 让他们有情人 终成眷属 职员们越看越不可直视 怎么就有情人了 离少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绿茶千金一门心思 想要成为财阀阔态 殊不知豪门席 早已内定他人 只因女孩不仅美若天仙 更是医术厨艺样样极通 叶母看着女孩 在厨房贤熟忙活的样子 很是震惊 想不到女儿 当了这么多年大小姐 竟然还会做菜 女孩笑着解释 我以前在墓家学过一点语律 做得还不错 叶母会心一笑 那妈给你洗菜吧 这下可算是小闺蜜的服了 门口大老远 就闻见香味的舅舅 男人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盘子 迫迫及待地吃了起 好吃好吃 大外生也厉害 一日 叶卓照常去捧穿店工作 老板娘叮嘱 从营业开始一直都会有客人 小叶娘做的活比较复杂 我不辞的问问 叶卓换上工作装 就开始忙活 由于长得太漂亮人又热情 从早到晚的客人络绎不绝 完全没有注意到 角落里的老太子一直盯着她 上次的确没看错 真的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这气质这容貌 老五怕是配不上的 女孩隐隐感觉到一母视线在谈 老太太虽是吓了一跳 内心却很关系 又那么积极 这姑娘看起来真不错 我得找个机会试试她 忙着收钱的老板娘 看着叶卓很是美 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一点也不讲情 干活也不 小叶看你一直忙喝口水休息 女孩双手接过 还不忘了一声谢谢 老板娘更惊喜了 长辈给晚辈递东西 还双手接 家教不错 今天辛苦了 早点回去 女孩刚走出烧烤店 叶森就站在马路对面 朝他刀手 舅舅您怎么来了 你妈说 你一个女孩子家走夜路不安全 特地让我来接你 叶卓点点头 心中有种很奇怪的一句 作为一个强者 向来都是他保护别人 还是第一次被家人保护 那啥 一会儿到了家你先上去 我今天晚上加班 叶卓一下就看出了 他的小九九 一把薅住了他的小衣领 少来这一步 你要去哪 十分钟后 两人站在了林京会所的大门前 男人抱紧了女孩大门 求求你了大外生女 舅舅就完这一次 叶卓却不为所动 妈妈要是知道 你这样会生气的 叶森惊 千万不要告诉我姐 她最恨赌博了 女孩无语 既然知道不好还来 叶森眼含热泪抬起了头 我需要紧 之前的钱 不是都给你了吗 我想再试试一点钱 我想让我姐搬出地下室 我一个快递员 挣得少男出头 不靠屁 还有什么办法帮到我姐 她这几年操劳身体 都被掏空了 我不想她那么 大外生女不要告诉我姐 不然我姐真会打断我的股 原来她是为了 帮助自己的家人 不过这种赚钱方式不可取 没把她毛病给根除了 女孩捡起了根木棒 反正你输下去 也会被要摘得打断 那我就先替妈妈 打断你的腿吧 女孩一棒下去 差点丢了命根子的男人 吓得退了几月子 对不起手滑了 下次不会 男人一听 还有下次都快吓尿了 连连认错我不赌了 从此不赌了 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走吧 舅舅一脸疑惑 去哪里 女孩头也不回 去云京会所 男人一脸震惊 你不是说 不许赌国吗 女孩回眸 我有更好的赚钱法子 来吗 这个废材一贫如洗 却在临死之际 召魂了科技大佬 大佬二话不说 便带着舅舅搞钱发家 咱们不能天天赌 我有更好的赚钱法子 来吗 说着 叶卓便换上了 性感火辣的猫咪妆 眼貌惊心的老舅一脸猛 大外甥你干嘛 看到那些酒醉的男人吗 这间会所里有商机 我可以卖 没等女孩说完 直接吓掉了舅舅的大牙 抱着她腿 开始嚎啕大哭 不行啊 大外甥你要是去卖身 干脆现在 就打斗我的腿算了 反正 你妈知道了 我这条腿也保证 女孩抬手就是一拳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卖强效解酒完 这时 一个喝大了的男人 推开了包厢的门 做销售真是不容易 天天喝酒干硬化 赚的都是将来的要钱 不经意间 恰好看到两个细精弹交易 竟然还有这东西 我们女公关成天喝酒 这可是我从老中医 那里求来的秘方 我这可没多少了呢 男人豪气地 甩出了一叠钞票 那一颗 一颗就行 这解酒完可神了 一吃就解酒我 跑业务急需 真有这么灵 偷偷在门缝里 看了半天的冤肿 终于忍不住了 小姑娘 你的解酒完 能卖我一颗吗 细精舅舅 见男人走远后 探头询问 我们这样好吗 女孩云淡风轻 我没有骗人 你就等着好了 十分钟后 男人剑步如飞地 就挣了一万多 财迷舅舅竖竖起了没 真是知识改变命运 大外甥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可以打你一拳 确认一下 刷的一声 一辆汽车急迟而来 黎千东一脸嫌弃 这个夜拙 怎么又来了 还穿这样 他不会是真的 知道了什么消息 在这里吊你吧 后座拨弄着 博住的男人 一脸比一 你以为我是你 黎大少被噎住了 五个 我虽然花心 但我也有原则 不沾染干净的姑娘 就比如真正的牧家小姐 她又纯洁又善良 对孩子有爱心 纯白的就像一张纸 没有被世俗污染 你发什么电 牧友荣是个什么样的人 事实胜于雄辩 黎千东皱紧了美五哥 牧小姐真的不是那种人 你不能因为一个误会 就错过了牧小姐 后座的男人听得头疼 有闲心说这些 CIS数据设计的任务 搞定了吗 黎千东瞬间清醒了过来 还没有 我努力 那就少废话 好好干活 一日 为了给快出家的孙子 找媳妇 老太太终于开始了行动 也不知道在哪里 逃来一身破旧不堪的衣裳 和一个屎皇屎皇的大王 一路要犯到了烧烤店 众人都在议论骗子太多 不能相信谁 叶卓却热情地招待了起来 老人家您这边坐 您想吃点什么 我请客 老太一脸慈祥 真的吗 小姑娘 看来小姑娘上钩了 得开始我的测试了 她是顶级财阀老太 却每天在街上乞讨生活 只因替孙子旅行 娃娃清放了假消息 被绿茶赶出了家 她是要在大街上 找个人品相貌绝佳的女人 当孙喜 晃荡了半天 终于对小服务员发起了进攻 看着一脸慈祥的老太叶卓 一时想起 前世对她最好的育幼院院长 还没来得及抱她就去世了 毅然决定请老乞丐一等 听着小姑娘 要请客老太太毫不客气 张嘴就是红酒鱼 跟鹅干龙虾 听着络绎不绝的菜鸣 时刻们都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纷纷质疑这老太婆 是不是在敲诈 而女孩却担心 会不会把她撑死 老太突然一副 幡然醒悟的表情 小姑娘 我是不是点得太多了 女孩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您在这边等一份 我去准备 老板娘提醒道 那老人家皮肤那么好 不像没钱的人 你别上当 女孩却是笑笑 没事 也许她突然落魄了 我就请一顿饭而已 老板娘她的饭钱 我会替她付 也可能 不过这老奶奶的样子和要求 的确有点反常 但是只是点饭菜 这也没有什么 等等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觉得 那老太对你不怀好意 十分钟后 店内的特色招牌 摆满了满满的桌 老太婆舔着勺 看着女孩忙碌的身影 不禁感叹 这般漂亮 又心地善良的姑娘 天天放在身边 不仅赏心悦目 肯定也会延年益寿 来来来 再试探试探 嘿嘿 小姑娘 你可以帮我倒杯水吗 可以 很快女孩又笑眯眯地 端来了一杯水 来奶奶当心烫 老太感动流泪 没想到自己这么烦 她也不嫌弃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会心一笑 我叫叶卓 叫我小叶就行 好孩子 我以后叫你叶子吧 你可以叫我岑奶奶 我得回去了 叶子我们有机会再见 老板娘一脸嫌弃 竟然还顺走份晚餐便当 小叶啊 你这样帮她 她拍拍屁股就走了 真是骗子呢 没事刘姐 也就个老人家 门外一脸慈祥的老太 瞬间换了一封命 事情办完了 在前面路接我 很快 一辆劳斯莱斯 急迟而来 司机一脸疑惑 老夫人 您今天 这打扮到底是 走吧 回岑宅 老夫人推了推眼镜 岑绍青啊 岑绍青 什么一心相复 我就非要摁你这头强牛 去喝那世俗的春水 接下来几天 叶卓和叶森 每天晚上去会所 靠强效劫酒完 挣了不少钱 看着天天穿的 花绿胡哨的叶卓 离千冬 一脸嫌弃 又懒 还这副不知 剪扁夭夭夭夭的打 五个 你看他不止 每天晚上都来 还跟各种男人搭讪 肯定是在找猎物 男人一本正经 你觉得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还用说 肯定每天风雨无阻 往这里跑 直到掉到真正的 金龟絮为止 男人抬起了头 你直觉一直很差 离千冬不服 这种老在会所出入的女人 你说会好吗 比起来 还是穆家的穆友荣 纯洁大方善良 又开始了 男人听的头疼 成东那块地 你明天去看一下 给我报告 一谈到穆友荣 就开始分配任务 五哥你好过分 另一边因为叶卓的关系 烧烤生意越来越好 和尹家微信的 更是排起了长队 这也直接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五月你看那是谁 天呐 叶卓 他变化也太大了吧 叶卓不是被赶出穆家了吗 才十几天没见 怎么像是换了个人 走 我们过去看看去 竟然真的是叶卓 女人震惊不语 都没化妆 完全不像以前 和我们一起的样子 哼 你没看到那些男人 都盯着他吗 果然是下剑种 变着法子勾引别人了 算了 他现在都被赶出穆家 看起来也是个穷光蛋了 我们还要逛街呢 别被影响心情 他不还有那张脸吗 咱们叫穆友荣 一起来看看吧 随即给穆家打去了电话 穆小姐 要不要过来看场好戏 穆友荣满是嫌弃 有什么值得去看的 我没兴趣 这时 系统突然苏醒了过来 女孩回头 你怎么了 叶卓是个危险变数 建议宿主消灭叶卓 大佬穿越异世界 本想安安稳稳的生活 奈何园主太笼包 总有见人找上门 就连打个工也不得安生 烧烤店刚开门 就引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还有 叶卓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是05月和曾柔 园主最好的朋友 实际上却是借着朋友的名义 控制着叶卓 本来原主是个角色美女 只因这两货 硬生生把她搞成了沙马特 背地里却暗暗骂她蠢货 连夸一句 都能得到个钻石手镯 而两人更是因为 她的出生和样貌 一直不平衡 都恨不得把她踩进你里 而原主却把她们 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 一辈子吸血恶心人的朋友吗 叶卓回神 是你吗 有事 卓卓我和柔柔 可想你了 你最近怎么连妆都不化 好丑 曾柔也跟着附和 就是就是 我和柔柔刚刚都差点没认出来你 真是没想到 叶卓都到这个境地了 这两个人还不放过她 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 那就由我来 替她教训你 女孩突然一副 委屈巴巴的表情 柔柔柔我现在不比以前了 哪儿来钱化妆 这是我的命 我还是一直这样瞅下去 一直这样瞅下去 那怎么行 林柔吓得赶紧从钱包里 拿出一碟人民币 塞到叶卓手里 卓卓你要是缺钱的话 我这里有 这钱你拿去买化妆品 不行我那能要你们的钱 我这里也有 曾柔也拿出一点 你就拿着吧 大家都是好姐妹呢 我和伍玥都希望 你能和过去一样 光彩照人 叶卓盛情难却 只好为难地收下 柔柔伍玥谢谢你们 你们真是我最好的姐妹 见叶卓这样 曾柔和林伍玥 满脸嘲讽的神色 没想到这叶卓 还是那么蠢 林伍玥连妆都懒得妆了 眉眼间竟是讽刺 卓卓 你明天记得 一定要多买些化妆品 我和柔柔还有事 先回去了 好 叶卓微微点头 看见叶卓两句话 就搞到一大碟钞票 老板娘眼珠子 都快冒出来了 刚刚和谁说话 这么多钱是怎么回事 女孩无奈 刚才有人非要送我钱的 我也没办法 看来给妈妈的药方 又能添两位名贵药材了 看着叶卓的背影 老板娘下恶都扯到了地上 她从来不幸 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现在终于醒了 两个心怀鬼胎的女人 又跑去了木家 准备亲自上门 邀请穆友荣 一起去看看叶卓的彩状 以此来博取木有荣的好感 有荣之前打你电话 为什么挂了呀 是不是最近太忙了呀 木有荣却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表情 刚才庸人粗手粗脚碰到手机了 真不好意思 对了 你们之前电话里说 遇到叶卓了 零五月愤愤不平 没错是叶卓那个冒牌货 居然在大牌档打扫卫生 又脏又臭 超级落魄 曾柔也很愤怒 叶卓他本来就是个 纠战雀巢的贱人 所以现在这个泥巴点子的样子 才是正常 文言木有荣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叶卓怎么说 也跟我有一段姐妹缘 我找个时间去看看他吧 叶卓现在落魄了 若我伸出援助之手 他肯定感恩戴敌 既然系统要处理他 当然要好好利用羞辱后 再弄死他了 而另一边正在洗澡的叶卓 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 到底是谁一直在凝视 按理说 这个世界那东西 不应该存在的 一日 三个衣着不凡的女孩 来到了烧烤店 只因长得太漂亮 就被闺蜜视为眼中钉 哪怕是女孩 已然落魄街头 也不放 甚至还邀请着 刚回豪门的木有荣 一起去嘲笑 回到豪门以后 木有荣还是第一次来路边摊 嫌弃的执奏 更是震惊 曾柔和林伍岳竟然会知道 这种破旧脏乱的地方 在他心里这样的地方 只能是吓得回来 两人被掖住的说不出话 一周前 你木有荣也是所谓吓得回来 欢迎光临 几位想吃点什么 林伍岳不怀好意 我们是叶卓的熟人 让他来给我们服务 老板娘还在震惊 叶卓为什么会认识豪门千金 身后就想起了女孩的声音 好的 没想到木有荣也来了 一看就是来转查的 请问几位要点些什么 叶卓这个丑八怪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本以为可以看到一个 落魄不堪的可怜虫 没想到 曾柔林伍岳又被晾下了眼 叶卓你 今天怎么没化妆 女孩一脸无辜 化什么妆 还有我跟二位认识吗 零五月气得沸腾 叶卓 别装了 你明明就收了我们的钱 说买化妆品 叶卓微微一笑 三位要是不点菜的话 我还有其他事要忙 女人狠狠拍桌 点菜 把菜单上所有的菜 都给我上一遍 叶卓却火上浇油 点这么多 你们三位女孩子吃不完吧 女人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们是顾客 还是你是顾客 我让你上你就上 你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还敢质疑上帝 而一旁静静观战的木有荣 却飞下了里 他现在终于明白系统的意思 对方实在比自己美太多 的确得除掉 至少 不能让他顶着这招人 被紧盯的叶卓后背一凉 又是那个冰冷的凝视感 难道是木有荣 看来得注意一下 叶卓回神不失微笑 请你们稍等 一会就上菜 叶卓那个小贱人 说话不算话 他拿了我们的钱 说要化妆的 木有荣瞇着眼 蠢货 知道小贱人现在缺钱 还眼巴巴地给他送钱 两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我们俩竟然被废物叶卓给套入了 木有荣露出了一抹邪恶 既然知道了 那等会就好好给他点教训 两人瞬间瞑目 我知道了 有荣你看我们的了 很快 菜上满了整整一大桌 三位 这是你们点的菜 零五月开始发浪 慢着 这些菜不是我们点的 你搞错了吧 曾柔知道意图后 也指着桌子上的菜 我们就三个人 能吃得这么 女人拍案而起 就是 肯定是这个服务生 心不在焉 点错了菜 心里却暗自窃喜 拿了我们的钱 我要你十倍吐出来 他可看过 这里可是没有监控的 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 也直接引起了食客们的回忆 木有荣却在一旁笑着圆场 五月柔柔叶卓应该不是不易的 毕竟他被我们沐家交养了那么多年 不会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叶卓在靠自己努力生活 我们也算支持他 就不要计较这事情 这个小姐姐 倒是很温柔的 的确看穿衣 就是个千金大小家 有家世又漂亮 见大家都在赞美木有荣 林五月总算是明白 他就是让自己来唱白脸 那正好就卖他一个面子 那叶卓 你就跪下给我磕头认的错吧 老板娘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几位客人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小叶是新来的 有什么失利的地方 我给你们赔不试 我这是在端正他的工作态度 今天他跪下磕头认错 我们就不计较 不然这是没完 就算我这店做的不好 您别 叶卓却摁住了老板娘 您先别赔不试 咱们先来听听这个 大佬穿越异世界 当众打脸一众绿茶 就在刚刚几个女人点了 菜单上所有菜 想要让叶卓赔个底朝天 还信誓旦旦 要求对方下回道歉 没想到 女孩当众甩出了录音 只听见手机里传来点菜细节 三人顿时时刻 完全不敢相信 曾经被自己玩弄在鼓掌的人 居然会聪明到录音 女孩举着手机笑眯眯地开口 听听我想 我们才是被敲诈勒索的受害者 几位小姐穿着光鲜亮丽 应该家世不差 没想到人品却如此低下 点了菜却不认账 老板娘要不我们报警吗 老板娘心地暗制为 叶卓点赞干得好 直言这一大桌 都是最高档的海鲜料理 两万多块 的确已经达到报警标准 零五月怒火中烧 不许报警 谁说我们不认账 开个玩笑而已 那您是确认 这些菜是你们三位自己点的 那就请三位享用吧 慕友荣愤然起身 不吃了 走 这要是等到警察来了 他这个刚回慕家的千金 就该被上流的人 沦为笑饼了 等等 叶卓一把拦住了对方的去路 那请付款吧 一共两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元 微信还是支付宝 看见食客们 头来异样的目光 目有容器的只咬牙 刷卡 一旁 挣得盆满钵满的老板娘 乐开了花 小叶今天的营业额 顶得上一周了 我要给你包个大红包 女孩也笑得满面春风 谢谢老板娘 欢迎三位 下次继续光临哦 听见这话 三人更是气得鼻青脸肿 本想以此来增强木家 对自己的好感 没想到去弄巧成拙 有容 我们真没想到死丫头她 好了 不要说了 还嫌不够丢脸吗 目有容看着女孩忙碌的身影 心中又燃起了一阵狂怒 这叶卓的确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那又如何 她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木家千金 叶卓只是个在泥堆里拔滚的垃圾 系统说的没错 叶卓太爱眼了 还是得找机会处理掉 晚上叶卓兴高采烈地提着两肤要回家 妈妈我回来了 这要给你 煎了喝 母亲却是一脸忧愁 小卓 妈妈最近好很多了 真没必要 这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叶卓的话 我的快递来了 女孩似乎看出了老母亲的惆怅 别担心 我炒股赚了 这样在家里工作学习比较好 我先回房间组装电脑了 母亲一脸疑惑 炒股票 真的那么赚钱吗 叶卓一边忙活 一边嘟廊着配置低 但做些小工作 完全没问题 根据反推的公式 破坏这个防火墙 就可以进去了 女孩又是一阵 噼里啪啦的敲打 成功进入了creator 没想到 在这世界这个网站也还在 著名的国际科技暗网好久不见 我夜卓又回来了 科技大佬穿越异世界 意外发现200年后的国际暗网 竟然现在就出现了 creator创造者 背后有神秘技术大佬支持 是个汇集了全球科技精英的 顶级平台 这个网站诞生了 无数影响后世的科技成果 包括后来被称为 最伟大发明的SY系统 SY是个虚拟教学系统 甚至可以让人在睡梦中继续学习 而研发出这套系统的人 正是夜卓 但现在不是2221年 盗版SY的外挂完美人生 也还没有出现 上一世这个该死的系统 可给它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有居心叵测的人 利用完美人生 复制国际钢琴大师技术 最后却招反是身体爆炸而亡 完美人生 不仅可以直接 给人脑贯注大量知识 还可以对人催眠 很多不学无数的人 靠这个系统 打败了不少真正努力的职业高手 而盗取SY代码 做成系统的黑客组织 更是扬言 绝对没人能破解 后来 经过夜卓深度解析 通过网络 给所有人的智脑打不定 并且杜绝了一切外挂 因此 夜卓也在18岁 升任了盟主 在烧烤店 见到慕友荣那一刻 女孩也明显感觉到了一抹熟悉 不过很快就被否定了 毕竟现在SY还没有诞生 女孩回神 继续敲打着键盘 现在搞钱是首要任务 而另一边 被完美人生系统选中的慕友荣 因为被夜卓框了两万 很是不甘 对着玩偶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就在他大骂夜卓这个小贱人 让他丢尽了脸时 系统醒了过来 敬爱的宿主 经过系统搜寻 用这几个技能 可以接近层五 看着隐藏板块的高端技能女人 有些犯难 直接表示不会 宿主无需担心 完美人生 可以直接加载技能 一夜成为大师 走向人生巅峰 几天命之女 哪是夜卓这种平民能比的 第二天 小弟舅舅终于意识到 牺牲外甥女色相 在那鱼龙混杂的地方 卖腰不可取 便提出不再去 而夜卓也害怕他舅舅 再次沾上赌博 刚好达成共识 就在夜卓准备回家 想通过科技发家致富时 药店老板电话 打断了他的去路 而此时云京会所两个晚上 不见夜卓的陈绍青 仿佛找到了攻击黎大少的借口 不是说欲擒不纵吗 人呢 男人没想到 会被这么问 张嘴就忽悠 这叫若即若离 先用特殊手段引起注意 然后突然消失 等掉足了胃口 再突然出现 再贬低夜卓的同时 还不忘夸赞慕友荣的善良 五哥你看着吧 三天后 他肯定会来的 如果三天后 他还是不来呢 男人信誓旦旦 夜卓不来 他就直播吃屎 陈绍青嘴角微微上扬 他有预感 这次离千东吃屎跑不了 此时 夜卓和他小弟舅舅 来到了景天花院别墅 药店老板急得满头大汗 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人命关天 我也不想这么晚打扰你们 我侄女婿就住里面了 自从一年前 他得了严重的怪病 也不知道看了多少医生 现在都说他没几天了 他上次看到这小姑娘 开出来的药方 觉得对方医学造诣不一般 现在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三人穿过庭院 来到了另一个别墅 听见门铃响 女人连忙上去开门 二叔这位 就是你说的中医小夜 我叫陈乔夜请进 这是我丈夫 你看他的样子 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 说就这两天的事了 女孩上前把玩卖 抬头看向女人 陈女士宁先生在发病之前 是不是曾经去过热带地区 女孩穿越异世界 不仅发现200年后的高科网站 提前出现了 更不明白 为什么在他那个时空常见的寄生虫 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就在刚刚夜着下班准备回家 就被药店老板 请来给他侄女婿看病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女孩缓缓抬头 陈女士宁先生在发病之前 是不是曾经去过热带地区 女人很是震惊 这一摸就能看出来 是的 我们去了利维坦 叶卓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 宁先生患的是一种 很罕见的寄生虫病 学名叫阿诺斯病症 一般通过食生肉传播 而且只在热带地区传播 寄生虫 那为什么 我们去医院检查不出来 因为阿诺斯虫是现状透明的 会融入血肉之中 很难查得到 您若是不幸的话 我可以证明给您看 只见叶卓掀开被子 在男人胸前几处的穴位上按了来 男人扑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里面还有几条虫子在蠕动 陈乔叶脸色煞白 这 这就是你说的寄生虫 女孩很淡定 这就是阿诺斯虫体 女人仿佛找到了救星叶小姐 你既然知道这个寄生虫 那你一定能救她吧 求你救救我丈夫 救救她 叶卓沙沙沙一阵狂血 按照这个方子服药 一个星期后 我会过来复查一次 女人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谢谢你叶小姐 公公婆婆说这件事 如果我老公有救 你想要什么 只要在云京 我们都可以帮你 没有等叶卓开口 小弟舅舅却一脸质疑 想要什么都可以 简直比他还能吹 两人出门 舅舅还是不忘提醒 大外生女 虽然那家有吹牛 但是看起来 的确是有钱人 你真的可以救下她吗 心想 万一搞砸了 对方会不会把他们给消了 女孩去让她放宽心 差不多一周就可以了 舅舅半信半疑 这么厉害吗 回去吧 太晚了 妈妈要担心了 回到家里 叶卓舒服地洗了个热水澡 打开电脑 注册了个新账号 还给自己取了个 蠢萌蠢萌的名字 扭呼噜YC 小扭呼溜大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一个实行任务 这么罕见 难怪没人接 那就让我这个 长阅国盟主挑战一下吧 与此同时 一声惨叫声 惊破了整个别墅 卧槽有人接任务了 黎贤东看到任务 被人领取激动到不行 赶紧同意了 对方的好友请求 不知是哪位大事啊 打开对方资料 男人瞬间不好了 原本满心期待 以为对方是个大神 没想到却是个菜鸡 这么中二的名字 还是今天才注册的新人 这玩我了 一气之下 直接把任务时间改为了三天 让对方早点知道自己不行 就快点滚 没想到 对方很痛快就答应了 黎贤东气的鼻青脸肿 大言不惨 好吧 老子就看你三天后 能不能坐完 陈绍青坐在窗边的书桌前 一手翻看着经书 一手数着国珠 五哥你找我 任务有人接了 提起这个黎贤东满脸惆怅 接是有人接了 但接任务的是个新人 我怀疑他是点错了 想重发任务需要三天 我回头就去取消 陈绍青抬头 不用就给新人三天 这件事你盯紧点 我明白 谁让你要的接 人家大佬一看 任务时间都跑了 好了 你先回吧 顺手把灯关了 男人欲哭无泪 电话里能说的是 非要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关灯吧 一个菜鸡新手 一个五哥 他真命苦啊 女人工资一千八 每天却笑哈哈 只因女孩是 浑穿而来的全能大佬 白天规规矩矩上班 晚上带着舅舅 一起纵横豪华会场 短短几日 便住上了高档小区 为了加强收入女孩 开始对自己的装备升级 刚接了个SSS任务 三天要完成 必须得买台工作电脑 为了工作便携 还是选笔记本好 就是要重新改装麻烦了点 还要再接一个工作站 一边想着 一边将需要的硬件配置 列了个清单 老板接过来一看 很是惊讶 没想到小姑娘 还是个行家 你这是要自己 改装笔记本吧 女孩微微一笑 就是随便捣鼓捣鼓 老板自然知道 这话是谦虚 看见眼前漂亮可爱的小姑娘 不禁老脸一虎 你这选的配置 绝对是个懂好的 我按市价 给你全九折吧 叶卓一听 这能省不少钱 甜甜地给老板 道了一声谢谢 回到家叶卓 拿出工具 便开始组装电脑 听见噼里啪啦的声响 叶卓有些好奇 卓卓忙什么呢 刚买的电脑 我拆开来生个急 叶卓惊呆了 虽然听不懂 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对了妈 咱们明天搬家 叶卓愣了下 往哪儿搬 云金房租那么贵 叶卓坐直了身子 前几天我买的股票 和基金赚了些钱 够一年的房租了 其实 钱都是 他在会所卖要完赚的 不过等实行任务完成 就会有一笔 非常可观的学生 舅舅听见搬家 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叶卓掏出手机 给他看了租住的想去环境 我已经把房租都付了 就等一天过去了 舅舅瞬间来了精神 也表示 要把公司的大货车 开过来拉家去 女孩微微一笑 大卡车太夸张了 该丢的老孤独就丢了吧 我租的是 新装房什么都有你 和妈戴上衣服就行 女孩看向叶叔 妈妈 我知道你在这地下室住久了 一下子搬走不习惯 但是你的身体 还是去采光环境 好一点的地方更好 看着如此优秀的女儿 叶叔红了眼 他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女儿这么优秀 他不能脱后腿 卓卓你去哪里 妈妈就去哪里 住了十几年的地下室 终于可以搬走了 邻居们都非常羡慕 叶叔你们家是发财了 还是重彩票了 怎么说搬就搬了 这不是之前在背后 嚼舌根说 我妈是小三的八婆吗 叶叔笑着看向叶卓 都是卓卓的功劳 这孩子特聪明 炒股赚了一些钱 文言胖大婶羡慕不语 这个炒股是怎么炒 你顺便教教我们家小月呗 女孩心生一记 热情地招呼着大婶靠过去 胖婶颠颠地愁到她身边 夜灼压低了声音 我宁愿叫路边的阿猫阿可 也不愿意 交碎嘴巴婆家的孩子 一句话 把胖婶气得鼻心脸肿 你个小贱货 说谁巴婆呢 女孩一脸无辜 但是嘴上却不饶人 骂您 难道要挑日子吗 我们靠自己工作劳动 正当赚钱 会越来越好 您在阴沟里待着 就不要老爬出来晒太阴 女人彪悍地 杨起手就扑了过来 我说还说错了 你跟你那个不要脸的娘 一样都是贱货 女孩健壮敏捷的一个闪身 巴婆直接就是一个狗吃屎 天道好轮回 臭虫滚银沟 看着大外生女 还在开开心心地欺负人 舅舅忍不住喊了一句 走了别离她 看着萧吃在公路上的面包车 胖大婶这才反应过来 狠狠地呸了一下 什么东西 小人得志 车上舅舅更是直言 她大外生女的 我早就想这么对她们 姐你就是太懦弱了 要不然当年 看着舅舅脱口又咽回去的话 叶卓很想知道她妈妈 当年未婚生子 到底有什么隐气 有叶卓这个活招牌 烤肉店的生意异常火爆 而消失了好几天的乞丐婆 又再次出现 叶卓微笑着给老太太 安排了一个餐桌 等这么长时间 您肯定饿了吧 想吃什么 岑奶奶摸了摸肚子 我想吃龙虾面 叶卓点点头 您坐这儿 我给您拿 老太太看着心地善良又漂亮的女孩 是越看越喜欢 如果这姑娘 能嫁给她大孙子生的孩子 一定又好看又怪 而另一边正在念经的岑绍青 莫名打了个寒颤 转头问奶奶去了哪 老夫人下午出门去了 而且还换了套破旧的衣服 也不知道是哪里弄来的 岑五爷愣了一下 估计都不知道 她老奶奶都给她找好了媳妇 而另一边老太太 已经将一盘美味的龙虾面 一扫而光 心满意足地朝女孩挥挥手就走了 夜着收起盘子 差不多该下班了 也回去继续工作 女孩回到家 就是哒哒哒一阵操作 实行任务 完成 我已经做好了 现在发给你 做好了 一个小萌新 能把SYS的项目做好 扯淡吧 黎千东完全没当回事 看看你玩什么花样 发过来吧 接受消息后 随手点击了运行 还惬意地喝了口红酒 准备等下好好嘲笑一番 在她悠然睁开眼那一刻 红酒直接喷了整个屏幕 真的通过了 是真大佬啊 她不是在做梦吧 就在这时 对方接着发来了信息 确认没问题的话 麻烦点击下完成任务 只有悬赏方确认完成后 任务方才能收到佣金和积分 黎千东第一次体会到了脸疼的感觉 但也立马点击了确认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方便连麦吗 叫我扭呼噜就行 不方便连麦 黎千东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是对方已经下线了 男人不禁地竖起了大拇指 大神就是大神高冷有发 叶卓这边刚下线网站上 就来了个世界公告 恭喜用户扭呼噜YC 一时间评论区都炸裂了 没想到是真大王 纷纷开始改名统称 自己是纽布路家族成员 叶卓下线后 很快便收到一条收款信息 有了这一笔钱叶卓心里 也踏实了不少 另一边黎千东疯了似的 跑向游泳池 五哥五哥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陈绍青从水里露出了头 结实的腹肌和人鱼线 渐渐地露出了水面 这身材 就算黎千东这个男人见了 也忍不住要惊叹一声 但现在他顾不得惊叹了 五哥 SYS的项目已经做好了 YC是个真大王 一听这话 连向来冷静自知的 陈绍青的神色都变了变 我看看 黎千东将电脑递给陈绍青 怎么样五哥 陈绍青一手拿着笔记本 一手操控着鼠标 通知下去 二十分钟后开视频会议 SYS做完后续被推进 是 一向吊狼当惯了的黎千东 也难得的正经情 还有查一下那个女呼噜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佬 能让国际顶级黑客 被反入侵了两次 就在刚刚 叶卓仅仅用几分钟 便完成了挂在榜单上的实行任务 不仅轰动了国际暗网 更是让发布任务的陈绍青不可思议 随即便吩咐黎千东 去查对方的身份 谁承想 平时十分钟 就能把他尿床室都摸出来的超级黑客 W竟然几个小时 还没有YC的半点信息 反而还被搞坏了两台电脑 黎千东很是震惊 这回他W可算是碰上对手了 陈绍青促起了眉 没想到 这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 既然W那边查不到 就交给国际部 另一边叶卓刚吵起勺子准备做饭 门铃就响了起来 看见叶卓探出的小脑袋 叶叔开口 卓卓快来 这是你连衣 这是你莎莎姐 这些年来多亏你连衣照顾 她比我亲姐妹还轻 女人连连摆手 哪有 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小卓是吧 我是周月莲 跟你妈从小一起长大 你把我当你轻易就好 而一旁林莎莎 更是直言不贵 叶卓妹妹真漂亮 果然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看着叶卓友善的眼神 林莎莎想起了慕友荣 只是想和她聊聊天 没想到对方却说要去学习 还总拿她 没有考上高中说事 更是骂她一辈子文盲 女孩很忐忑 慕友荣她以前可高冷了 我都不敢找她说话 叶卓摸了摸下巴一笔正经 她高冷可能是因为 长得没有漂亮 林莎莎乐得不行 这神奇大宝贝 她懒得再去做饭 拉上女孩就出门了 周月莲很高兴 叶卓能认回自己的亲生母 看得出来 卓卓跟慕友荣不是一类人 这就是古今甘蓝 叶卓也很感触 卓卓聪明又关心我 这么小年纪 就赚钱让他们搬出了地下室 是她这个妈拖累了她 周月莲拍了拍叶书 你就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 这样也能轻松点 叶书捏紧了拳头 经历过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她对爱情和婚姻 也早就没了期待 另一边两人来到了一家 三星米麒麟店 林莎莎却停下来走步 卓卓这家一看就很贵 咱们去买别的吧 没事 今天刚刚赚了比外快 趁着你们来吃顿好的 还没进门 迎面就是一阵嘲笑 这不是初中毕业 就出去打工的林莎莎吗 怎么 叶卓你也跟她来饭店打工 我还以为你搬家了是发达了呢 原来还是打工妹啊 林莎莎怒火中烧 挽起袖子 就要上前干架 叶卓却拉住了她 就是用来嚼别人舌根子的 那这种学历不要也罢 说完 转身就往店里走去 气得胖沈在身后 又是一阵嚎叫 来店里吃饭的 都是非富极贵 林莎莎跟刘姥姥进城市的 四处打量 而叶卓却总觉得 有人在看着她 林莎莎很好奇怎么了 女孩摇了摇头 静止朝前台走去 完全没有注意到 角落里把盘子 扣在脸上的老太太 见他们走了 老太长舒了口气 庆幸没被发现 一旁逝者很震惊 老夫人您这是 老太呵呵一笑 觉得今天的盘子 特别没清目秀呢 试着满脸问号 有钱人 这都什么想法 雍容华贵的岑老太 也是没有想到 吃顿饭 还能遇到被她 匡骗的卓主 不过真是个 凶有秋贺的姑娘 真是越看越喜 云青会所 岑少青 站在二楼扫视了一圈 已经三天了 你输了 黎千东一种不好的 预感涌上心头 果然就见男人 唇脚一勾 你输了去准备直播吧 记得把房间号发给我 黎千东瞬间 如同五雷轰顶 等等 你真的要我直播吃翔 我觉得我还能拯救一下 不要放弃我呀哥 曾五爷神情冷漠 人总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玄机撕捉了片刻 不过确实有爱观瞻 黎千东满寒热泪 我就知道 五个你不会这么坑 自己兄弟的 男人话锋一转 就用猪大肠自身代替吧 回去我会让人 送两斤猪大肠给你 男人裂开了 他才不要 让他生吃猪大肠 那还不如吃翔呢 曾少卿就像看出了 男人的心中所想 做人要有诚信 我就等着你直播了 你敢相信吗 上下班都要接送的小萝莉 竟然是个武力之超强的杀神 晚上舅舅带着栗子饼 照常来接叶卓回家 叶卓心里暖暖的 舅舅 你每天一大早要起来上班 以后就别来接我 叶森皱紧了没 这怎么心意 一个女孩子 每天走夜路都危险 叶卓笑了笑 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而此时不远处几个小混混 男人扬了扬手里的铁棍 都给我打起精神了 拍摄准备好了吗 身后的混混黑黑一笑 放心了 涛哥 准备好了 叶森也注意到前面的火人 心里燃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连忙将女孩护在身后 前面不对劲 你多好 话落一根钢管 刷得指向了她 滚开 我们要你后面的小妞 舅舅虽然害怕 却毫不示弱 有什么冲我来 青年一把将男人提了起来 小子 口气不小啊 放开我舅舅 说着叶卓豪横地扔下了包 给你三分钟 青年单手拎着叶森 偏头看向叶卓眼底 竟是不信 小丫头骗子好大的口气 叶森奋力转头 你跟孩子别掺和大人之间的事 赶快回家 青年舔了舔嘴唇 笑得流利流气 小姑娘你长得不错 如果跟我们去巷子后面玩玩 我们就放过你就走 叶森气得恨不得撕烂 她那张臭嘴 奈何被人提着无能为力 偏偏这细胳膊细腿的大外甥 还是个愣头青 都这种时候了 还在装大 就在这时喧哗的大街上 响起了一门急杀声 离千东看向窗外 那边有小混混在欺负人 这么多大男人 居然欺负一个小女生 真是太不要了 见到这样的事情 她当然要拔刀相助 五哥 你在车里等一会儿 我下去看看 她重横情场这么多年 终于碰见英雄救命的桥段了 只看背影这身材绝了 肯定是个娇弱美女 说不定一敢动 就来个以身相许 不过怎么看背影 有点熟悉 与此同时 女孩黑下了 三秒 青年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什么意思 说时时那时快 谁也没看清 她是怎么出手 只见男人脸上 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把证 紧接着 又被一个回旋踢 直接将男人踹飞了机密院 正打开车门的离千东 看到眼前的场景 直接愣在原地 只见那名柔弱娇女子 一手捏着青年的紧膊 就那么提了起来 另一只手 则是啪啪啪拍着青年的脸 来惹我 我看你是不想混了吧 叶森和几个小混混 简直目瞪狂呆 离千东更是躲进了车里 这哪里是什么娇弱女子 明明就是杀神 就在此时 一个小混混 悄悄地抓起匕首 朝着叶卓胸口刺过去 电光火势之间 离千东一句小心 还没有说出口 哼的一声人 就已经被叶卓踢在了地上 找死吧 搞偷袭 我打死你 离千东惊呆了 这武力值 可比他高多 短短两分钟 一个个被揍的鼻青脸肿 更是规规矩矩 站成了一排 连连求他姑奶来放 叶卓拍了拍手 回去告诉知识你们的人 再有下次 我会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 滚吧 青年文言 马不停蹄地带着他的小弟跑 生怕下一秒 叶卓就哄 这速度跑马拉松 都绰绰有余 还干什么混 叶卓捡起包 舅舅我们回家吧 也是这时 离千东才看清了叶卓的脸 看什么看 没看过人打架 男人下意识地缩回了脖子 还不忘到一身孤奶 刚摆正身子 身后又是一阵比喻 还真听话 男人满脸惊悚 心里不得不承认 叶卓那眼神 真的很吓人 离千东看着远去的人 这才反映过来五哥 刚刚那个人 好像是叶卓 他肯定是在演戏吧 男人接着翻阅经书 他有没有演戏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要吃 肥肠刺身 干了满满一顿肥肠刺身 离千东满脸乔头 他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错 那贾千金就是在玩狱擒 肯定会再次踏进赌场 臭丫头害得他 吃了整整一盘猪大肠 这个仇他必须要报 陈绍青坐在沙发上 腿上放着笔记本 朝他打了个响指 你来了 我有个东西发给你 离千东立即拿起边上的电脑 这是最新的OS系统 陈绍青微微一笑 发给你 不如他知道怎么做 离千东难以置信 OS可是陈氏集团 研究出来的智能系统代号 他五哥从16岁就开始研究 在20岁那年 有了新突破 让陈氏集团 一跃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第一 如今 OS迭代到了4.0 主攻自主学习创新 他希望研究出 可以让人类学会更多知识 带领人类走向未来的 全新人工智能 没想到他五哥 居然这么相信扭古路大神 离千东还是有些犹豫 咱们的千人团队 研究了整整十年的项目 凭扭古路大神一个人能行吗 说着还是不忘 敲击着键盘 登陆着国际科技网站 大神在吗 有个项目想交给您 离千东刚把问题描述完 对方就直接开口 多少钱 男人没想到 大神竟然如此直白 转头就把原话给五哥说了一遍 岑五爷接过电脑 霹里啪啦一阵操作 事成之后 佣金你来定 女孩没想到 对方如此爽快 果然是资本家不缺钱 成交 岑绍青操纵电脑 将文件发了过去 需要多长时间 叶卓粗略地看了下文件 时效不保证 但最晚不超过两个月 可惜自己笔记本太差 要换成他那世界的设备 这些小儿科一天就能搞 岑绍青嘴角一勾 好久没见过这么自信的人了 方便加个微信吗 过了好一会儿 对方才回复抱歉 没兴趣私聊 而在一旁的活狗子 差点憋出了内伤 原来他五哥也有惊天 男人瞬间黑下了 没想到他岑五爷 第一次主动提出加微信 居然被拒绝了 这种感觉还有点兴起 离千东 被这突如其来的轻笑声 吓得毛骨悚然 果然只见男人合上电脑 YC的资料查到了吗 男人立马站直了身子 W被黑了好几次 目前还在追踪 国际部那边给出的回复是 查无此 陈绍青摸了摸薄唇 竟然还有国际信息部 查不到的人 这个YC有点意思 接着查 直到查到为止 这个牛骨路倒是让人好奇 另一边穆家别墅 真千金大叫着 从梦中惊醒 又是那个前世死去的恶望 直至醒来 他都忘不了前世死前的痛苦和绝望 更忘不了那张恐怖的灵 他真的好怕那个男人 这一时他发誓 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抖着手拿着手机 输入了男人的名字 没想到还是查不到 那个人的任何信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方才会再次出现 就在此时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道模糊的身影 对 只要他嫁给岑武爷 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就能彻底摆出噩梦 看来 还得在离千东身上下攻去 谁能想到 大字不识几个的废物假千金 不仅是人人膜拜的科技大佬 更是拥有绝顶医术的小神医 自从上次给易先生 诊断出罕见的寄生虫病 这几日叶卓 都会定期来陈家替一套治疗 只有叶卓知道 他体内的寄生虫 已经驱出了一大半 这些天药 有暗时吃吗 陈乔夜点点头 按照叶小姐你说的 每天都有暗时吃 这些天他清醒的时候 越来越多了 叶卓翻了翻一套的眼皮 那我在家里滋补的 随手写了一副药方 递给陈乔夜 就在这时 门外蹬蹬蹬地 传来匆促的脚步声 神医来了吗 我儿子什么时候能痊愈 女孩微微一笑 要与一个远 他就可以下床走路 虽然早就知道 神医是个女的 但李文如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这么年轻 对她的医术 更是产生了质疑 而一旁李文如的侄女李清月 嘴角却勾起一丝不屑的鼓 她还当神医是谁呢 居然能认出阿诺斯寄生虫 原来是假千金木床 李文如虽然质疑夜拙的本事 但到底是当家主母 还是不禁地感叹 英雄初少年 而李清月却单手捂着嘴巴 表现得满脸不可思议 你是木床 不过就是个废物假千金 绝对不能让她坏了我的好事 李文如却满脸震惊 她就是木床 云今谁不知道 木床是个废物 她真的有医术吗 不能让她继续治了 谢谢叶小姐 诊断出了我们一套的病情 最近我知道 国外有治愈方法 李清月也在盘算 不管怎么样 她都必须把这件事走黄了 陈巧叶却在激励散播 可医生明明说之不了 而躺在床上的男人 咳了几声艰难地爬了起来 妈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再拖下去死路一条 您就让叶小姐继续为我治疗吧 傻孩子 别这么说你有救的 妈 我信得过叶小姐 也信得过乔叶的判断 我求您了 见儿子这样 李文如无奈之下 只好点头答应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李清月站在角落 听着里面的对话声 眼底全是阴冷的神色 于是悄悄来到桌边 把叶卓刚写的药方拍了下来 不能让一涛得救 一涛是独子 只要他死了 李文如肯定会把他 打下的江山交给自己 为了等到这一天 他已经谋划了太久 绝不需有人来破坏 很快为期一个月的烧烤电代班 就要到期了 临走之际 老板娘还不忘叮嘱叶卓 以后要好好读书 虽然这个科技生活 远不如他世界的时代 可这里有难得的人情味 在这里生根 他也不会后悔 女孩正思索着 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岑老太 恐怕没机会再见时 街角却传来了老太太的呼唤 转身就见老太太 哒哒哒地向自己跑来 夜卓很开心 随即也告诉老奶奶 她在烤烤电的工作结束了 老太文言很是震惊 但她大孙子可怎么办 心中更是一阵抽烈 就在女孩要给出联系方式的时候 就见老太太栽档一下 女孩只是在乞丐婆头上点了点 老太太几十年的老毛病 竟然得到了完结 殊不知 破衣烂衫的乞丐婆 实际是为财罚老太 而女孩正是她给吃斋念佛的大孙子 乡中的孙媳妇 老太太惊喜地问她 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夜卓微微一笑 我只是点穴暂缓了疼痛 顺势捏住了老太太的手 我给您耗下脉 虚女孩皱起了没 岑奶奶 你这寒症 得有二十年了吧 岑老太满脸惊讶 你怎么知道 叶子你还懂中医 岑奶奶 您要是信得过 我有个方子 应该可以治您的头疼 老太看着夜卓 眼底全是亮光 她这个头疼 每次发作都痛不欲生 折磨她二十年了 这些年 她遍访了各地名医 都是治标不治本 小叶你真的可以治好吗 叶卓点点头 拿起笔刷刷刷几大笔 这是药方 您拿好 看着行云流水般的捐秀字迹 老太感激得不行 我们叶子真有本事 太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岑奶奶药方上有我的电话 您要是想我了 或者遇到什么事情 都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还有这些钱您收好 想吃什么就吃 随后 挥手和老奶奶告别 望着女孩的背影 老太太眼眶有些湿润 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 也许那时候见面 就得改口称呼我了 一日早上 一家三口坐在餐厅里吃饭 妈妈烧烤店的工作 告一段落了 你以后就别去上班了 叶卓有些着急 她可要加油 不能成为女儿的脱油瓶 卓卓 妈真的已经好了 不能在家 当个让女儿养废人 叶卓喝了口牛奶 妈我想好了 用手里的闲钱 租个店铺开饭馆 您来当老板不好吗 叶卓微微醋梅 这能行吗 我的厨艺给家里人吃吃还成 开店会有人过来吃吗 女孩笑笑 我有方子啊 我可以教您 要是生意好 还可以请专业大厨 叶森趴着米饭 姐的厨艺本来就不错 只是没有卓卓那么见多食果 会吃会做 等以后卓卓教会了你 肯定能赚到大钱 叶卓醋了醋梅 门面房租特别贵啊 普通的一个月也得大几万 姐做生意就是要胆子大 你这么喂手喂脚的 一辈子都发不了态 叶卓微微一笑 舅舅你倒是胆子大 为了赚钱都敢去赌 女孩放下了碗 我把诗补写给您 妈你在家练练手 我去找门面 岑老太回到家 就把药方递给了管家 老张 你按这张药方给我煎药 周湘好奇 妈 什么药啊 岑老太对叶卓是深信不疑 能治好我头疼老毛病的药 闻言周湘很惊讶 真的假的 每个神医给你开的方法 老太太头疼的毛病 有几十年了 至今没治好 在云京居然有了希望 岑奶奶点了点头 这是我孙媳妇给的 周湘满脸黑人问号 这哪里冒出一个孙媳妇来啊 女人恍然 妈 这几天我看您 老是穿着破破烂烂的出去 难道就是去找那孙媳妇 老太微微一笑 是啊 穿成那样 才好看出我孙媳妇的态度 穿成这样 不会把人吓跑 难道您是因为穆家的事 别说我孙子那招 装穷可真好 什么牛鬼蛇神 都会在我这身衣服下 显出原形 周湘无语 可一般姑娘 也不想嫁给乞丐吧 是不是用力过猛啊 我遇到了一个小姑娘 长得漂亮 心地还善良 也不嫌弃 我穿得破 我超喜欢她 这样一说 倒是勾起了周湘的好奇心 真的有您说的那么漂亮 她老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一向都不怎么夸人的 曾老太太指着 电视机里的女主角 比电视里这个漂亮一百倍 不 是一千倍 妈你也太夸张了 她可是宋陈瑜公认的 华夏第一美人 老太满脸不服 就她也是华夏第一美人 那我孙媳妇 就是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而且我孙媳不但长得漂亮 还会医术 才貌双全 这什么鱼根本比不了 周湘都怀疑 她妈是不是中邪了 怎么说着说着 还生气了 张叔 麻烦你去叫林医生过来一趟 老太婆出门一趟 二十多年的老毛病 竟然要好了 不仅有了美艳动人的孙媳妇 孙媳妇 还是医术绝顶的小神医 不禁让周湘怀疑 她老妈是不是中邪了 连忙叫来医生检查药方 然而 看到药方的林医生 却是满脸不屑 都是些条理的药 根本不可能治疗老太太的头疼 正在周湘深信 她妈被骗的时候 老太太却大怒 都还没有吃呢 你怎么知道没用 周湘拉住了 准备冲上去打人的老太子 林医生 是海外归来的名医 她说的肯定没错 男人看着岑老太 却是一点傲慢 如果您之后吃了这些药 出了什么事情 我可没法负责 那我就不吃你开的药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只吃我孙媳妇开的药 林医生不可置信 居然有人宁愿吃土方子 而挺她的治疗 医学是科学 不是迷信 不是中医的树皮草根安慰剂 既然不信任 那她留下来也没用 中医怎么就是迷信了 既然林医生要走 就请便吧 林医生提起药箱 眼底满是肌肤 日后您老人家后悔了 想再请我回来 可没有这个机会了 妈的 一个外省来的土鳖 根本不知道她在云京的名声 我老太婆说话做事 永远不会后悔 香香结霜被枕惊 走好不送 林医生被气得直冒烟 她是真没见过这么顽固 又愚蠢的老太婆 之后 疼得到处打滚时 可别找我救命 而此时的咖啡店李清月 坐在窗前 似乎在躲在着身 不一会儿 一名妆容精致的女人走了过来 对不起我来晚 李清月笑了笑 没关系的有容 咱俩谁跟谁 我给你点了你最爱的卡布奇多 别看李清月 随后拿出拍摄的药方 让慕友荣鉴定 慕友荣接过药方 打开了系统识别 过了一会儿 女人的脸上扬起笑容 放心 这个药方对阿诺斯病症 没有任何不良 她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一个废物 能会什么医术 在李清月眼中 慕友荣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有她提供的阿诺斯原体 比自己用在一掏身上的慢性毒药 安全太多了 轻而听到对方这么说 李清月松了口气 慕友荣淡淡地笑了下 朝李清月举起杯子 祝我们有一场存 李清月也举起杯子 在她看来有目有容地帮忙拿下议事 是迟早的事 叶卓最近有点忙 一边要忙着装修店铺的事情 一边要完成OS系统 一边还要抽出时间指导叶叔的厨艺 很快 叶叔也能完成满满一桌火锅了 两人看得直流口水 操起筷子就开始干饭 厉害了我的姐 叶森朝叶叔伸出大拇指 姐 你这手艺 等开张那天 咱们一定可以赚得锅满滩满 叶卓也是连连叫好 相信他们云京首家兔肉火锅店 必定能无 看着两人狼吞虎咽的样子 叶叔风了口气 对饭馆未来的生意 也充满了信心 因为叶叔和叶森 都还不知道饭馆的位置在哪里 吃完饭之后 叶卓便带着他们去了饭店选址 打开大门 就见一个百十平米的宽敞空间 连说话都有回音 直接把老就吓坏了 叶叔看着 心里又没了底 这万一不成功 可砸着 女孩却微微一笑 妈妈别担心我有计划 到时候 一定是个开门红 大佬一出手 就治好了折磨财阀老奶奶 二十多年的老毛病 老太为了感谢女孩 直接让自己大孙子 以身相许 清晨层母溜达一圈 不见婆婆随即看向庸人 老太太呢 老太太好像还没起床 层母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想到昨天晚上 老太太喝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药 心里一戈灯 难不成老太太出事了 如果那些要真的有问题 那她白死难辞其咎 周相急得登登登地跑上楼 对着老太太的门 就是砰砰砰一阵猛敲 看着半天没人鹰 还被反锁着的门 女人连忙叫庸人将门撞开 就在庸人挽起袖子 准备砸门那一刻 咔的一声门 从里面打开 一脸猛逼的老太 看着一群猛逼的人 你们怎么了 层母马还热泪地抱住老太太 妈你刚刚吓死我了 我看你十点了还没起来 担心您出事了 老太太高兴得眼睛都红了 二十三年了 多亏了那药方 我第一次睡了一次安稳觉 层母这才放下心来 好奇那要这么立竿见影吗 看来您说的那位漂亮小姑娘 还真是为神医 她家住在哪里 我陪您一起去好好拜访谢谢她 层老太却是摇了摇头 这种事要循序渐进 不能着急 我自己去找她就行 毕竟自己还没有说 家里有矿的事 下午过一烂山的层老太 处着拐杖 来到和叶卓约定的地方 再次见到层奶奶叶卓很开心 层老太张开双臂迎接叶卓 你真是太厉害了 那个药方 我才喝了一次 昨晚就没在失眠了 女孩微微一笑 有用就好 感谢就不必了 这都是举手之劳 被折磨多年的老太太 心里很是感激 对我来说 这可是救命之恩啊 都说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 刚好还有一个大孙子 要不然 就让他以身相许吧 叶卓满老子问号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尴尬地抽回了手 我只是单纯地想帮您 您的大孙子还是算了 老太太赶紧说您不要拒绝 随即朝远处招了招手 就见一辆兵力开了过来 叶卓这个假千金 在豪门自然见过一些世美 一看这豪车价值就是千万 难道这老太太家里真的有矿 陈老太也直接摊牌了 小叶子 你现在是不是相信我 你放心 我的孙子很棒的 大家都叫他京城第一帅 大高个一米九 身体健硕长得帅 除了清心寡欲 整天念经吃斋 想到此老太莫名有些心虚 难道他大孙子 那方面不行 叶卓被这一番推销 搞得有点不好意思 陈奶奶 我知道您是一番好意 但是我现在还小 我只想好好学习 老太太失望地坐上车 却依旧不死心 那等你什么时候 想谈恋爱了说一声 我就把她打包送来 叶卓笑着点头 心里却总感觉 这老太太 很嫌弃自家孙子一样 心地善良的叶叔家 没想到全是豺狼虎豹 叶卓回到家 就见忧心忡忡的母亲 在厨房忙活 叶卓满是好奇 探头询问母亲怎么了 叶叔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 你外公外婆要见你 也明白了他们的微妙关系 那还必须去 万一有什么幺蛾子 当场给解决了 放心我陪您去 刚回到叶家 总是要见见他们的 一日 叶叔和叶森 带着叶卓来到了林宅 这是你大姨家 你外公外婆也住这里 看见豪华的独栋别墅 叶卓有些疑惑 他这个大姨条件那么好 为什么会让自己弟弟妹妹 住地下室呢 舅舅看上去 也不怎么开心 给他简单介绍道 我们叶家总共四兄妹 大姐叶双 嫁给了有名的那颗医生林福海 二哥叶帅 现在还在海外没有回来 你妈妈是家里的老三 我是老妖 还有大外生女 你一会儿可要做好准备 叶卓满脸问号 难不成要打架 叶森上前敲了敲门 保姆见来人是叶叔和叶卓 眼底满是轻蔑 招呼也没打 扭头就大喊 太太你的那些穷亲起来了 不一会儿 叶双才从楼上优雅地下来 有些嫌弃地接过水果栏 爸妈在楼上等你呢 我带你上去吧 要不是我从中斡旋 就你以前做那些事 父母这辈子都不想见你 眼角余光打亮了一下身后的女孩 这就是你女儿吧 毕竟外甥女回来了 总是要见一见的 今天你可要听姐姐的别搞砸了 女孩看着所谓的大姨 皱起了眉 嘴上说得那么好意 眼底却满是嘲笑 看来不是什么善茶 叶双带着三人来到了客厅 叶双的父母不懈地 看着叶叔挤人 这就是你生的那个野种吧 我可没说让他来 叶叔没想到 母亲开口就这么扎心 满是心疼地看着女儿 叶卓只是笑笑安慰着母亲没事 看到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叶双呵呵呵地打断了老太婆的话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妈妈就不要再说了 老两口这才收敛了起来 你大姐可都是为你好 一会有什么都要乖乖听话 要是再无你不孝顺 可别怪我们不认你们 叶卓对这外公外婆 是彻底没了好感 这话里话外都如此嫌弃 还叫他们回来 是有什么目的 就在这时 楼下一声大喊 老爷回来了 老两口瞬间换了一副 讨好产妹的嘴脸 叶双更是满脸骄傲 我老公可是国内外有名的那颗大夫 国内各个权贵都请她去问诊的 对了 云京的岑老夫人 就由我老公问诊的 不过你们大概没听说过吧 叶卓一听 岑老太太心想 该不会这么巧吧 叶双陪着笑上前 接过老公的外套 问李先生呢 怎么还没有到 男人看着一家子穷亲戚 眼眼眉胎 李先生随后就道 范白好了吗 林双没话找话 陈家的是怎么样了 陈老夫人有没有后悔 男人听见这茶就来气 你个富道人家 关心那么多干嘛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快点备饭 一会儿贵客就到了 叶双见男人动了怒 连忙跑去了厨房 二十分钟后 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来到了林家别墅 一进门就盯着叶书上下打量 多年不联系的父母一见面 就要把女儿送人 在被姐姐明里暗里一番羞辱后 林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贵客 饭桌上林海福主动给众人介绍 这是李洪伟李先生 是我的患者 也是我的好朋友 咱们都是自己人 不要拒紧随便走 叶卓眉心微醋 他怎么感觉 这个李洪伟的目光 一直往叶书身上描 突然叶书一个鸡铃 饭桌下男人的脚 正轻轻地往他小腿上摩擦 抬头就见对面的李先生 猥琐油腻地挺着嘴唇 顿时吓得叶书站起了身 叶老太健壮 啪得摔了筷子 你做什么 身是没教养 叶母窘迫的开口 我是不小心的 女孩察觉到了妈妈的不对 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林海福招呼李先生 喝茶休息会 而叶双却带着叶书去了书房 今天我让你过来 是想问问你 你觉得李先生怎么样 叶书一时没反应过来 叶双接着道 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 但他可是实实在在的 千万富翁 你要是跟了他 以后就会有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叶书皱着眉连连拒绝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 但我现在 没有再婚的打算 叶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小叔你误会了 我没有要让你再婚的意思 李先生的老家在A市 老婆孩子也都在那边 他就是想在云津安个新家 叶书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让他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做小三绝对不肯 叶双又是一阵嘲讽 能被李先生看上 那是你的福气 我这是在帮你啊 心想一个不知减点的见火 竟然开始挑三减四起来了 一向柔弱的叶书 终于发火了 大姐 你也是女人 你也是别人的妻子 将心补心 如果有人在外面 给大姐夫介绍情妇 你会怎么样 叶双的脸上瞬间大变 在他看来 他给叶书介绍一个 这么好的男人 他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是 怎么能说他老公 在外面有情妇 简直不可理喻 真是没想到 这见火以前傻兮兮的 竟然学会死机了 不能急 必须要促成这事 不然老公医院的投资 就泡汤了 我听说叶卓 现在念的高中学费可不低 你手里的钱够交学费吗 你如果不答应 我们今年可不会再借钱给你了 叶书握紧拳头深吸一口气 你放心 以后我们就算是穷死饿死 也不会再向你们借一分钱 说完 叶书就准备离去 拉开门的瞬间 就见李洪伟 一副色眯眯的表情 正盯着他 叶双也笑着走过来 你多了解一下李总就知道 什么是好男人了 说着还不忘将自己的亲妹妹 往禽兽身上推一把 也没有给叶书拒绝的机会 就直接关上了房门 见叶双从书房走出来 唯独不见叶书 叶卓觉得有些奇怪 我妈呢 叶种就是叶种 半点规矩都没有 你在和谁说话呢 你妈没教过 你见了长辈要叫人吗 既然叶书已经送到李总的床上 这些阿猫阿狗 也没必要留这里了 大老霸气解救老妈 当场与外婆家断绝了血 虚伪自私的大义 为了利益 不惜将自己亲妹妹送给老男人 事成还不忘将 不关人员赶住家 下楼就对着外甥女 叶种叶种的叫 气得舅舅眉毛鼻子凝在了一起 你好歹是个长辈 注意你们说话态度 叶双怒目原争执着大门 这里是我们评价 您要是看不惯我们的言行的话 现在就 见他大姨妈态度转变 如此快叶卓瞬间意识到的不对 越过叶双就往书房 也不顾他大姨妈在身后 哒啦啦地追 来到书房前 就是一阵碰碰碰的哭敲 问妈妈在不在 见叶卓这样 叶森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跟着过来一起开门 可里面没有任何 叶双笑着走过来 拉住叶卓的胳膊 你妈在里面跟李先生聊天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赶快走 叶卓直接挥手甩开了叶双 女人完全没有料到 叶卓的力气居然这么难 就那么活生生地 把他甩在了地上 可接下来的一幕 直接亮瞎了他的狗眼 只见女孩一个回旋梯 大门直接碎成了渣渣 看到门开了 里面的叶书直接扑了 看着衣衫不整的叶书叶卓 连忙将他抱走 王八蛋 敢欺负我姐 叶森挽起袖子 就要揍礼物 受成一道闪电时的叶森 哪里是李冯伟的对手 叶卓立声 妈妈的仇应该拟开 李冯伟看着叶卓的眼神 整个人都在颤抖 正想说什么的时候 空气中一声巨鲜 男人就那么躺在了地上 随后 又是啪啪啪的巴掌声 伴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嘴叫 死胖子 叫你欺负妈 今天不打死你 你要弄情 尽管叶双已经扯破了嗓子 也无法阻止叶卓 对猥琢众暴击 女孩又是单门一脚 询问男人 到底是谁给你的胆 欺负他妈 痛得五官扭曲的林红吻 哀嚎着说 再也不敢 都是林医生给介绍的 叶卓眼神里 是从没有过的努力 是你们吗 林氏夫妇哪敢吭声 谁也没想到一个废物 竟然有这样的身手 叶叔红着眼眶 拉了拉叶卓的衣紧 我们快回去吧 这里他是一名 也待不下去 叶卓也明显感觉到 妈妈的手在颤 看来是真的吓 见三人要离开林海途 急忙朝老婆使了个眼睛 绝不能让他们就这么 叶双心领神会 立即跑过去 拦在三人面前 叶叔你给我站住 赶快让你这个 没教养的女 来给李先生赔个道歉 叶叔看着这个大姐 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窑子里的老宝吗 设计自己的亲妹妹不说 还要赔礼道歉 而在一旁的劳梁 跳出来 给大女儿撑腰 胡说什么 叶双也是给你找个靠山 年纪轻轻 还有个私生女 还装什么 原来这一切父母也知道 本就失望拓懂的叶叔 内心更是四分五裂 而闲贫爱富的老母 哪里能错过 任何一个接近有钱人的情 今天要是不想办法 让李先生原谅的话 以后咱们就断续关系 他可听他大女儿 说过这个李总 可是个有权有势的主 绝对不能让叶叔 这个赔钱货搞砸了 叶叔看向众人心底 一片悲劣 这就是他的血肉至亲 他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会以这样的方式 站在他们的队里面 原来在他们心中 自己早已不是他们的亲 叶卓将叶叔固在了身后 断绝关系是 求之不得 原来不是所有的家庭 都是亲密无间 相濡以沫 女孩第一次来外婆家 就见到家人 连手坑害妈妈的意义 被撞破揭穿后 更是恼羞成目 扬言不给叶卓 打得半死不活的李先生道歉 就断绝关系 女孩听到后 连忙把妈妈固在了身后 要断绝关系是吧 我们求之不得 伪善自私的大姨 装都懒得装了 你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 有什么资格说话 滚一边去 叶叔强忍着 快要绝地的泪水 卓卓说得对 断吧 反正在他们心中 早就没有了他这个女儿 自己也只是他们 可以随便赠送 他人的物品而已 今天他被送给了李公文 说不定 以后就成了他女儿 叶双背起得沸腾 没想到一向 听话顺从的叶叔 现在会如此顽固 你可想清楚了 我这里可没有后悔啊 叶叔满含热泪 坚定地抬起头 放心 我永远不会后悔 雨落转头 看向叶卓和叶森 我们走 叶森你站住 老两头气急败坏 你今天要是敢跟这个 剑骨头一起走的话 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叶森回头嘴角 掀起一丝冷笑 你不是从来就只有 一个宝贝儿子叶帅了 因为他要结婚 房子不够住 我才十七岁 就被你们赶出来了 从小到大 穿的是叶帅不要的衣服 吃的是他的残渣剩饭 从我记事起 我就是我姐带大的 也是我姐较学打工 赚钱给我读书 以后我只有叶树一个姐姐 我和你们这些人 半点关系都没有 说完叶森挽住叶树的胳膊 就往外走 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叶双怒吼 你们三个不知感恩的畜生 记住今天的话 以后要是过来求我 那就给我跪着填脚 叶卓微微回眸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谁求谁还不一定 请你也记住今天的言行 可别当畜生 刚被叶双的眼神吓了个哆嗦 身后又迎来了老公的责骂 你这就让他们走了 李先生那边谁去安抵 他们就是逞强 等我用点手段 过几天 叶叔就会乖乖回来 躺在姓氏的身下 而刚走出别墅的姐弟俩 此刻是无比轻松 容忍了三十年 今天总算是解脱了 叶卓更是订了餐厅 准备带着两人 好好庆祝一番 另一边忙碌了一天的 陈绍青带着小跟班回到家 罕见地看见精神饱满的老太太 不禁好奇 是真的没事了吗 老太太高兴地溜达了一圈 当然 现在失眠头疼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不仅没事 还给你找了个漂亮奇邦 陈绍青站起了身 他到底要怎么告诉他 奶奶自己是真的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老太太满脸不屑 拿起拐杖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别跑 一副看不上人家的样子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男人依旧一副佛祖在心中的形象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我很满足现状 我觉得 两个人过日子太过喧闹 一个人就刚刚好 老太太上下打亮了一眼大孙子 实话告诉奶奶 你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 饶是岑五爷再怎么高冷听到这话 也是满脑的灰心 后面看戏的黎大少 捂着嘴也笑出了声 男人说他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说他不行 岑五爷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奶奶您多虑了 老太太这才松了口气 健康就好 对了 我今天给你整了十圈大补汤 你一会儿都给我喝下去 毕竟岁数大了 不好好保养机能 退化了就不好了 黎千东听到这话 再也憋不住 紧扶着墙壁 生怕把自己笑倒了 男人是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我还有工作要忙 先去书房了 老太太埋怨了两句 转头忽然盯上了 快被笑死的黎千东 他大孙子整天 就和这个男人混在一起 连个母蚊子都没有 难不成他喜欢男人 千东 我问你啊 你和少卿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听见老太太这话 原本板直听教的黎千东 差点喷出一桶毛血 当即表示 老太太你别乱说 五哥会撕了我的 我先回去了 你可别误会啊 看着逃失的小伙子 老太太陷入了迷茫 真的不是吗 望着一桌子驴肉海参 简直生无可恋 他这祖母 可真是病急乱投意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孩 能让他用这么极端的方法 随着一串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夜市私房菜正式开宴 一小时过去 满是期待的几人 却没有迎来一个客人 只有路边几个八婆的嘲笑 什么夜市私房菜真是傻逼 开在巷子里投鬼大爷来吃 看看他能开多久 听着闲言碎语 夜书满是忧愁 真当心 到时候亏得血本无归 夜卓笑着拍了拍母亲的肩膀 您别灰心 现在还没有到饭点了 舅舅你去上班吧 妈您先去准备150份麻辣兔头 然后150份饭钱甜点 听见这数量 夜森都震惊不已 夜书却是皱起了眉 生怕浪费 旁边的八婆 却是笑得合不容嘴 那么多 会有人来吃吗 我看着这店 马上就要倒闭了 先前还当心 抢咱们生意 真是多虑 就在这时 身后一个女生不确定地问 这里是八成路62号夜市私房菜吗 两八婆吓了一跳 居然还真有人 女生笑了笑 你们这里还挺难找的 我在外卖网上 抢到了这个优惠券 说点餐八折 还免费送一份饭钱甜点 是真的吗 夜卓笑意盈盈地走过来 可以呢 您过来这边坐 我验一下卷 看到夜卓女生愣了下 这个小姐姐 也太漂亮了吧 简直神仙颜值啊 夜卓将女生 带到靠窗座位 这是我们店 赠送您的饭钱甜点桃花酥 您先尝尝 夜卓走后 女生尝了一口 原本以为赠送的东西 味道肯定不会太好 没想到 居然这么精明 很快 夜卓就将麻辣兔头 和配菜端了上来 女生迫不及待地 加了一筷子 麻辣鲜香好吃的 都快哭了 女孩掏出手机 这么好吃的餐馆 她必须给宣传宣传 很快又有人慕名前来 越接近饭点 吃饭的人就越来越多 看到店里生意这么好 两八婆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在他们记忆里 这项目 可从来没这么多人 手忙脚乱的夜书 完全愣住了 卓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这么多顾客 她一个人完全忙不过来 夜卓笑着解释 大概是三天前 她入住了美食平台 并在网站上 设置了优惠现实强的活动 估计是广告起作用了 其实还有害怕网站流量不够 她还专门为此写了个脚本 加大了宣传利益 看到店里第一天生意就这么好 夜书是干尽满满一点也不觉得累 一直到下午两点 看着渐渐减少的客人 这才松了口气 卓卓妈妈 给你下个面条吧 赚钱小能手 是一分钟都舍不得浪费 趁着有空又刷了两个小任务 可惜手机计算能力不行 不能做什么大型任务 夜卓是一个从不看国际网站论坛的人 殊不知 此时国际论坛上都是讨论坛 纽滤路家族直呼爸爸威武 短短两天就完成了20个任务 简直就是神 更有嫉妒者直呼纽滤路 其实是千人团队者 毕竟最有资历的M大神 一天也只完成一个任务 双方各执一词 在论坛上争执不休 而此时的岑家别墅 纽滤路YC的大头粉 黎千东也加入了战争 居然敢怀疑大神 看纽滤路黎少 可不是吃素 干完一架后 又打开聊天窗口 大神 你不要在议论坛上的那些话 我们都相信你 夜卓顺手打了个问号 什么论坛我从来不看 屏幕前的黎千东 当场在论多 果然是大神 根本不在意凡人的闲言碎语 魂穿而来的豪门贾千金 正式开始逆袭 先是治好了 冰死之人的绝症 而后又在国际网站 展现逆天技术 现在单起老板 更是让餐馆热闹非凡 开业第一天 四下无人的巷子 就排起了长队 甚至因为味道绝佳 都有回复客 原先等着看笑话的八婆 直接喊为天理 都把整条街的客人吸走 以后他们还怎么做生意 与此同时 一辆豪华的兵力 正路过巷口 后座男人 手握金书优雅抬头 千东停一下 黎大少刷的一下来 那个急山 岑少卿看向 人山人海的小巷 你有没有闻到香味 黎千东嗅了嗅 瞬间惊神了起 好觉得麻辣味 岑五爷望楼望窗外 应该就在这巷子深处 你去买几分回来 我带回去 给母亲和老夫人尝一下 二十分钟后 黎千东满头大汗的 提来了两把包 五哥你是不知道 这店生意有多好 挤都挤不进去 好不容易抢到五份 还是花钱贿赂排队的人买 岑五爷打开包装袋 逼补麻辣诱人的香味 直冲口 这个味道正宗 不比商场里那些花脸不少 这般优秀的厨艺 却开在这优身小巷 店主有意思 你去调查一下这家店 如果不错 我们可以投资一下 黎千东是真没想到 他五哥这两天 被老夫人纠缠的心烦意乱 竟然会被这小小户头 给安抚好 看来 他以后得多来这家店逛逛 还不到八点 夜术准备的菜品 就售庆了 开业第一天 生意就这么好 老舅惊得何不拢酒 叶卓笑了笑 今天满座 营业额一共一万两千三百八 不过做活动优惠 毛利只有百分之四十 叶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算下来也五千了 他一个月打工累死累活才三千多 这要他怎么接手 叶卓微微一笑 仿佛一切都在他预料中 这只是开始 以后我们多准备菜品 请服务生 更新菜单 会挣得更多 再加上他在网上接任务 改善叶家的生活 只是时间问题 几天过去 夜市私房菜 渐渐步入阵容了 不仅请了好几个服务生 还更新了特色菜品 每天客四云来 钱也是流水般哗啦啦的进程 叶叔也不再担心 会有血本无归那一天 就算女儿不在 自己也能管理银店 卓卓你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想买点东西 去看你周阿姨 告诉她开店的事情 叶卓点了点头 刚好莎莎姐明天休息 要不咱们就明天去看 第二天 母女俩买了一大堆礼品 去了周月临家 叶叔和叶卓的到来 让周月连乐开了花 莎莎你书一颗卓卓来 听见自己的小姐妹来了 林莎莎眼貌精心地 冲出了房间 紧紧地抱着叶卓 几日不见 真的好想 我爸去买菜了 他做饭超级好吃 你先陪我玩会儿游戏吧 叶卓也没拒绝 跟他进了卧室 林莎莎拿起手机 兴奋的不行 你看啊 就是这个游戏超好玩的 叶卓微微挑眉 我看我就好像 也挺喜欢玩这个游戏的 这个真的好玩吗 林莎莎激动了起来 真的超好玩 来吧来吧 我带你飞 你敢相信吗 游戏小白 竟要带科技大佬飞 就在刚刚 叶叔带着叶卓 来到了周月莲家做客 闲来无事的林莎莎 为了找到开飞的队友 拉着叶卓 就要教她打游戏 叶卓也毫不客气 虚心学习了起来 就在两人玩得 津津有味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开门的周月莲 见来人是莎莎所谓的男影 瞬间没了心情 男人笑着帝国果然 妈 我来看莎莎 听见一身妈周月莲 鸡皮疙瘩掉一地 还没有结婚呢 叫我伯母就好 听见熟悉的声音 林莎莎飞奔而出 张全也毫不避讳 一把将林莎莎搂入怀中 我要去跑销售了 先来看看你 我妈还给你买了点水果 对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 改口叫妈 可爱单纯的林莎莎 哪里受得了男人 突如其来的甜言蜜语 红着脸转移话题 我给你介绍下 我的好朋友卓卓 随即从房间 把女孩拉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好友叶卓 卓卓 这是我男友张全 叶卓微笑点头 打着招呼 这白皙的脸庞 乌黑深邃的眼眸 真的好像洋娃娃 她似乎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精致漂亮的女孩 林莎看着张全 一副痴汗样 忍不住打断 你还要忙工作吧 先去忙吧 回头再聊 闻言 男人只能尴尬转身 好的那沙沙 晚上打电话 不多时走出林家 看着身后高耸熟悉的大门 叶卓是吗 长得真不错 看着灰头土脸 离去的男友林莎莎 满是怒气 妈妈 你对张全有偏见 林月莲很事无辜 你不要恋爱脑 那个张全她 还没有等林月莲说完 林莎莎头也不回地 往房间跑 她对我是真心的 不要你操心 说完便重重地 摔上了房门 看着母女两人的相处 叶叔有些担忧 小莲不用这样激烈反对吧 林月莲也是有苦难言 她总觉得 那个张全家怪怪的 但是莎莎是个恋爱脑 也不听劝 她是真怕她受伤后望 房间那叶卓也在劝谨 周阿姨是真的担心你 有什么事情 就好好沟通吧 林莎莎愚怒未消 你别管了 她就是偏见 等我和张全结婚 过得幸福美满 她就不会干涉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看看你的游戏 打得怎么样了 说着 从叶卓手里拿过手机 这一看 可把林莎杀下了一大跳 这才多久 青铜就生到新药了 卓卓 你真是超级大佬啊 女孩微微一笑 很是谦虚 一般一般 刚开始我也输了的 可你很快就飞升了 卓卓你是游戏天才 要不你直播玩游戏吧 可以玩又能赚钱 听到正前叶卓眼睛又是一亮 什么直播 怎么赚钱 林莎莎打开直播APP 点开了热度最高的直播间 你看这个 这是目前最厉害的游戏主播 一场直播下来 能赚十几万呢 你有颜值有技术 肯定会火的 叶卓看了看 觉得还挺有意思 那我回去就注册了 这对夫妇太可怜 含辛茹苦地把侄女养大 没想到 侄女却是条六亲不认的白眼狼 不禁盯上了他们的财产 就连老两口的独子也不放过 一大早 李文如就接到了儿媳妇的电话 说有重大事情找他们 原本就着急儿子病情的一母 更慌张了 文言李清月心中大喜 肯定一掏出事了 从此一家的财产都是他的 转身就是一副天他的表情 难道是表哥并发症去世了 我的天啊 会不会是陈桥叶给他吃了乱七八糟的要出事了 一句话 吓得李文如摇摇欲坠 李清月立马上前扶住 姑妈您别担心 表哥一定会吉人天象的 李文如心中的五官都扭曲了 如果滔滔出事 我就让陈桥叶那个贱人偿命 一学正的情绪 虽然看起来比李文如要好些 但眼眶却也红了 在他看来 媳妇没有明说 就还有准机 李清月扯着嗓子 呜呜地走在身后 如果表哥真有万一 不止陈桥叶 还有叶卓 是他们害死了表哥 一定要让他们偿命 戏还没有表演完 就听见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 你说 要谁偿命呢 李清月怒目原争 当然是叶卓和陈桥叶 为我表哥 看到门那边站着的人 女人瞬间愣住 这怎么可能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边上李文如大步跨了过去 上下打量着一掏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没出事 还好好的 一掏低下头 是的 妈妈不要担心了 我好了 一学正感觉就像在做梦一般 你不是已经在床上 躺了近一年了 现在是我的幻觉吗 一掏原地转了个圈 爸妈你们看 我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 李文如一把勾住了一掏的脖子 真是太好了 菩萨保佑 谢谢老天爷 把涛涛重新还给了我 一掏苦笑 妈 我是吃了叶小姐的药材好起来的 跟菩萨和老天爷有什么关系 李文如一把抓住陈桥叶的手 红着眼眶 是妈错怪你了 桥叶谢谢你 对了 还有叶小姐 快联系恩人 我要好好地谢谢她 李清月站在一边捏着拳头 感觉自己就像个局外人 难道真是叶卓治好了一掏 她不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吗 一掏没死 那她怎么办 她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绝对不能放弃 一世集团还有一家都是她的 谁都不能强抖属于她的东西 爸妈 我和乔叶想去叶小姐家 当面谢谢她 李文如连连应下 好好 我们马上去 李清月努力地挤出一次笑容 姑妈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以前我对叶小姐也有些误会 这一次 我也想当着叶小姐的命 给她道个歉 她得去探查一下 上次叶卓开的药方 慕友荣说 对一掏的病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如果不行 那就再给一掏下一次毒 然后想办法再栽到叶卓身上 云青谁人不知的草包贾千金 竟然是个神医 短短一个月 就让冰死之人奇迹般恢复了健康 叶小姐多亏了你 我痊愈了 叶卓话还没有说完 李文如就冲过去 激动地抓住叶卓的手 我们全家都要当面感谢你 叶神医 多谢你治好了我儿子的病 你就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叶卓被摇的头鱼眼花 还不忘请众人进屋 李清月适时地站了出来 叶小姐对不起 以前我对你有误会 并且还质疑过你的医术 现在想想 真是太不应该了 请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 叶卓淡淡一笑 人吃五骨杂粮 谁不会犯错了 李小姐不必放在心上 李清月松了口气 这么轻易地就原谅了她 看来叶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聪明 雨落叶卓转眸 看向李文如 伯母关于易先生的病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 方便跟我过来下吗 李文如很吃忐忑 随即拉上叶卓的手 你们坐这里等着 我和叶小姐聊下之后的调论 见叶卓关上房门 李文如心底一惊 叶小姐是不是滔滔 那孩子的病又严重了 您直说我撑得住 叶卓摇摇头 您放心 易先生的病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阿诺斯病症 是极其罕见的传染病 所以 易先生的病症 绝对不是偶然 你的意思是 家贼男房 我不过三十五岁 李文如也在这个时候明白过来 要害滔滔的人是谁 叶卓神色淡淡 易先生出世之后 谁受益最大 那个家贼就是谁 在叶卓看来 那个李清月前居后宫言语虚问 必有问题 李文如眉头紧锁 难不成是清月和乔艳 易太太至今没有此次 害死易先生 对他百亥无一利 李文如的心都凉了 不确定地看向叶卓 你说的难道是清月 可 可她是我亲侄女 她爸妈死得早 是我一手把她养大的 所以 易先生出世的话 她就是你们唯一的亲人 而且 我没猜错的话 在此之前 李小姐肯定很笃定地认为 易先生已经死了吧 文言李文如心里一咯噔 因为叶卓说得太对了 李清月就像早有准备一样 而且 他们确实有过 让李清月继承 易氏集团的打算 李文如直接哭出了声 我把她视如己出 她怎么能这么对我 怎么能这么对涛涛 叶卓轻轻挽起了李文如 易先生 现在已经没事了 伯母为了一个白眼狼 伤心不值得 女人这才惊醒 对她现在不能冲动 不能打草惊蛇 如果李清月狼子野心 一定也渗透了公司 她必须要一击毙命 她不但要把李清月 以前吞的东西吐出来 还要让她退一层皮 真当她商界铁梁子 是白叫的吗 等两人再次来到客厅 李文如脸上已经恢复了正常 李清月紧张地迎上去 姑妈 你们聊完了 表哥没事吧 李文如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大事 就是盯住我 别让滔滔再去冒险了 李清月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刚刚都担心死我 女人抬头看着这个侄女 只觉得她陌生到可怕 这么多年 她居然养了一条 土着杏子的毒蛇 幸好发现了急事 夜神医诊惊 我会再打一倍 在你的账户上 如果以后 有需要我们一家帮忙的 尽管说 要没有夜神医 他们就要把全部财产 给了害死儿子的仇人了 现在 她可要为她儿子 好好谋划 处理掉这条毒蛇 果然大佬穿越 都是自带外挂的 就在刚刚 夜卓制好了一掏 并且提醒一夫人 清理家贼后 一个虚拟电脑 悬浮在这前 或许对于这个世界的人很陌生 但是对于夜卓 却不要太熟悉 这正是麦金塔 世界上最早的家用电脑 天降设备 夜卓二话不说 就上手操作 没想到还真能使用 虽然是麦金塔的外形 但性能却是超过了 这个时代所有电脑 虽然远远比不上 她的子梦 但支持四维编程 可以虚拟使用 有了这台电脑 OS的开发速度 又可以提高了 随后 夜卓将电脑 收成了遥控形态 兵攻得加一 一脸猛逼的夜卓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一边正在大势恢复的慕友荣 整个人却是一阵抽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这一瞬间 慕友荣在闺蜜眼中 都瞅了解 就在这时 系统仿佛要爆裂般 不停地发出警告 听见系统的惨叫 慕友荣有些慌 连忙告别了同伴 哒哒哒地跑去了卫生间 看见镜中 毫无光泽的脸庞 慕友荣 显直不能接受 系统你快出来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狗袋系统 犹如触电般 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未来扰动失败 需要宿主 重新注入能量 慕友荣瞬间雷撑电路 到底是谁导致的 我要杀了他 那股力量难以定位 需要宿主自己寻找 话还没有说完 狗袋系统 终于无可实称 消失在心中 一日到了北桥高中 开学的日子 大家都来得比较早 唯独剩下叶卓的座位 还空荡荡的 众人更是一脸纷纷 你们说慕卓 怎么还不来啊 什么慕卓 他现在叫叶卓 他也配心慕 咱们笑话慕友荣 比他漂亮一百岁 假的就是假的 我要是他的话 我也不好意思了 其实我今天也是为了看戏 才来这么早 安利兹听到这些话 一张素白的小脸上 全是粪 你们不要再说 被报错 也不是卓卓愿意的 他当时 那么小他能决定什么 安利兹你以为你是谁啊 叶卓就是恶心 就是不要脸 他就是故意的 要不然 他怎么不敢来上学 就是啊 丑人多作怪 做得今天的下场 也是伙伴 而此时 一个清新脱俗的美女 正向606教室 缓缓走去 一路上 同学们的眼睛 都没有挪开过 纷纷感叹 这转校生的颜值逆天 在校园每人手跑 都不为过 几人还在和安利兹 喋喋不休 就在这时 空气中传来清脆的推门声 不好意思 要让你们失望了 我来了 原本喧闹的教室 在此时安静下来 众人都抬眸朝门口处看去 只见一道靓丽的身影 缓缓走来 卧槽 这也太好看了 比笑花木有容还要好看 这是谁啊 新来的转校生 众人的目光 随着叶卓的步伐 一点一点地转动着 就在叶卓慢条丝里地 坐在园主的座位上时 空气中 响起一道道倒吸凉气的声音 这 这是木卓 叶卓微微回眸 清浅的眼底 半点杂志也没有 现在我改名字了 叫叶卓 原主品味低俗 为人愚笨 声名狼藉 还化着难看的浓妆 只有同桌安丽兹 是他在班上唯一的朋友 安丽兹处处维护叶卓 每次有人想欺负叶卓时 他都会挺身而出 看着震惊万分的安丽兹 叶卓伸出了手 你不认识我了 文言安丽兹两眼放光 卓卓 你不化妆的样子 也太好看了 我早就说过 你不该化妆的 没想到叶卓 原来这么好看 怎么你想追的 看你那红扑扑的老脸 难道你不想 看着班里的男生 都被叶卓迷得神魂颠倒 个个都很没树影 就在这时 教师们又被推开了 叶卓 你来班主任办公室一下 全能千金考试 只考了51分 开学第一天 就被班主任嫌弃 拖后腿 要班级 这是你上学期 期末考试的成绩 你自己看一下 叶卓接过成绩册 嘴角忍不住抽搐 好像确实惨不忍睹 也难怪班主任 脸色那么难 叶卓和尚成绩弯下腰 老师您放心 我以后肯定好好学习 不给班级拖后腿 班主任一脸嫌弃 咱们火箭班 都是平时里考进来的 连倒数第二杨凯同学 总分都考了528分 你在我们班上 就是个笑话 你以后就转到七班去吧 钱大宝喝着水心底 别急多开心 这没了木家的超能力 总算是可以 把这个拖油瓶甩了 叶卓委屈巴巴 钱老师 我保证 这学期一定考到600分以上 男人一口水喷了出来 600分 人贵有自知 我们火箭班实在是不适合你 你还是去七班吧 本以为叶卓听到这句话 我翻脸 没想到 对方却笑眠你 好的钱老师 知道 于是在开学第一天 叶卓被迫换到了七班 今天有个新同学 转到我们班来 大家赌场欢迎一下 此言一出台下 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乘声 甚至还有人吹起了口哨 卧槽 大美女啊 听说她就是隔壁火箭般的木镯 木家那个假千金 女孩找了空位坐下 看向一旁呆萌可爱的女生 我是叶卓 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 请多观照 新同桌意外地看了眼叶卓 整个人紧张到不行 我 我叫赵冰婷 这么漂亮的女生 她都怀疑是否能和平相处 与此同时 京城山河庄园一个助理 拿着文件 正向林氏家主汇报着 老板 T国和L国的 鉴定结果出来了 林锦城 结果看到上面的文字 眼底的光 又暗门了下去 就在这石门外 响起了灯灯灯的脚步声 她还没来得及将文件收起 外面的人就走进来了 你竟然还不死心 你居然让人去博外做了鉴定 我早告诉过你 叶友荣根本不可能是 我们林家的骨肉 那个叶叔 就是个贪图富贵 水性洋花的女人 当年她就不该心软 让两人在一起 但敌不过叶叔怀孕 林锦城的吉利宝 只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导致叶叔独自离开生下孩子 在叶叔生产时 她也并不知道 叶叔怀的是双胞胎 只抱走了先出生的林祖 没想到17年后 却意外得知 叶叔怀的是龙凤胎 不过那孩子长得 并不像林锦城 更不像她的双胞胎哥哥 我知道你不信 所以我还去了其他五国 做了亲子鉴定来看 那个穆友荣 和你毫无关系 儿子叶叔是个不知简点的女人 我不允许阿泽有这样的母亲 林家竹母 必须是个得体的女人 绝对不可能是叶叔 我看倩华就不错 妈 我对倩华没有任何不该有的心思 如果您不想让当年的事情 再发生第二遍的话 这样的话 请您以后不要再说了 雨落林锦城 处着拐杖就往外走 刚出门就撞见了 来送汤的冯倩华 锦城哥 我刚熬的要不要来一点 男人直接越过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真是瘸了 都还这么对他 永远都是这样 只有对叶叔 才会那么温柔 但叶叔已经是个 水性羊花的贱货了 也只有自己 能嫁给他 成为真正的林家竹母 被赶出豪门的贾千金刚开学 就被嘲笑是穷地下等人 可没人知道 女孩不仅绿正百万 还早已当上了老板 来到放学时间 绿茶木有荣 依旧在维持自己的人设 周围纷纷都在赞参她的美色 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我倒是觉得 她好像没那么好看 你看见那个贾千金叶卓了吗 真是没想到 她卸了妆魂那么好看 就像有种天然去雕饰的样子 再次听见叶卓的名字 木有荣瞬间脸色阴沉 她竟然还有脸在上学 你给我等着 随后一脸愤怒地 坐上了回家的车 系统 你到底要装死到什么时候 我需要马上恢复我的容貌 不然我怎么吸引层五颜 一声呼唤系统花的闪现 需要宿主利用现在的技能 去快速接近层五颜 提高好感度 才能释放更多技能 木有荣彻底暴怒 我都碰不到他人 倒是离千东的好感 直到百分之八十了 你再给我查查 层五颜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可以投其所好 丁 特殊任务不能查询 可恶 到现在 他只知道 存五颜喜欢下象棋 难道只能从这个方面入手 等等那是叶卓 这冒牌货 倒是过得不错 看起来真是不爽 给我查一下叶卓的弱点 或者把它给我变丑一点 丁 特殊人物不能查询 听到达父母有龙暴跳如雷 为什么 他怎么也是特殊人物了 系统敞开两条狗腿 叶卓与你此消彼长 只有彻底打压叶卓 才能释放系统更多能力 妈的 难道叶卓那个废物 真的变了 我可是重生回来的 打压叶卓 都不用老子出手 让李清岳去就可以了 于是掏出手机 就被李清岳拨出了电话 关机了 这都一个多星期没联系了 难道是一掏死了 对方在忙着接手意识彩团 看来这回得亲自出手 处理这件事 而路边舔着冰淇淋的叶卓想着 马上又能有一大笔入账 乐得不醒 多亏他那台神秘的思维电脑 让他一边上课一边编程 OS系统已经提前完成了三分之二 剩下的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转眼周六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夜市私房菜的巷子口 李清东转着钥匙 五哥刚刚我问过大神了 大神说 下个星期就能完成OS系统 等五爷一手关着车门 一手捏着锅珠 查到扭呼噜的真实身份了 李清东尴尬地摸了摸头 大神太神明了 哪是凡人能查到的 不过五哥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这小餐馆吃饭 男人微微扬起了唇 上次打包的菜奶奶和母亲都赞不绝口 这厨师手艺出色 如果其他菜也不错 我不介意直接把这馆子买下来 给曾家做菜 这么高评价 真有那么好吃 另一边木有龙在得知李清东的行动后 立即就带着曾柔和零五月 去了夜市私房菜 毕竟有绿叶的存在 才能衬托出高贵美丽的高领之花 刚进门一道甜美的声音 就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那不是叶卓 他居然又在这里当服务员了 这店叫夜市私房菜 该不会是 夜卓就是个废物而已 他能开店 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木有龙咬紧了唇 别关心一个小小的服务生了 点菜吧 他今天可不是为了夜卓来的 这个豪门千金 好不容易重生回来 不好好搞事业 却一心想着掉凯子 用尽了各种手段 今天终于如愿地见到了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奶 果然是天生的王者 仅仅一个背影 就让人遍体声寒 木有龙勾了勾唇脚 朝零五月和曾柔蛇的眼色 咱们坐那边吧 看见小跑来的夜卓 木有龙强忍着不意 夜卓不动声色地挑眉 难不成又是来找事的 请问三位要吃点什么 一旁零五月 看着夜卓就来气 文生就准备给夜卓一个教训 木有龙一把将他按住 能麻烦你给我介绍下 这里特色菜吗 夜卓拿着菜单 麻辣兔头火锅 是本店的特色 你们可以试试 木有龙一点不可思议 如果他没记错 曾五爷可是素食主义者 这么好的机会 必须表现一下 天哪 兔兔那么可爱 怎么能吃兔兔 夜卓微微一笑 老鼠不可爱 要给你来一只吗 扑辞 后桌正喝水的黎千冬 一个没忍住嘴里的水 全部喷了出去 而黎千冬对面的男人 文言微微抬眸 这小丫头 嘴巴够厉害 看来不是个好招惹的主 听见这话 林五月曾柔俊然起身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木有龙眯了眯眼睛 我常年吃素 罪孽深重 我建议你们 把店里的兔肉 全部换成素食 让兔子们回归大自然 夜卓微微皱眉 这是在闹哪一处 圣母上身啊 难道萝卜青菜 就没有生命吗 建议穆小姐 最好把米饭和水一起溅 你多喝一口水 地球上就会少一口水 多可死一只小兔子 木有龙不可思议地 看着夜卓 这个废物是怎么回事 口识怎么变得这么凌厉了 看着自己心中的女神被欺负 黎千冬竖起了眉 这夜卓嘴巴太损了 五哥 穆家千金跟你一样 他也是 这么说来 你跟他还挺有缘分的 陈绍青不紧不慢地偏过头 你不觉得 夜卓无论是气质 容貌 还是举止谈吐 比起木有龙来 更像一个名门千金吗 黎千冬皱眉 五哥 你可别被夜卓骗了 说不定 刚刚他都是演了 你什么时候瞎的 陈绍青脸动着佛珠 低沉的声音里 裹着几层寒意 真正在演戏的人 是木有龙 不过很显然 他低过了夜卓 一向为陈五爷 马首是三的黎千冬 潜意识中 正在接受陈绍青的话 可乃能干过木有龙的外挂 哪怕有一点质疑 催眠技能 就会嗡嗡发动 五哥 你真的误会木小姐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上次我看到 他在路边喂流浪狗 上上次 我看到他送一个 迷路的小朋友回家 还有上上上次 陈绍青笑了笑 每次都被你看见 还不是故意的 你今年是28岁 不是8岁 多动动脑子 五哥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像个傻子吗 陈绍青悠然地喝了口水 自信一点 把相换成事 黎千东太过激动 一个起身 直接将桌子上的茶壶 都震翻了 眼看茶壶就要坠地 一只素白如玉的手 快速接入 小青这里面 是刚冲泡的茶水 很烫的 陈绍青微微抬眸 身手不错 谢谢 叶卓微微低眸 大大方方地迎上 陈绍青的眼 四目碰撞电光火石之间 似是有连一刺起 但很快便消失不见 这双眼睛 是那天晚上 在木家宴会上 看到的那个台 原来木有龙 是眼给他看的 陈绍青愣了下 很多人都怕 他身上的戾气说话 都要避开他的眼睛 没曾想 今天碰到了个例外 黎千栋颤抖地盯着水壶 五哥你不会是 看上叶卓了吧 他这是欲擒故纵勾引你 陈绍青淡淡 你把叶卓想得太不堪了 他根本不需要欲擒故纵 而且 我是不婚主义 叶卓的人生目标 也不见得就是结婚生子 如果叶卓还是木卓 估计也看不到这样的叶卓吧 光润低沉的嗓音 欢红着实的背影 哪怕看一眼 都让人遍体声寒 果然是天生的王者 今天的目标 就是要拿下这个陈绍青 他必须得让陈绍青知道 他有多温柔 我只能吃素 吃肉吧 他得表现得和其他雍之俗粉不一样 林伍玥和曾柔 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这友荣什么时候开始吃醋了 奈何陈绍青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他一眼 起身就要走了 听见陈绍青要走 木友荣满脸震惊 他都还没有开始表演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于是就在岑武爷路过之际 木友荣起身一个亮枪 就往岑绍青身上跌 没成想岑绍青一个闪身 直接落了个空 还好黎大少迅速上前街 友荣小姐没事吧 好巧没想到 也在这里示范 然而木友荣 却没有给李千东一个眼神 看着岑绍青的背影 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魅力值 对他完全没应 看来只能加强 对黎千东的催眠暗示了 转身抓起黎大少 就发动了技能 黎千东恍然 果然你才是最适合五哥的 而此时正在一旁收钞票的叶卓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流穿过 木友荣又在 难道是他带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不过和他也没什么关系 努力挣钱才是王榜 晚上叶卓回到家 洗了个澡就去直播了 他今天直播的不是游戏 而是象棋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他都非常喜欢象棋 可惜未来下象棋的人太少 他只能写AI程序和电脑对战 不过现在归样了 只要有人来了 就能快点了 开播就是七级骑士 直播间的宝子们一片哗然 小姐姐不是找人带打的吧 叶卓瞄了眼弹幕 还是个七级骑士而已 需要带打 卧槽 小姐姐声音真好听 小姐姐露个脸吧 技术流不需要靠研制吃饭 来了 匹配的还挺快 那就开始吧 叶卓语调虽然漫不经心 但下棋的速度却是风驰电车 几乎对方刚下他就跟上了 就像不需要思考一样 修长如玉的指尖 对上冷硬的黑色线盘 形成一道极美的风景线 战况越来越激烈 双方似是陷入僵局 步步紧追 谁也不放过谁 很显然 对方也是个高手 而此时的岑宅 岑绍青看着棋盘 眉头紧死 好久都没有遇到对手了 下手如此快准 很多怀疑对方是个职业棋手 此时 岑绍青步了好久的局 一个局上局 立马被叶卓看出了破绽 女孩顺势挪动 将一击绝杀 大屏幕上又是一阵欢腾 卧槽主播6666 主播这招一花接木 实在是厉害 主播再玩一局 叶卓看了眼时间 不玩了该睡觉了 你们也早点睡 说完就关掉了直播 另一边 五分钟都没到 就被KO两次的 陈绍青不淡定了 无论是生活中 还是网络上 他都没遇到过对手 今天还是头一回 突然输给一个陌生人 让他有些异难评 陈绍青吞上了箱 一手撵着佛珠 一手握着鼠标 点开了对方的资料 喜特拉YC 陈绍青莫名地 想起了你的部落 难不成是同一个人 但是 YC最近正忙着做OS系统 应该没时间玩游戏才是 陈绍青愣了愣神鼠标下滑 点击添加好友 却发现对方 设置为不可添加 这高冷饭 倒是和扭呼噜有点像 另一边木有荣 在网站上找了一圈 也不见陈绍青的身影 对着系统 就是一阵怒 你不是说 陈绍青经常上这个网站吗 为什么他还没上线 这次系统却没能回答 只是噼里啪啦咔咔作响 突然又是一阵乱马传来 系统能量波动 商城功能暂时关闭 请宿主尽快做任务 提升层舞野好感 重新开启商城 木有荣彻底没了耐心 他都不在线 我怎么用超高的旗翼去吸引他 你要我怎么完成任务 等等 系统说过 夜卓很麻烦吗 那如果我折磨或弄死他 会不会野场积分呢 人人唾弃的草包千金 竟摇身一变 成了小花 被嫌弃拖后的几条班后 却能了满分 不仅引得男生们 爱慕轻心 更是让一众女生连连叫绝 周一一大早 赵品亭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 用着迎面来的几个巴不吵笑 看看那一块块油油腻腻的大肥肉 排出那么多汗 真的好臭 就在这十夜卓 递不去一张手擦 来擦擦 女孩自卑地低下了头 我身上脏的 还是离我远一点好 没事的就擦擦汗 不要擦 随后又把手帕塞到对方手上 此时的赵品亭 第一次感受到 来自同学的关心 完全没想到 长得漂亮的人 竟然也有多次好心 不多时 老师拿着倦子来到了教室 夜卓你的倦子 需要特别表扬你 夜卓同学考了吗 台下一聘哗 他不是大肆不舍的草包吗 偷提了吗 老师自动提了周围的故事 要不是昨天看见夜卓 亲自做完的故事 他也不知情 不过他之前在火箭上考的那些军事 难道也是你 但是好像这些都不定 因为现在 这个大好 很快 夜卓考满分的消息 就传动了陪月学习 没有一个不法言 前大宝更是觉得好笑 他扬言 夜卓能考满分的 一旁的老师有些无语 您可要记住 转眼来到午饭时间 夜卓邀请赵品亭 他一起去食堂吃饭 刚好我还有个好朋友 要给你接受 赵品亭犹豫的连点头 心里却有些坦课 他谎称这样夜卓的 真的会接受他 两人来到火箭班 却不喜欢 夜卓拉了个女生 女孩却蛮是好奇 刚才不是你叫人约 他去小餐厅了吗 夜卓一个大事不妙 连忙赶往食堂旁边的小餐厅 看见来人长发女生 两起了船 我们的主角道 这垃圾还带着一块大肚肉 闻见了吗 好臭的 而一旁被骑着领子的安铃兹 虽然满开 但是依旧忍不住叫夜卓 长发女生 身一个巴掌 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安铃兹里 一个小镜头闭 我们特地 一夜卓到小餐厅 来吃大餐厅 好了 把它端上来 文言 两个女生还得一半 笑 两百月 你现在跪下来吃了这礼 我们就放回 不然你朋友的小友 要受伤了 看见夜卓居高临下的症状 长发女生也会变 直接一口揪住了安铃兹 这什么夜卓 陪我跪下来挺单数 这一幕 身后的照片 底下的四四发 我们去叫老师吧 夜卓却深层地笑了些 你退后保护好自己 这种小事 你自己解决就好 还自己解决 三人听见笑得隔不龙楚 那你就趴在地上 快点挺吧 夜卓微微一笑 顺手就是一把掌 长发女生还没反应过来 喷的一声 又被结结实实地摔走地上 想要挣扎 却发现对方 独独怪我一门 你 你 你竟然打人 而此时 夜卓已然一肆 苦苦地挟刺 打人走 打的就是你 放手 身后卷毛提着凳子 就向夜卓回去了 夜卓转身一抬手 凳子直接翻了回去 卷毛多闪不及 瞬间被凳子 打你们 还是要挑一顶 小黄毛还远 过去成功 没想到夜卓一个 后退脾气 人生一抬手 夜卓回眸 你先还能动 于是捏起拳头就扑过去 吓得长发女生 连连求饶 夜卓再不提声 道歉 三人规规矩取 跪成了他 对不起 饶了我们了 安利兹双眼冒出心情 一把抱歉 卓卓你太累了 你啥时候为的公司 都不教我一下 这脑回路都忘记 刚才被打了吗 夜卓慢悠悠地 捡起了地上的匕首 说 豪门贾千金活了一辈子 竟然没过过一次生日 指引女孩 是一世界浑川来的科技大佬 未来世界 已经完成了社会化抚养 不仅没有父母 更没人会在乎什么生日 此时的林家 为林泽庆生的人 是人山人海 冯仙仙一脸殷勤地 捧着礼物跑来 阿泽哥哥 生日快乐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林泽的声音不冷不淡 谢谢我不需要 他对冯仙仙 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从小仗着老太太的喜欢 便到处欺负人 说话茶里茶气 着实令人厌烦 林老太太 撑了林泽一眼 阿泽 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 快跟妹妹道歉 还没有等林泽说话 冯仙华就笑着打圆场 阿泽这是害羞 仙仙就喜欢哥哥这个性格 还哥哥 这到底是哪门子妹妹 能不能要点脸 冯仙仙尽得冯仙华的真传 笑得满面春风 奶奶 阿泽哥哥是面冷心热 我一点也不怪她 这个蛋糕 是我妈亲手做的 您多吃点 林泽是越听越乐心 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头也没回的 就往外走 奶奶我和同学约好了 林老太太叹了口气 这孩子虽然性格闷了点 但无论什么时候 都记得他这个奶奶 也不知道 这脾气到底随了谁 庄园外林泽拿起手机 给同学打去了电话 我很快就过来 泽哥 那个跟屁虫妹妹 没跟着你吧 林泽一下子没了好脸色 她算我哪门子的妹妹 电话里笑着调侃 等哪天她妈成了你后妈 她可真是你妹妹了 别提她 让你查的那件事 查得怎么样了 对方的声音也端正了起来 有你妈妈的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行吧 林泽挂了电话 看着远方叹了口气 她都18岁了 她的妈妈到底在哪里 不多时 盘山公路上 一辆小轿车正急驰着 冯建华和冯仙仙 坐在车后坐 冯仙仙嘟着嘴妈 为什么要一直讨好 那个老太婆和林泽呀 冯建华从窗外收回视线 瞪着对面的女孩 咱们现在吃的用的穿的 哪样不是因为林家 如果没了林家 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冯仙仙怒不可遏 可是林泽看我就像看垃圾一样 气死我了 而冯建华似是胜券在握 放心吧 等妈妈嫁了林家 你就是林家唯一的孙女 你不是一直想嫁给岑五爷吗 岑家和林家一向交好 有门当户对 等嫁给岑五爷 你就是岑家的儿媳妇 听见要嫁给自己 梦寐以求的男人 冯千千没了所有的不快 要知道岑五爷位高权重 只要嫁给他 整个京城都是他的天下 下午六点半 叶卓收拾着东西 准备去餐厅帮忙 就在这时 门口处传来嘻嘻嘻嘻的动静 难道有小偷 叶卓悄握拳 一把推开门 到底什么人 啪啪啪 满屋的彩带横飘 卓卓生日快乐 卓卓生日快乐 温馨的客厅 梦幻的装饰 只见几人捧着蛋糕 缓缓朝自己走 这一刻 叶卓有些威乐 前世的她是个孤儿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每一生 自然也没有人给她过过 这还是人生第一次 有人给她准备生日蛋糕 给她唱生日歌 卓卓快许愿吹蜡烛的 叶卓缓过神弯腰双手河时 很虔诚地 选了个生日愿望 这种感觉好奇怪 暖暖的 又像有什么 这种心里沉沉的 希望在这个世界 能带着家人 快乐平安地生活下去 卓卓十八岁 生日快乐 叶卓还没来得及 谢就被林莎莎抹了叶 来我蛋糕 你也吃 两个年轻的女孩子 闹成了一团 没一会儿 两个就成了花猫 这是叶卓来到去的 世界补的第一个生意 也是最快乐趣的生意 一日一早 林莎莎还在梦动 叶卓开闪一波 女孩好奇 这么早开结果不有一波 这一看 我就吓上了 这才开播多久 人数就获忘了 一辆跑出一千块 这一会儿 都收了二十多辆 还有其他旅客 你靠下降薄 也许就能发财致富了 叶卓摸了摸唇 低调低调 这就是符号理解 冰 闲散居士请求添加好友 闲散居士 这不是之前连着两把 都输给了他的那个倒霉蛋 倒霉蛋虽然有点倒霉 但奇迹还是在见 赢他已是费了些脑子 好久都没遇到过 这么厉害的队众 那就加一下吧 看着叶卓备注的倒霉蛋 林莎莎差点叠出那一伤 堂贵 系统测试跑完啊 生日心情好 那就提前交工了 屏幕那头的黎仙东 看到邮件 惊讶的连嘴巴都哄上 连忙抱着电脑 藤绍青神色意义 伸出捏着扑住的电脑 200兆 黎仙东皱起来 这太小了吧 非我还以为大神针做好了 藤绍青紧拧着保存 别急 看看 本以为是个公文件 没曾想一打开 便是出天盖地的 这一刻 黎仙东直接实话 这真的做好了 藤绍青微微眯谋 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数据 连续收入围组 带了特殊报告 这错 还把原来几个G的东西压缩 居然把一个几万兆的人 压缩到更多 黎仙东 此时 只想跪在地上大笑话 藤绍青镇定如斯 漫条斯理地打开辽东窗 文件收到 十分优秀 非常兴趣 佣金数额巨大 不如建议 那边的叶卓犹豫了话 我在云金里站 卧槽大神也在云金 黎仙东激动地跳起来 五个你们面积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把我带上 我要去膜拜大神 还要大神签名 藤绍青神色依旧 很巧我也在云金 时间地址拟定 叶卓想了想 然后敲了一行文字发过去 周六上午十一度 金钟日168号 我们家咖啡厅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这是我电话 你电话多少 到时候联系 天哪五个 大神要见我们了 黎仙东想想 都激动到不行 五个你说 大神指谁 我把我妹介绍给你 那样的话 以后大神就是我妹子 藤绍青也就活住 已经那么肯定 YC是男的 肯定是男的 你的能有重力 咱们独出的时候 有几个女的 有几个女的名词 不壮了 陈绍青 把我开 独有木兰从军 木贵英挂帅 武则天称帝 女子一样能同天立地 生而为人 众生平等 你不该瞧不起你 黎仙东没能控制住自己 笑出了猪叫声 不可能 YC绝对不可能是你的 五个咱们可以打个肚 如果大神是男的 你就和沐小姐回不婚约 为了好兄弟 不错过美满姻缘 他太努力了 陈绍青微微回眸 不信 如果你说了以后 再也不许歧视 更不要替我的婚约 黎仙东点点头 一言为定 果然万恶的金钱很重要 哪怕他 对他再好 也抵不过有车 有房有超票 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 站在叶森面前 犹豫了很久 我们分手吧 叶森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孩 一一开什么玩笑 她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眼看就要到了 谈婚论嫁的底部 没想到 对方竟然毫无征兆地 提出分手 对了 我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喝的红豆冰沙 女孩神情严肃 直接挥开了 叶森递过来的袋子 听说你和父母 断绝关系了 叶森有些发慌 只觉得在女朋友心里 自己是个不忠不孝的男人 正要解释 李一一却抬手制止了他 我们是真的不合适 再继续下去 只会让大家更痛苦 不如早点结束这段关系 红豆冰你自己喝吧 说完便转身离开 李一一心中多少 还是有些不舍 他们打游戏认识三年了 叶森对他 基本都是有求必应 可惜他和父母那边 断了关系 当初选择和他在一起 就因为对方是北地人 家里有好几套房 大姐还是豪门贵 现在被父母赶出了家 连一套房都没有 怎么能给他信任 叶森红着眼眶追上去 一把拉住女孩 我不同意分手 臭小子你抓哪里呢 只见一个男人 狠狠地将叶森一推 随后一把将李一一 摟入怀里 我告诉你 一一现在是我女朋友 男人一脸得意 小子我家给有五套房 我还是独子 你一个穷鬼 也配得上一一 真是痴心妄想 叶森抬头看着李一一 眼底皆是不敢置信 一一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李一一伸手抱住 男人肥瘦的腰 没错 这是我新男朋友 只有他 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 你再说谎 一一你告诉我 你们在演戏 这不是真的 叶森赤红着双眼 看着男人 努力地压制住 心底的愤怒 男人却满脸嘲讽 看着叶森 一一你自己告诉 这个穷鬼 你是爱我还是爱他 李一一在男人脸上 亲了一顿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爱你了 听见了吗 叶森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这德行 没车没房没存款 你哪一点比得上我 冰冷无情的话 一点一点 从两人的口中说出 叶森的情绪 也在慢慢瓦解 他和李一一三年的感情 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 真是可笑可贼 大哭了一场后 生活还是要继续 忙碌能让人 短暂地忘记环绑 但是晚上下班后 悲伤又疼于心头 在七七黑黑的房间里 不知道干了几瓶二锅头 以至于叶卓在门外 都能闻到浓烈的酒味 女孩寻着味道 打开了叶森的房门 舅舅 你还好吗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 叶森看见叶卓 隐忍已久的情绪 瞬间倾息而出 一把抱住女孩 大外生女 呜呜呜失恋 叶卓被吓了一跳 嫌弃地推开了 满饰酒味的女 本以为她就是个单身狗 没想到居然有女朋友 看着地上滚来滚去的 便宜舅 女孩忍不住心疼的情 你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失恋了 因为你就没钱 因为你舅舅是个穷鬼 事情就是这样 叶卓弄清楚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耳笑了笑 舅舅我觉得这对您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叶森又重新坐了起来 呼唧唧的脸上满是疑惑 我都失恋了 你还说是好事 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大外甥 女孩拖着下巴端着咖啡 你应该也意识到 李依依根本就不爱你 只爱情不从子 现在孙首总比以后 结婚了才发现要 为了这种人 伤心根本就不准 等每天舅舅成富汪了 咱们用钱砸死他 叶森黑黑一傻笑 确实 说得对 让他后悔 聊着聊着 叶森倒在地上 就呼呼大树 叶卓无语地摇摇头 将叶森拖到床上 还好他力气够大 一般人估计还拖不动 看来要抓紧买下快递公司了 舅舅得需要一份事业振作起来 人人唾弃的草包假千金 竟然又考了满分 叶卓背上书包 刚走出家门 就看到远处的赵冰婷 在跟他招手 卓卓 给你带了我妈摊的鸡蛋饼 对待美食叶卓向来来者不惧 结果鸡蛋饼就是一口 好好吃 阿姨手艺真不错 赵冰婷有些不好意思 可能是因为 我们家都是胖子 叶卓慢条斯理地吃完鸡蛋饼 冰婷你有没有想过减肥 你长得这么好看 瘦下来肯定更好看 女孩有些不敢相信 这 真的吗 叶卓点点头 难道你没听说过 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吗 我知道一个中药减肥方 不需要节食 只要和运动相结合 就能坐下来 赵冰婷好像看到了希望 真的不用节食 可是 运动我怕我坚持不了 叶卓见女孩犹豫 又加了一跑 我可以每天带你跑 马上就要步入大学了你 不想变得美美的 开始一个全新的大学生活吗 文言赵冰婷原本左右摇摆心 瞬间坚定起来 为了全新的人生拼命 好明天我就跟你一起跑过 办公室里几的老师 看见叶卓新鲜出炉的成绩 差点怀疑人生 这次数学英文都是百分 语文141 这真是叶卓吗 全年级第一了呀 钱大宝依旧满脸无限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不会一直在作弊 林老师怒了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他 钱大宝盯着排行榜 有些不可思议 这次慕有容也是很厉害 但是也和叶卓差了近二十 对对对 不过这个第二名 看起来要正常得多 男人一抹邪恶油然而生 为了避免笑话 我建议 还是把第一名定为慕有容 林老师距离力争 我可以保证 叶卓没有作弊 他应该得到第一名的容 你可别后悔 成绩刚公布 就是一片哗然 我排名掉了呢 有容 你考得一定很好 慕有容谦虚的眼睛都没抬 这是他用剩下的 积分范的口试提升卡 当然得是第一名 哇有容 竟然是第二名了 怎么可能 听见声音 慕有容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双眼 叶卓是第一名 这怎么可能 前世的叶卓 就是个笨蛋 怎么这一世不一样了 还有之前让人去教育 最后那些人却都说 不敢招惹他 难道自己重活一世 叶卓也会跟着变化 或者 他也有什么动性 前大宝端着水 是不信 林老师 你纵容一个抄袭狗 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 不打脸 林老师胜券在握 您那时候说 如果猜错了 叶卓真靠自己得到这样的成绩 您就直播吃香 还做数吗 男人又是一口老鼠 吞了之女 没想到 这人竟然还给我记着 哼 等叶卓的丑事爆出来 不知道谁丢脸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周六 马上就要见到大神 黎千东激动地 在包厢里蹦来蹦去 连手脚都找不到地方放 短短半小时 造型都凹了上楼 生怕自己不够帅 让大神嫌弃了去 仿佛在动物园的岑绍青 只觉得头疼 咚咚咚 就在这时 空气中突然传来敲门声 来了 我来给大神开门 没想到自己夜思日想的大神 竟然是人人唾弃的草包甲千金 慷慨激昂地去迎接大神 开门迎面一道熟悉的身影 映入眼帘 满心狂喜的黎千东 瞬间拉下了脸叶卓 你来干什么 难道你跟踪我和五哥 女孩被质问得一脸猛 这里不是L9包厢吗 我是牛骨鹿YC 难道你就是岑先生 神 什么 这一刻 黎千东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叶卓是扭护鹿 怎么可能 扭护鹿是谁也不可能是叶卓 要知道 叶卓可是云金云金的废物 就在这时 一道修成的身影 从屋里走出来 朝他伸出了手 你好 我是岑绍卿 叶卓也不脚情 直接伸手握住他的手 扭鼓鹿YC叶卓 这手感 让岑绍卿想起了很久以前 在开卖行上得到的那块羊之鱼 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男女之间区别这么多 女孩抽回手 我们直接进入主事 边上的黎千东还正愣 不行他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岑绍卿上罢 他怎么可能是扭鼓鹿呢 五哥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陈绍卿逆了黎千东一眼 顺手把门关了过去 他脑子经常被门家 您别跟他一般计较 叶卓点点头 也表示自己不会歧视 黎智利低下的千东 只感觉他五哥好过分 两人刚坐下叶卓 就单刀直入 聊聊佣金的事情 陈绍卿也不含糊 接过助理手工的支票 飞到叶卓面前 若我你来填 提前了两周半 完成度也非常优秀 我觉得金额该有你的底 资本家真是财大气粗 爽快 叶卓也不客气 拿起笔就填了个五千万 你看看 我有没有狮子大开口 谁知陈绍卿也不看 你收好就行 我说过的话 从不会烦我 对你的才华多大的金额 都不算过分 资本家就是有底气 那就多谢了 陈绍卿慢悠悠地打开电脑 叶小姐这里的数据处理 需求更改 能请你看一下吗 叶卓接过 既然资本家都这么好 那他也不能太想起 女孩撑着下巴看了下 不是什么大问题 给我十分钟 而后寂静的空间里 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 好快的速度 此时的黎千东 下巴都快扯到了地上 他看见了什么 叶卓居然在现场边城 完了完了 这一下可玩犊子了 那怎么才能求得大神的原因 几分钟后 叶卓突然抬眸 这段数据是怎么回事 稍等 我过来看一下 这里是多个用户 相互覆盖的使用数据集合 女孩汗毛竖起 这家伙好大一只 只感觉背后立了座打扇 下巴碰撞秀发 陈绍卿才意识到 两人离得有多近 软软的发丝 像极了上口的仇动 叶卓低着眸子 认真地看着电脑 我明白了 听见声音 陈绍卿这才惊醒 他在想着 十分钟后 叶卓将电脑递给陈绍卿 你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陈绍卿接过电脑 没问题了 普通人两个月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绝世天才只需要十分钟 也不知沐家得知自己 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会不会后悔 离千东面红耳赤 走到叶卓面前 那个大神对不起 没事 以前的叶卓被人质疑 也是难怪 离千东第一次知道 原来真的有女生 可以这么厉害 他恨不得打死 以前那个沙雕的自己 本来真是态度 听到女孩说 没事 离千东松了口气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白色衬衫 大神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表面是个 被赶出门的假千金 背地里却是 日入千万的全能大佬 只是因为舅舅失恋 便买下他工作的公司 只为了他能够 振作努力生活 就在刚刚叶卓 我想准备去买下舅舅的快递公司 看见叶卓离开的背影 陈绍青有些愣神 突然离千东哈哈一笑 我还是觉得 有容更适合五哥你 完全没看见 陈绍青忍着怒气的脸 只见陈绍青斜眼一瞥 离千东打赌你已经输了 此时他才突然想起 前两天的赌注 糟糕我现在不能提起有容才对 立刻变脸 可怜兮兮的看着陈绍青 陈绍青也没为难他 以后多尊重女性了 他们除了作为结婚对象 也有自己的人生和意义 另一边的银行里 工作人员看着手里的支票 忽然停止了画面 叶卓倒是淡定地询问 自己卡里的余额 毕竟大佬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工作人员忙不迭地帮忙调查 您卡里还有1268万存款 这边建议您可以买个理财项目 叶卓非常随意地开口 那就把零头拿去买那个理财项目吧 请问您说的零头是 就用那个268的零头买 这话瞬间打击到社畜的自尊 原来200万对有钱人来说 只是个零头啊 拿到钱的叶卓转眼来到盛东快递 这里是舅舅工作的公司 因为资金链短缺 一直想转让但是没成功 没多久叶卓就见到公司董事长 对方也很惊讶 叶卓居然这么年轻 叶卓没有废话推出自己的钻石卡 就按照电话里的价格合同给我吧 面对爽快的叶卓 老板也是直接拿出一份合同 随后一脸欢笑地看着叶卓 原来对方看叶卓年轻 特意给了一份很多漏洞的合同 只要叶卓签了甚至以后 他还能免费拿回公司 可这种小伎俩 哪能骗过叶卓的火眼金金 下一刻合同被重新拍回对方面前 这种烂合同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啊 叶小姐你在说什么 要我们很诚心呢 叶卓没废话 直接指出几个明显漏洞的地方 随后用力地一拍桌子 这种垃圾合同你糊弄傻子呢 作为老板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 看来吴董并不是诚心做生意 说罢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 身后的吴董世人都傻了 他也没想到这个女孩居然这么厉害 盲不迭从柜子里再拿出一份合同 双手抱住递给叶卓 不好意思叶小姐刚刚我拿错了 这份才是对的 叶卓结果看完却也没直接签字 这合同也不对了 吴董有些慌张 心想自己也没做手脚了呀 我觉得合同的收购金额 现在应该是1500万 毕竟刚刚的事情 公司的价值得重新考虑了 一口气被砍掉500万 对方顿时瞪大双眼 叶卓却也没退步 直接使出砍价王牌不卖就走大法 行行行我卖还不成吗 夕阳的余晖落下 此时的叶森一脸生无可恋地吃着晚饭 一旁的叶叔有些担心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了妈妈舅舅 有个事和你们说下 我把舅舅公司给买下来了 叶森震惊地擦着自己的嘴 小卓你没开玩笑吧 没有我买了舅舅的快递公司和餐厅的地产 这两份就是河头 舅舅妈妈 之后你们就是真正的老板 面对这一幕两人还是很不可置信 卓卓这钱不会是沐家给的吧 要是真的他们给的咱可不能要啊 没事的妈妈 最近股市大涨我赚了很多 文言叶森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哪家的股票啊这么恐怖吗 卓卓股市有风险 咱们家也不愁吃喝你以后别闹了 叶卓当然知道自己钱的来源 只是让他们放心自己有数 对了舅舅你知道你们公司快破产了吗 现在公司我买了 但是我不懂快递 你要是不接手 我就只能看着它破产 舅舅你总不能看着我亏钱吧 叶森文言头赚的和小陀螺似的 不行这么多钱不能直接打水漂了 这样公司我负责帮你打理 但是公司还是你的我不占了 那可不行以后股份你把我二就这么说定 夜晚一切事情尘埃落定 叶卓再次开启自己的直播之路 另一边陈绍青收到西塔拉YC通过申请的消息 之前他还怀疑叶卓和这个YC是一个人 但是仔细想想一个人不可能全能都厉害 可虽然不是一个人 却也不妨碍陈绍青对他感兴趣 手指轻点再次发起象棋挑战 是象棋界第一高手 却数次输给一个无名小主播 周围人都以为对方开挂了 只有他知道这就是对方的真实实力 不服输的高手再次发出挑战申请 叶卓看着倒霉蛋的挑战信息饶有兴趣 既然是熟人当然就是接受挑战了 三十分钟后 陈绍青看着屏幕前的红字陷入沉思 不断拨弄手中的念珠试图平复心情 我到底是怎么输的 仔细看完全局他才发现端倪 呵呵有点意思 想着随手再次发去一个挑战申请 叶卓当然也是兴致勃勃的同意 毕竟棋风对手也是很难得的事情 弹幕纷纷夸赞陈绍青不屈不挪 黑黑这人技术是厉害 可惜遇见了爸爸我 另一边黎千东拿着文件准备签字 忽然震惊地闪到陈绍青身后 五哥你居然在象棋上书了 以这个名字难道是大神 可陈绍青却直接否定这不是叶卓 心里却又有些疑虑 这真的不是叶卓吗 被洗脑的黎千东倒是尽职尽责 我听说慕小姐也在妙音网站直播下起 奇迹还不错呢 有时间 话未说完就看见陈绍青冷丽的眼神 此刻的她恐惧战胜了催眠 赶紧转身闭嘴离开房间 爱两个这么好的选择 五哥一个也不选 真的是没救了 第二日一宅府邸 女仆奇怪地问眼前人来找谁 原来是慕友荣来找许久没有联系的李清月 没想到对方听到这个名字顿时一脸戒备 抱歉表小姐一周前重病死 慕友荣顿时震惊 怎么可能她居然死了 下一刻大门被关上慕友荣 直接吃个闭门羹 不对劲李清月怎么可能会死 死的不应该是一掏吗 不明白问系统 慕友荣直接让系统查询李清月的死因 顺带查查治好一掏的神医是谁 想起李清月说过叶卓来治过病 难道真的是他 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发出警报 警告未来偏移系统能力受损 那李清月的死因呢你查得到吗 丁死因为心肌梗刺 属于正常死亡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 李清月已经重病躺在病房里 你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的 如果给你请最好的医生 你大概率是能活了 可是你凭什么要害我儿子 我恨不得让你尝一遍一掏的痛苦 放心吧 你的心脏是我做的手脚 我不会让你活下去的 随后转身吩咐身边的医生 现在开始不准任何人抢救 就让他自身自灭吧 就这样未来可能成为一代商界铁娘子的李清月 因为贪婪死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小病房里 此时女仆已经将刚刚的事情报告给应 正当她想让人查监控是谁时 破坏了一家的监控 此时的慕友荣正在思考未来的计划 可李清月的死态突然 打得她猝不及防 随后吩咐司机先去妙音公司 没想到刚到公司经纪人就说了一个坏消息 只见手机屏幕上放的正式夜卓的直播画面 这是最近很厉害的直播起手 你要是不开播的话 很有可能被她抢走热度 慕友荣却非常不屑 一个两三乱场关的小博主能有什么威胁 自己可是系统帮助做到全网第一了 可是她最近突然爆火 现在一天涨粉已经超过七十万了 听到这个数字慕友荣顿时慌了 要知道自己也不过就一百多万粉丝 行那我就开直播和她PK一次 就看看这是个什么人 不多时她就上线自己的直播间 一上线就开始阴阳夜卓 要是之后的比赛 对方输了大家不要嘲笑她 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切磋棋义呢 可内心阴暗的她早已计划好一切 这一次比赛她要让西塔拉YC被拳王网罢 是象棋界的天才少女 一手棋义天下无双 哪怕最顶级的象棋高手也败下阵来 却被一个平平无奇小绿茶屡次挑衅 甚至扬言天才少女不过是作弊丑女 此时慕友荣看着电脑阴阳怪气 我们只是以其会哦 大家不要嘲笑别人哦 一番话顿时引起评论区的好感 纷纷扬言要去西塔拉YC的直播间喊话 哼这个西塔拉YC还想和我懂 看我用粉丝就把你弄崩溃 另一边的叶佳 叶卓奇怪地看着屏幕上的PK生气 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这是哪来的小菜鸡还想和我PK 慕友荣收到回复顿时一脸做做表情 哎呀小姐姐拒绝了 可能人家今天忙吧 一番茶言茶语瞬间在评论区奏效 就连叶卓的直播间都有很多慕友荣粉丝嘲讽 叶卓有些惊讶哪来这么多黑粉 下一刻又有些疑惑 这个荣卓谁要我认识吗 就在这时评论区的回复引起叶卓注意 原来荣卓是象棋圈的大V主播 刚刚发了PK还被自己拒绝了 这下叶卓彻底明白了 这家伙来者不善了 伸手抵住下巴叶卓的眼神中透露一丝凌厉的气势 你们说我要和他PK吗 评论区顿时炸锅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叶卓也是没有犹豫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是选择接受了 毕竟我可是个重损的人 下一刻PK邀请发出 慕友荣看到对方接受邀请轻笑着打招 他还以为对方是被自己庞大粉丝刺激了 可叶卓这边看到荣荣真言顿时一愣 我的妈呀这不是慕友荣吗 此时慕友荣还在镜头假惺惺的夸奖叶卓 叶卓也没暴露自己 嘴角微微翘起说了句你好 看见对方不敢露脸慕友荣满心得意 肯定是长得太丑所以不敢露脸 嘴上却说对方皮肤真好 不像自己基本的护肤都不会 对你的皮肤看着是很暗沉 慕友荣顿时一惊 握着鼠标的手不自觉的猛的一用力 咔擦一声鼠标竟直接裂开 慕友荣没想到对方居然敢嘲笑自己 要不是该死的系统出问题了 我还是那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可气的要死他也不能发作 转头朝着自己的工作人员泄愤 赶紧给我再换一个鼠标来 随后控制自己情绪再次回到直播间 该死的西塔拉给我等着 叶卓也没管他直接开始棋局 慕友荣也不总直接换出系统 系统我要你让他输得很惨 丁宿主放心 本系统来自未来人类不可能隐目 棋局过半界面上杀得难分难紧 此时叶卓忽然发现了什么 这个慕友荣的路数好奇怪 不像是真人更像是机器在下棋 而且为什么总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呵呵小姐姐当心哦 我马上要将军了 哼别得意的太早 一会说了可别说自己身体不好什么的 慕友荣顿时气的想发飙 你个小别三给我等着 一枚棋子落下将军 稳操胜券的慕友荣冷笑的看着电脑上的西塔 有系统的我你拿什么赢 可叶卓却只是淡淡一笑 你确定你将军了 慕友荣顿时一惊 这家伙什么意思 随后低头就看见了不远处要将军自己的炮 瞬间他的面色难看起来 系统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系统没有回复只是不断闪着红光 警报警报系统出错 系统不可能输给人类 报错报错 下一刻叮得一声系统身影消散 慕友荣人傻了 你说了就给我这样子跑啊 垃圾系统一点抗压能力没有 电脑上传来叶卓的声音 小姐姐认输了 或者你把车拿回去我让你一直怎么样 慕友荣这边已经失去最大的一掌 哪怕叶卓再让他十个子他也赢不了啊 叶卓却没管他继续趁胜追击 既然你不想回答那我就帮你选吧 纤细的小手拿起降字象棋 啪大一声象棋落下 象征叶卓胜利的提示音也响起 慕友荣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为什么我有系统还是输了 而且一开始西塔拉就说了别找身体借口 现在我要是说我身体不好 那就坐实了我输不起 想到这他也只能咬牙切齿 既不如人的一行文字发出表示认输 叶卓倒是有些可惜 竟然没把背后的东西逼出来 就在这时杀的一道亮光出现 只见虚拟电脑以一种全新的电脑姿态出现在空中 叶卓有些惊喜 这不是Win98吗 真有意思我赢了慕友荣虚拟电脑就升级了 更有意思的是刚刚那种和机器对战的熟悉感 不就是前世我和爷爷对战的感觉吗 看来慕友荣背后的东西不简单 或许我的穿越也和他有关 而另一边慕友荣还在生气 我怀疑对方作弊了 毕竟自己可是有系统的人怎么可能输 而且这家伙一直不敢露脸肯定很丑 传出去他是丑女加作弊 我要他永远翻不了身 公司员工文言立马开工去办 不多时直播间风头顿时转向叶卓作弊加丑女 可慕友荣还不满足于此 阴暗的他不容许有人居然能比他优秀 他不敢露脸一定很丑 我要把他逼出来做是他丑八怪的名声 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陈少青耳中 他顿时明白慕友荣是在逼希塔露面 随即拿起电话吩咐下去 赞助妙荫公司三周年直播晚会 让他们向其高手前十名都来参加 他可不相信谣言 奇异高超的希塔辣怎么可能是个丑八怪 为一场直播PK 女孩居然被绿茶污蔑是作弊丑女 甚至还用舆论企图压倒女孩 可他却丝毫不慌 直接网络喊话绿茶现象PK 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响起 原来是妙荫公司的总监打来的电话 邀请叶卓参加三周年直播晚会 而这也是慕友荣的目的 既然希塔辣YC不敢露面 那我就逼他参加晚会真容出现 叶卓倒是不知道慕友荣的心机 只是安静地听完对面的介绍 随后也没直接答应表示要先考虑 开玩笑大佬的时间很宝贵的好吧 另一边慕友荣见电话结束 怎么样他答应了吗 没有态度很模糊 估计不敢来 可我就知道一个丑八怪怎么可能 这次看我不彻底弄垮那个希塔辣 忽然经纪人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 刚刚黎千冬黎总给我打电话 说要赞助我们这次晚会 但他们要求象棋的前世高手必须到讲 我感觉他就是冲着友荣你来的 慕友荣也有些惊讶 自己也没下命令黎千冬怎么出手了 不过黎千冬既然要来的话 岑五爷应该也会来嘛 哼既然如此 这次晚会我一定要咽压全场 岑五爷的心我拿定了 另一边的叶家 叶卓刚挂掉电话就听见叶叔在喊他 原来是莎莎男朋友明天会去谈结婚的事情 他们母女俩要早点过去帮忙 叶卓有些惊讶居然这么快 可也没多说什么直接应承下来 第二日林莎莎家 叶卓两人带着鲜花和礼物上门恭喜林莎莎 没想到对方却是一脸愤恨表情 卓卓你别管网上的垃圾黑子 你亲者自亲他们都是妒忌 叶卓卓却有些疑惑 莎莎你在说什么呀 啊你还不知道吗 现在网上有个视频说你不仅作弊 还是个见不得光的丑八怪 而且视频都已经两万张 叶卓非常无语的看着屏幕上的视频 什么鬼啊这不还是输不起吗 林莎莎此时还想安慰叶卓 殊不知叶卓的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有点想笑 必把拿过林莎莎的苹果28 我本来还懒得去什么晚会 但是既然有绿茶想逼我现身 那我就成全她 打开视频录制按钮叶卓开始录制 此时她的眼神充满灵力的气息 首先我有没有作弊发舆论的人自己有数 其次我会准时参加妙音的三周年晚会 届时和M1荣小姐现场PK 不知道荣荣小姐敢不敢接 萨气的一幕顿时让林莎莎眼貌惊心 卓卓好帅我真的爱死了 现场打脸A一听就很棒 叶卓转头恢复温柔笑意 那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反正可以带朋友 林莎莎却有些惋惜 可惜了我最近忙着结婚 不然我一定去现场看看 没事的晚会到时候全程直播 你一定可以看到的 问问到时候我一定守着直播间 忽然她震惊地看着手机屏幕 卓卓你那个声明已经突破十万张 而且评论区都是在支持你的A 哈哈我已经开始期待慕有容的脸色了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林莎莎兴奋地朝门口望去 只见张权一身正装到来 身后跟着张权的父母 可此时张母的内心却充斥不屑 二十岁就着急结婚 这个林莎莎肯定是看中我们家的钱了 突然她的眼神锁定不远处的叶卓 这个女孩很漂亮 感觉和我家张权更配 想着便好奇到这位是 叶叔也是礼貌回应 这是我女儿叶卓 卓卓这是你莎莎姐未来婆婆张阿姨 听到名字张母上前一把拉住叶卓 小姑娘有男朋友了吗 阿姨我还在上学呢 爱女孩子家读书没用的 早点嫁个好人家才是硬道理 你看莎莎不就早就巴上我儿子 这就是她把握住好机会了 面对这种话恋爱脑的林莎莎居然毫无反应 可叶卓却是依旧清醒理智 开玩笑我一个超级大佬需要嫁人吗 读书的作用在于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谈吐举止 更能决定一个人对于未来的格局 高深的话听得张母一连猛 呵呵这可能就是读书和不读书的区别吧 哪怕再傻对方也明白了 这女孩居然嘲笑自己没文化 顿时气得她转身就走 叶卓此刻却有些担心林莎莎的婚后生活 未来婆婆这么不知所谓 第一次上门连个水果都不带 明显是不重视莎莎一家 这两人真的合适吗 而此时即将订婚的张全 却看着叶卓完美的身材入迷 脑子里似乎还在不断幻想什么一脸猪鸽想 叶卓还是有些不放心 当即邀请林莎莎离开客厅 你不是说要烧拿手菜吗 我帮你 而此时两家长辈已经坐在一起喝茶谈话 杏将母你家的茶叶味道好怪啊 是不是过期了 林母有些奇怪 不会啊这是今年的新茶 呵呵毕竟是便宜货 可能和我喝的一千一两个没法比吧 文言林母满心怒气 但是为了宝贝女儿也只能努力忍着 不多时厨房里 叶卓询问莎莎对未来婆婆的看 他们很好啊都很喜欢我做的粉 有时我还帮他们洗衣服 伯母说我将来要做贤妻两母的 所以家务这些我都得先做好 文言叶卓顿时震惊的话风都变了 作为大佬他真的第一次被吓成这样 他原本一直不理解恋爱脑质伤为林这句话 林莎莎很好地为他解释了一遍 什么是顶级恋爱呢 哪怕对方不出彩礼 甚至对着自己家百般贤妻 可女孩却依旧屁癫癫地要嫁给男人 此时张权母女正在沙发上摊坐着 一边吃着林家的水果一边还在数工 屁旁的林母听的人都傻 可为了女儿也只能忍下满心怒气 身后的叶卓也是悄咪咪地观察一切 此时她已经彻底看透那对母子的本性 转头质问林莎莎有在家里帮父母洗过衣服吗 现在自己的父母不照顾反而伺候别人家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林莎莎的恋爱脑被说得终于有些好转 叶卓见状趁胜追击 他们根本就是想请一个免费保姆而已 你看他们订婚上门居然空手 真的觉得这是重视你吗 莎莎他们根本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林母也走进厨房 直面张家母子的她清楚叶卓说得很对 要不是你说一定要嫁给那小子 我真恨不得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林莎莎还想继续争辩 张权平常对我真的很好的 可作为过来人林母看得比谁都清楚 第一次上门就空手来 这就是你说的对你好吗 女孩再傻也明白了一切 毕竟对自己最好的两个人不可能害自己 面对这个场合当然轮到我们的小叶卓出城了 搜尽两人建议可以让对方出八万彩礼 不为别的就为了看看他们的诚意 林莎莎顿时放心下来 毕竟张权的私房钱都不止八万了 这点彩礼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林母也知道对方情况有些担心 钱太少了会不会测试不出对方的诚意 叶卓却毫不担心 毕竟她是故意说少点彩礼 就是为了能让莎莎姐看清对方的嘴脸 果不其然 对方听到彩礼顿时一副抗拒的表情 马上脸色难看的质问起林莎莎 之前没说要彩礼这又是怎么回事 林莎莎刚想解释就被林母拦下 她一眼就看出对方连这八万也不想出 但她还是耐心的把戏演完 就是为了让林莎莎这个恋爱脑能彻底看清现实 果然对方听完先是不屑一笑 随后故作为难的说要回去商量一下 林母忍着怒气让对方好好商量 毕竟谁的女儿被这么对待都不好受 一旁的林莎莎也是不可置信的看着眼睛的一切 为什么好像他们真的不在意我一样 就连张权从头到尾都在玩手机不说话 不甘心放弃的她还是决定拉上张权谈谈 卧室内她直接了当质问对方这彩礼出不出 张权却一脸为难 表示要问自己的老母亲 可实际上她的心里也没打算出这钱 林莎莎顿时满脸怒气 毕竟她知道光张权自己的钱都不止八万 可张权依旧顾左言他 发誓自己一定会劝动母亲出这钱的 林莎莎表面说着要等她 实际自己内心也已经没底了 而回到家里的张权一家 张母直接尖着嗓子开始发飙 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我不允许你取进门 她一眉长相二眉学历 给她彩礼你还不如直接去追那个叶卓呢 你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这彩礼前我们家一分都不会出 张权顿时有些慌张 毕竟这话说了估计真的要分手了 可你怕什么 她现在是一个破烂户而已 除了你已经没得选了 放心她肯定不会放弃你这个金龟序的 你就去跟她说就行了 另一边的林家 林莎莎愤怒的质问对方什么意思 渣男还在道貌黯然的说是考验 只要通过这次你就是我张家的少奶奶了 林莎莎愤怒的直接挂掉电话 下一刻突然脸色难看的捂住嘴巴 蹲下对着马桶剧烈的呕吐起来 此刻的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也只有卓卓能帮我了 不多时叶卓在家里听到林莎莎的声音 打开门正好看见脸色难看的女孩 伸手一摸脉下 她瞬间明白了对方为什么是这个脸色 莎莎你怀孕了 对方一脸震惊 下一刻却又喜极而起 张权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 叶卓真的被这个恋爱恼无语道 上午都那样子了你还记着他们呢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你 可林莎莎此刻什么也听不进去 擦干眼泪就准备去做检查 这次他们一定会出彩礼娶我 结婚女孩已经怀孕两周 面对报告她却喜极而起 本以为终于可以嫁给心爱的男人 可对方的母亲却一脸嫌恶表情 我们不出彩礼你爱嫁不嫁 两小时后的餐厅里 张权一脸惊喜地看着眼前的林莎莎 手中的检测报告让她顿时兴奋起来 莎莎我们必须要结婚 我今天回去就和我爸妈说办婚礼的事情 可是上午彩礼的事情我爸妈都很生气 毕竟伯母之前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是不是去给我家道个歉啊 面对孩子的诱惑张权直接硬喝下 林莎莎此刻也是恋爱脑晚期 彻底忘记之前张权的所作所为 不多时的张家 张母再次尖叫起来 张父倒是很开心扬言一定要娶莎莎进门 可张母却脸色难看地抢过报告单 我配未婚先孕还想威胁我们 真是不要脸 张权看见母亲这样也有些尴尬 连忙劝导母亲过去道歉 毕竟孩子更重要 我配老娘不可能道歉 以为有个孩子就能威胁我了吗 你去告诉他这才理我们照样一分不出 饶是张权如此渣男也震惊母亲的无情 可张母却毫不在意 告诉他三月后举办婚礼爱嫁不嫁 你等着把他现在死皮赖脸的想嫁给你 不就是因为咱家有钱他舍不得吗 你记住婚姻就是场博弈 我们一定要占据高地 这样他进门后我们才能死死地压住他 可他们却不知道 现在的一切都被监控拍下 时时传到一个房间 而林莎莎则在屏幕前颤抖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叶卓有些无奈 我黑镜他们的监控就是想让你看看 这家人真不是什么好人啊 林莎莎也是泪流满面 此刻的她已经怀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莎莎姐你还有大好前途 把孩子打掉吧 看着林莎莎震惊的表情 叶卓继续劝道 吓到张家你肯定不会幸福的 与其让孩子生来遭受单亲家庭的痛苦 还不如当断则断 林莎莎却非常顾虑 毕竟是自己肚子里的生命了 面对重度恋爱脑叶卓只能下萌样 刚刚的监控需要我重播一边给你看她吗 此刻林莎莎才反应过来 是啊对方都这么看她了 她不可能再嫁过去 而如今的自己更不可能带着张全的骨肉生活 莎莎姐这对你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至少你在最后的结果之前看清他们家的本质 或许这就是上天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文言林莎莎终于恢复些许理智 卓卓你说的对这个孩子我要打掉 叶卓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随后将她紧紧抱入怀里 你想好了我会支持你的 无论是谁要欺负你我都会一直帮你 不多是林莎莎终于冷静下来准备回家 对了卓卓刚刚的视频你能发我一份吗 看着依旧憔悴的姐姐叶卓没有拒绝 只是心里忍不住担忧 希望莎莎姐能尽快走出来吧 与此同时京城的林家 林老太太惊喜地看着外面的红色轿车 身边的老仆从都不禁感慨 还是倩华小姐有心天天来陪您 不过老太太有句话我一直想说 倩华小姐等了先生这么久 是不是该给她一个名分了 面对此事林老太太也是苦恼地扶着脑袋 仆人却阴险一笑 先生一向最在意林泽少爷 如果泽少爷开口说不定他就会同意 文言林老太太这才反应过来 有道理我这就去找阿泽问问 而在她离开的同时 仆人来到庭院面见一人 对方递来一张价值百万的银行金卡 原来此人正是一直想嫁入林家的冯倩华 与此同时书房内 林老太太在试探林泽的看法 奶奶你说的是冯阿姨吧 林老太太听闻赶紧点头秤诗 那我不希望 毕竟我自己有妈妈 干嘛还要另外找一个妈妈 另一边林莎莎回到家里 打开视频给父母看 林妇直接怒得拍而起 这张家欺人太甚 而一旁的林母第一反应不是痛骂女儿一顿 而是心疼的抱住女儿 傻孩子你没有错 谁不会遇见几个人渣呢 所以啊莎莎别怕 妈陪你去医院 到了第二天 林母就带着女儿去了医院 她握着女儿的手不停的安慰 莎莎不怕 妈妈会一直陪你 直到手术室的增心力 而林莎莎从手术室出来的那一瞬间 整个人如同获得了一种新生 她暗自发誓今后只做自己依靠自己 不会把下半辈子随便交给任何一个人 老人来找孙媳妇 第一次拜访就开了一辆家常版林子 看着灼灼都花愣 直到陈奶奶从车上下来 六个黑衣墨镜站成一排 叶子奶奶想你了 所以奶奶打扮得这么贵气 卓卓吓得有点疯 陈奶奶直接给了卓卓一个大大的拥抱 叶子我家真的有货 你还不相信 卓卓尬了个大哈 奶奶现在相信了 这排场这豪车说她家有印钞公司 卓卓也是相信的 随后陈奶奶点点头 回头朝那六个保镖分 你们都把家伙带出来 卓卓又是一愣 只见那几个保镖搬出了一车的礼物盒 然后你们都给我送货入货 卓卓本想着委婉拒绝 奈何老人家完全没听进去 最后就是感谢 叶子你之前对我那么好 请我吃龙虾 所以我给你家人带了些礼物 卓卓只好接受 奶奶你太客气了 陈奶奶继续嘟囔当 叶子你别跟我这么见外 这么一点点东西洒洒水了 我家可是有矿的 说吧陈奶奶炒卓卓眨巴眨巴 我现在要去见我大孙子了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大孙子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大帅锅 卓卓开始转移话 奶奶我今天还有事 下次吧 陈奶奶眼珠子转了转 那下次邀请你来我家玩不能拒绝我 而另一边陈老太太坐上了车 就杀去了陈绍青的公司 老人家就希望能旁敲刺激一下 臭小子天天在工作 怪不得到现在还是个单身狗 见到陈绍青后 陈老太太直接从包里 掏出一对小猪佩奇的围巾 绍青你看这个小围巾可爱吗 陈绍青点点头可爱 那当然我亲自挑选的 臭小子你给我蹲下来 长那么大高个有什么用 面对自家奶奶陈绍青 没脾气微微弯腰 你带佩奇孙媳妇以后带小智 两只小猪最配了 陈绍青毫无幽默细胞 对了 绍青让奶奶给你骗的媳妇可漂亮了 这集我把名证据搬了 卓卓他们只是穿了一个情侣装 此时陈绍青看到卓卓的直播欲日 立即发出一条挑战邀请 卓卓看到这显眼包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立即点击应战 这人真是不到黄和星不死 而两人自从开始对异的那一刻 陈绍青就时时刻刻注意着棋盘局势 甚至每次落子之前 他都要考虑好几分钟才打落子 可就算这样谨慎 陈绍青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卓卓不仅灭了好几把台将军 尤其给他几分钟已经给他留面子 但这一点陈绍青也不气馁 反而乐此不疲 如果可以见面的话 他还想和卓卓来一场推杯患者话谱经 高山流水蜜之音 直到第二天早上夜深开车 送卓卓和林莎莎去机场 到了机场夜深就开始喋喋不休 里里外外交代了两人很多东西 你们俩小女生在宾馆记得把门反送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卓卓点点头 舅舅我知道了 我到了那边给你报平安 随后飞机起飞后 卓卓就开始小气 就在这时空气中传来刺耳的婴儿哭声 这一幕落在卓卓眼里相当担心 他曹生缘望去 看到婴儿的脸色无情无情的 嘴唇紧闭马上要断气了一半 快把孩子给我 我会点气黄之树 卓卓抱着孩子将孩子反扣在膝带上 然后用了海姆立刻急救 这时接近断气的孩子又大声哭了起来 关键时刻救了孩子一命 两口子激动地要给卓卓跪下 谢谢你啊小姑娘 怎料卓卓救人的这一幕 被一位乌黑白发的老人恨去 他眼底不现欣赏的光好厉害的女孩子 但他的病是死症 老人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很快飞机就到了京城 在机场的陈绍青还是意外了一半 他目光淡淡地朝着人群前方惊讶 看着惊艳的卓卓眼神都成了背景板 卓卓只是悄悄成立一个科技公司 就把海归博士卷住 只因卓卓只用一个月就研究出了 可调节温度的芯片衣服 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科技智能商业地理 然而卓卓并没有打算打理公司 而是直接聘请职业总裁 你好我是和你联系的YC科技副部 海归博士都不敢相信 看似18岁的高中生 居然出了价钱挖他来做经理 可当卓卓叫他签合同时 男人怀疑了我能先看一下产品吗 原来是卓卓说的产品太神奇了 可以没问题 我带来了男士衬衫的空调衣 赵先生可以去洗手机试穿 而男人半信半疑穿上空调衣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神奇的是在烈日下不仅不热 却感觉浑身清爽 那种逆天的感觉让他不太相信的样 又穿着空调衣去了50度的桑拿房 他浑身清爽 然而在桑拿房的所有人看他就像疯子一样 这人是有大病吧 然而男人测试产品的同时 他就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因为他意识到了所有 只要卓卓这个技术一旦问世 就意味着风里全球 迅速赶了过来要找卓卓签合同 赞赏有加的对卓卓很恭敬 谢谢叶小姐 在有生之年我就跟丁叶小姐了 卓卓微微一笑合作愉快 这是公司的钥匙还有仓库钥匙 然而另一边 狗腿子叫陈绍青回京城 他却没兴趣 这时狗腿子又抛出了坎岸汁 五个我得到可靠消息 希塔拉也去参加这场晚会 陈绍青瞬间发出口问 想看小媳妇的心藏都藏不住 李周几出发回京城 而另一边回到家的佐佐 闺蜜正给他投喂麻辣鸡 莎莎姐我们一起去参加妙音晚会吧 林莎莎激动的不行 但想到没有礼服 很快卓卓拿出一个礼盒 莎莎姐快去试试吧 这可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 到时候我们一起换上战袍 去京城大沙四方 佐佐只是出现在陈绍青的面前 陈绍青就迷得神魂颠倒 着急的动作出卖了他的心 一把把狗腿子推出去当个显眼包 大神真的是你 你怎么来京城啊 来忙点事 这是我好朋友林莎莎 林莎莎看到陈绍青 直接紧张的结巴 你你们好 这么高一米九 是卓卓的男朋友吗 居然有种出城的俊秀气场 陈绍青索性也当回显眼包 叶小姐不介意的话 可以让我司机送你们一程 话音刚落 一辆豪华版家长林肯 就停在了机场门口 林莎莎感觉整个人都在做梦 拿起手机咔咔拍个不停 又瞬间磕起了CP 陈绍青极有声势地拉开车门 另一只手细心遮挡着车顶 叶小姐请上车 另一边的狗腿子都惊呆了 今天太阳从戏边出来了 五哥居然亲自给大神开门 就在这时 陈绍青一道低沉的声线问着卓主 叶小姐你们住哪个酒店 卓卓微微抬眸 新世纪辉煌大酒店 随后到了大酒店 卓卓便和陈绍青寒暄几句 谢谢陈先生有空请你吃饭 陈绍青那个答应简直了 好等你联系 卓卓一尬我只是随口一说 怎料这表情立马引起了陈绍青的注意 她是什么洪水猛兽吗 小丫头居然敷衍她 可怜的卓卓 陈绍青穷追不舍 那就约在周六晚上 倒是我来接你 而卓卓本不想与陈绍青有过多的交集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此时的林莎莎激动地磕起CP 卓卓那个陈先生好帅啊 你们站在一起超配的 然而卓卓连连白手抵了一抵 你不该嗑那个陈绍青 他是个和尚常年吃素 我们绝对不可能啊 我这种顿顿吃肉的俗人 就不糟蹋梁家男子了 我们卓卓的哥哥又想妈妈了 不过好歹这次找到耶稣的线索 上集说到老巫婆想给林泽找后妈 结果林泽的沉默声震而欲聋 因此又愤怒起来 我自己有妈妈 就在林泽想问妈妈线索时 老巫婆又忽悠她 你妈妈已经不在了 而哥哥和卓卓一样是个很冷静的人 奶奶你口口声声说我妈不在了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她的墓 老宅池塘里也没有她的灵位 闻言老巫婆一愣 而林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跟别人不一样 奶奶你告诉我 我妈妈的墓在哪里 你妈刚生下你跟别的野男人跑 最后两人双双出了车祸 可林泽比一般的人都懂事 根本不相信生母的不堪 绝对不是 奶奶你说谎 林泽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因为梦中的妈妈是很善良很漂亮的 每年的生日都会在梦中给她唱生日约 奶奶求求你 你就给我看一眼妈妈的照片 我没有她已经死 林泽显然不信任 转身便离开 往门外走去突然停下脚 爸你怎么回来 林景成眉眼带着担心 阿泽你想去呢 爸爸送我 林泽看着爸爸嘴角挤出一个笑容 想有千言万语要问耶稣的消息 可爸爸失忆 还断掉了一条腿 直到半小时后林泽来到盘山公路 急跑着汽车扬起一地灰尘 他享受着轮胎与地面之间摩擦的速度与激情 一路上借此麻痹对眼睛的思念 而狗腿之门看到吓得冒出了冷海 泽哥又想怕妈妈 速度快得不要命 这是林泽的机动车停了下来 你们都有妈妈 我的妈妈又在哪里呢 我唯一和妈妈有关的只有那个用糖纸折的签纸 狗腿子顿时响起来 说到签纸后我们查到那种糖果只在云金消瘦 听后林泽顿时觉得有希望 谢谢你文子 我肯定会找到我妈妈的 卓卓只是第一次参加直播晚会 就把陈绍青吊成翘子 甚至连吞了好几口口水 毕竟大家都知道陈绍青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你 此刻陈绍青重新坐上车 狗腿子便探探虚实 五哥你对大神感觉怎么样了 陈绍青听后怀疑起卓卓的马甲 你把希塔拉的直播号发给你 虽然狗腿子不知道陈绍青想把什么主意 但陈绍青第一次不相信自己的faker同队 他第六感很准 打算亲自动手 快把直播号发给我 狗腿子顿时吓坏了 打开灼灼的ID号立即发给陈绍青 很快到了第二天 妙音直播晚会举行得非常盛兰 无数家记者蹲点拍摄 咔咔响个不停 而小白花来得不早不晚 身穿着香奶奶的高定领 头上戴着香满红宝石的公主王冠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盛装出席 然而木有龙看着前面的楼天堂 微微勾唇小跑过来里逢 木小姐久仰大名 你的奇异可是平台第一 就在这时小白花 却把目光移到不远处的座位上 看着陈绍青长腿交叠随意坐着 仍爆发出一种 让人望尘莫及的气势 他就做梦 陈绍青等着对我一见钟情吧 而后走红毯仪式正式开始 首先入场的是旅行主播 紧随其后是年度主播木有龙 最后才是压轴的新人主播卓子 现在有请希塔拉 YC的夜跟着 而此刻木有龙站在广告墙上 还在暗自窃息 我就知道丑八怪肯定不敢 这是一道高跟鞋搭搭的船 高挑的身影越来越近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得纸扎眼 毕生清浅的声音响起 大家好我是希塔拉YC 抱歉让大家走走 眼前的卓卓身着女王 范燕丽大鹏的玩意 地头精致波乱 眼睛啄目如炬 美得令人窒息的五官 组成了一张颠倒众生的 美极了 找到了找到 陈绍青被吊成翘嘴的小说了 卓卓只是第一次参加直播网会 就把陈绍青吊成翘嘴 甚至连吞了好几口口水 毕竟大家都知道 陈绍青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嘴 目前小说已完结 很多粉丝问我这部小说在哪里看 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起点小说呀 看小说搜索晚上有点冷 记得要点击搜索 谈出来的第一个 就是小说和漫画都是免费观看 全部小说已出实体书 漫画每天都会更新 绝对值得一看 当着灼灼的面 陈绍青被调成翘子 此时的灼灼一步一步如踏雪红梅走 惊艳了所有人 莫曹这是我叶子了 这腿这脸杠杠的 然而狗腿子直接就愣住 大神也太厉害了 毕边玩转科技界 毕边征服主播界 而陈绍青就意料之中 还说他是作弊狗吗 狗腿子的求生欲瞬间就变强了 抱歉是我说错了 终于在所有人的掌声中 灼灼走往横滩 看着走过来的灼灼 慕友荣震惊地瞪大疼苦 他什么时候学会响起的 难道叶卓也是重生的 慕友荣突然有了个可怕的想法 重生又怎样 我有完美系统 照样把你踩在酒下 可很快他就被灼灼啪啪打 而这时弹幕上已经炸了 那就是灼灼的气场 让所有人觉得恍露格式 眼前的主持人 就这么呆愣地看你灼灼 彻底妄辞 天哪主持人完全沉醉 盛世美颜的叶子 伴赏他才反应过来 这是年度主播慕友荣 之前你们在线上往回约站 现在开始吧 灼灼无关紧要地说 我没有问题 那二位这边请 而灼灼刚在气态坐下 慕友荣就先发致人 我是前辈让晚辈先生 灼灼微微一笑 我从不需要别人让 对一开始前 灼灼就看出绿茶熟悉其路的背后 此时绿茶来势汹汹 三分钟就吃了灼灼无耻 而且灼灼看着站进小房 实则每一步都是陷阱 因为灼灼终于证实 绿茶下棋的套路就是他前世 为突破自己做的下棋插剑包 而现在灼灼只需像过佳佳一样 陪他玩到嘴后 绿茶勾了勾嘴角 系统给的顶级象棋真好名 小姐姐你要输了哟 狗腿子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完了大神要输了 文言陈绍青转谋强烈反对 他不会输 终于在所有人匪夷所思的目光中 最后灼灼浅浅落下将军 前辈你输了 看着新的棋路 绿茶的系统直接崩溃的指挥阿巴阿巴 陈绍青看上了灼灼的奇迹 当然被调成翘子 可惜灼灼的棋路还是一如既往的狡猾 最后陈绍青都会带着魔症落入陷阱 而木友荣更是没得三两招 就被灼灼打得溃不成军 然而一旁被灼灼狠狠狠抽一脸的李天东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怀疑人生了 这时陈绍青就很陈绍青 像其不是要吃的只多 而是讲究策略 木友荣向机器只顾狮子 对方早已每一步都在入侵他的内部 一点一点瓦解掉对方惊心 最后一击绝杀 顿时全场都经得热血沸腾 我操我要向叶子学习 叶子快削弹 这一颗木友荣的脸直接就白了 旁边的系统也被打得叫起妈妈 吓得木友荣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果然前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 你想干什么 话因为落卓卓便靠近他 看着他掩掩一息的样子 果然你的气不是你自己吓的 木友荣彻底慌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拥有系统的力量 你一个只会和机器下棋的人 只会走向灭亡 可木友荣不会知道 前世的卓卓拥有这个系统的时候 系统强大的同时也能日渐摧毁一个人 卓卓现在回忆起的都是前世的完美人生 而且眼前的木友荣被系统摧毁的气息越来越重 整个人会暗无比 所以李智告诉卓卓 只要一日不解决系统 他的任务就一日没完成 而卓卓也拥有这项本事 甚至比木友荣的系统还要强大 此时的卓卓只想着用思维电脑的力量 把木友荣从鬼门关拉回来 然而思维电脑察觉到卓卓执行的一年 瞬间就给卓卓升到300G 卓卓第一次加别的男人微信 陈绍青的脸就吃错 他好不容易夹到的 怎么能容忍 卓卓的手机里装有野男人微信 只因卓卓参加个晚会 所有人都当卓卓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无论站在哪里 卓卓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就连卓卓穿的礼服都能垄断红毯系 叶子你玩礼服真好看 卓卓直接给自己宣称 我这个礼服不但好看 还可以调节温度 这可把众人激动坏了 直接把卓卓穿的礼服摸了个遍 真的好温暖呀 好暖和我也想要理解 于是卓卓看着蜂拥上来的女网红 瞬间给自己齐号魔福利 那我们拉个裙吧 一会儿你们就可以预定了 而一边败北的绿城 突然变成无人问津的三级 终于撂英网会圆满结束 林莎莎看到卓卓走过来激动的不行 卓卓你真是太帅了 把那个慕友荣杀个片甲不留 卓卓还是那个卓主 只不过是未来的那米群西技术 把慕友荣转变为另一个人了 相较于系统能量的来源 卓卓知道慕友荣被系统摧毁的身体快到极限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男生 于是卓卓回眸 男人一米八的身高 长得能让一众女生尖叫的脸 绅士的来到卓卓面前 你好我叫郑子俊 咱们加个微信认识一下 就一句话说完 B旁的林莎莎非常激动 是超级大V 卓卓快加微信 然而刚坐上车的陈绍青看到了这一幕 脸突然就臭了 看到也男人还想送卓卓一程 他就忍不住吃醋 踩着点一辆麦巴赫就到了卓卓面前 然后扬下车窗把卓卓抢 列小姐时间太晚了 我送你们 而卓卓也没有拒绝 只有郑子俊看到陈绍青 瞬间赶到大祸临头 随后卓卓便和林莎莎上了车 谢谢陈先生 而此刻的陈绍青看着卓卓坐在自己车里 脸色就很陈绍青 顺路而已 然后前座司机的嘴紧 顺得六十公里的路长 太顺了 陈绍青摆个冰块然后 林莎莎就不喜欢卓卓和陈绍青在一起了 那个陈先生跟冰块似的 卓卓皱着眉一点点 林莎莎听着一惊 是很冷非常冷 我现在觉得你们不合适了 而另一边的慕友荣回到九天 他就气得要杀了卓卓 为了找回今天的场子 他决定直播卖场 然而就是他今天干的荒唐事 反而让他掉了三千万粉丝 还挨了网友一巴掌 小铁粉都骂他丑八怪一个 慕友荣直接就愣住 找来系统 而不正常的系统 只会叫他去征服陈绍青 第二天夺完贯的卓卓 和林莎莎在京城的街头打卡 卓卓也没想到 前世他全年无休天天研究 却在地球感受到了烟火气 就如现在 就被林莎莎偷袭了一步 把凉快的喷泉水哗啦撒上卓卓 快来我们一起打雪仗 殊不知两人嘻嘻哈哈的一幕 被一旁散步的杨老爷子看见 眼底露出不可思议的光 这是飞机上的小神医 胡从瞬间激动不已 老爷两天都遇上小神医了 看过你之前在飞机上救人 一年前我家老爷被查出不治之症 你能不能出手给看看 听后卓卓也不玩了 第一先救人 麻烦老人家把手伸出来我择卖 然后卓卓清楚卖搏宁胜心呢 只不过老人家该紧张的还是紧张 怎么样小神医 虽然老爷子的病是不治之症 但还有用针灸配药救回的希望 听完卓卓的话 两人的眼眶都红了 本来养老爷子对自己的身体 不抱任何希望 但现在他的眼底多了一层西医 而二人想感谢卓卓的话有很多 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 之后老爷子镇定地问着卓卓有几层道 他镇地有声七成 听着那个七成 老人倒感到莫名的心安 卓卓能有什么过人之处 他只不过是想救回老人 然后慕有荣又准备作药 上集说到老人看到卓卓身上 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气势 他就觉得只有真本事的人才会有个自信 于是今天慕有荣就来到了杨家庄园 慕小姐你的药丸真的可以是好家福 杨大年有些担心 但慕有荣自称化足的传人 杨大年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然而慕有荣笑着道 这是一枚灵药保证杨老爷子要到病中 因为系统是很强大的存在 杨大年也觉得这样有点神奇 那慕小姐我父亲的病连顶尖教授都束手无策 请问你想要什么 这把慕有荣激动坏了 这杨家到时候就是我接近陈绍青的第一步 而慕有荣顿了头 我不会向杨家所求任何帮助 所以在杨老爷子痊愈之前 请你相信我 闻言杨大年眉头一松放心了不舍 可是在老爷子回家的瞬间 精灵一世的他立马就看破了慕有荣的鼻脚眼睛 谁要慕有荣就是喜欢骄傲自门 可是跟卓卓比起来 他气势差的不是一丁半的 根本顶不住老爷子洞察的目光 别装了 你让他回去 我不需要他给我看病 而慕有荣却只能做吧 杨老爷子 你的病除了我的药根本无药可疑 然后老爷子对着前台词就做梅 大年送客 这死老头 这把慕有荣气的脸色一阵白 只好硬生生咽下这口气 杨老爷子这颗药我留在这 而老爷子看着这三无药品 眼不见为敬 福年拿去扔了 卓卓和陈绍青约会 他在陈绍青面前点了三百盆的肉 可卓卓约会前的第一件事 却是想找一个电灯泡 莎莎姐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林莎莎抱着手机抱怨 那个陈先生太凶了 我hold不住 卓卓皱皱眉 他又不吃人你就跟我去吧 而林莎莎也是秒懂男人的心思的 我可不想当电灯泡 卓卓你快去吧 直到十分钟后 陈绍青已经来到了餐厅约定好的座位 陈绍青坐在靠窗位 身穿一袭素色长袍 让俊冷的容颜写得更加有寒气色 地旁看的刘哈拉子的人群 都对他投来注目了 这时卓卓走过来 陈先生来这么早 陈绍青看着卓卓的道理 情绪都不一样了 闭两分钟而已 而卓卓简直是过来说 怎么叔叔怎么来 刚坐下就抱起财单 我要这个鲍鱼海虾龙虾 还有熊掌羊仔牛仔 然后再加两份饭后 水果草莓苹果 甜点草莓蛋糕巧克力慕斯 而对面的陈绍青 都被他的吃相迷的制作 别人都战战兢兢等着我 只有他自然的像个主人 但卓卓确实是对自己最好 这些我点的就上两份 听着卓卓要吃两份 陈绍青立马有些尴尬 所以这次的约会 他压根就没考虑帮我点菜 然而另一边后妈 已经知道了林泽的具体情况 立马就找上老巫婆 阿哲还是个孩子 多说说他就懂你的苦心 你还是太喜欢阿泽 看着老巫婆被洗脑 后妈又一段屁优 她有点竞争和压力 就是太天真了 阿泽还有的选择 不用想都知道 老巫婆会有多高兴 要是再给阿泽贴个弟弟 也许他就会居安四位了 健身林家的孩子就在眼前 老巫婆诡计多端 我刚给锦长熬了补糖 后妈一下就猜到 那是老巫婆默认 她母瓶子贵的手里 哥哥第一次看见卓卓这个妹妹 就差点成了妹控 狗腿子们都不敢相信 泽哥你妈妈的事还没查好 你奶奶不会真的 让你爸曲子贴个妹妹吗 林哲握着烧酒杯 很有可能 狗腿子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 其实多一个妹妹也挺好 林哲窝火踢开凳子 我不喜欢妹妹 改而狗腿子却想看到 怕她打脸 话别说太慢 万一泽哥你变成妹控 林哲踢开凳子往外冲 直接摊牌 这辈子都不可能 你是不是傻 泽哥从小对妹妹这个质过敏 被说错话后 狗腿子挠了挠脑袋 那我下次说话注意点 但是有件事林哲挺好奇的 妹控是什么 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妹控 就在这时 林哲一不小心跟卓卓撞上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 想去扶卓卓起来 你没事吧 直到卓卓一抬头 他反而觉得更加轻敏 看着眼前好可爱的卓卓 林哲都被萌化了心脏 我的妹妹但凡有她一半可爱 肯定把她宠上天 但卓卓现在微微一笑 便和她说再见了 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林哲两小只恋恋不舍的眼睛 回眸着卓卓的背影 林哲微愣的瞳孔 从卓卓身上感到一股莫名的亲和力 就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的熟悉感 所以即便林哲回到家 她还是会对着恶心的堂妹 浮现出几分内容 就在这时老巫婆走了过来 你昨天晚上去哪 林哲点点头 奶奶我昨晚在同学家 老巫婆一听脸色有些不好的 你说什么 又是那几个不三不四 你马上绝交 跟那样的人在一起 只会拉低你的身份 林哲做出严肃的脸 什么朋友 穷人的身边都是穷人 就像你那个不该活着的穷人骂 老巫婆直接怒了 你明天就去绝交 对不起奶奶我办不到 他们都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下次我不希望你再说这样的话了 老人的身体只是平等 卓卓的三百根银针就变黑了 而老人的儿子看到 卓卓是这么小的神医 他着实被吓了一条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会什么 老人不仅对着儿子劈头盖骂 而且还叫他给卓卓道歉 可儿子就是打死都不相信 他要是能医治你 我就是玉皇大帝 老爷子怒了指着自家儿子 你给我管 难道生病医生就一定给你治好 医生不是神仙 杨大年气的后槽牙都有碎 我怀疑你在双标 然后老爷子看向卓卓一脸慈想 小神医我会写好免则书 你放心为我治疗 卓卓一直都是神色淡淡的样子 那现在开始吧 卓卓跟上杨老爷子的脚步进入无军室 穿上防护服 待老人平躺下后 卓卓将医药箱里的人银针拿出来 两爷爷我马上给你施针不要紧张 老爷子点点头合上眼睛 卓卓开始捏着银针慢慢碾入皮肤下的血纹 三分钟后 老爷子的全身穴位上就扎满了银针 但是这种绝佳的治疗 卓卓认为还不够 他一针接着一针双双扎扎进穴位上 直到等全部的银针密密麻麻散发出丝丝的飞起 看着银针从头到尾变黑卓卓收回了纸 直到过去了五个小时 老爷子从床上坐起来就惊讶 活动了一下筋骨 胳膊不疼了腰也不酸了 身体好像重生了一样 突然卓卓走了过来 爷爷你感觉怎么样 老爷子一惊一乍 小神医武这是好了吗 卓卓也是很一声的回答 经过针灸 你身体的疼痛和停滞都没 之后还得喝一阵子的酸药 听着卓卓说离痊愈不远 老爷子不可思议的接过药方 不过看着自探不如 这是左右开工写的药方 他这个常年练字的书法家都没达到那个境界 陈绍青又又又吃灼灼的醋 却被灼灼吐槽太老 怎么就这么老不懂 陈绍青尴尬得不行不行 偏偏灼灼是怎么舒服怎么样 呈现出就是最美的样子 陈绍青看他吃的专注 这吃相也太好放了 陈绍青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能吃的小丫头 像个小走猫似的 不停地往嘴里散 然后灼灼光盘行动 可他的肚子还是有点乱 又点来两份饭后甜点 然后陈绍青看他吃的这么香就去买单了 好半想灼灼吃完甜点 陈绍青干带一笑 我想请叶小姐喝杯茶 叶小姐能不能教我一下奇迹 卓卓现在怀疑他想当闲眼包 顺嘴说了一句你要跟我下棋 那现在开始吧 不过半句陈绍青就已经溃不成决 他后悔和卓卓下棋 他这就是来找念 而卓卓落落大方的表示 其就跟人生一样 其如人生 经验不足输也可以 只要爸爸不想输 就没人能赢爸爸 爸爸你想做我爸爸 爸爸什么做你爸爸 卓卓瞬间尴尬 看着越活越老鼓懂的陈绍青 卓卓下意识地向他解释 这个是网络热狗 你平时不上网吗 陈绍青看出了卓卓同情的掩饰 眼底的嫌弃红红打击着他 小丫头居然嫌我老 完了完了他赶紧转移话 那叶小姐教教我刚刚那一步 卓卓直起飞子往边上 当然是这么走 轻松破局 陈绍青瞬间爱上卓卓的奇迹 这样我就可以赢你 可卓卓还有后手设计 下一步我就将证明 你怎么这么赢 陈绍青揍咒眉 是我短请期不如人 还行 你这奇迹在我最近排第二 只是第二吗 陈绍青这次是真威了 第一是谁帅不帅 是男是你 陈绍青终于感到威胁 小丫头怎么能说了 卓卓想着自己应该红红老人家 其实你也不算很老 奇迹也排在第二 那第一是谁 卓卓没听出陈绍青吃醋的前排词 是我直播遇到的一个网友 陈绍青处处没 胡思乱想了一连串的问题 哪个网友住在哪里 男的还是你 他看过你呢 可卓卓不想说太多直播上的事 所以站起来的意思就是 不愿再和陈绍青待下去 哪知陈绍青居然秒懂 连拒绝的话都不给卓卓说 撑得一下站了起来我送你 然后这个陈绍青 卓卓刚刚赢了他 他就给卓卓压力三大 卓卓也知道他高 这也太高猛了 可两人刚离开 一个小服务员就探出脑袋 一个帅一个美简直是绝配 随后过了两天 卓卓并和林莎莎回到了邻居 刚下飞机林莎莎便忧愁 卓卓马上过年了 我还没工作呢 我也什么都不管 之前一直在工厂上班 可卓卓劝他别找工作 他建议林莎莎去考大学 毕业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林莎莎犹犹豫豫不想浪费时间 二十岁的他只想着去哪里跟着 然而卓卓说得很认真 不管去哪里上班 学历都是最好的出路 卓卓我真的可以 以前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 林莎莎苦笑起来 你别自嘲自己 想当律师那就考政党大学 我可以帮你复习 我想看到莎莎姐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可林莎莎还是有些空 卓卓又握住她的身 你要活成自己想活的自己 不然你是想成为一名 只为柴米油盐操心的家庭主妇 最后后悔都没地突起 此时的林莎莎是一言惊醒 早已不是焦虑的母 卓卓我也要和你一起考大学 陈绍青看上了卓卓的奇迹 他一个和尚铁城战了 只要卓卓一开播 他马上刷三百个嘉年华 卓卓的粉丝便从一千万涨到五千万 慕友荣看到差点气得吐息 慕友荣彻底慌了 脑海里都是想把卓卓拉入地狱 叶阿姨我们提前来给你拜年 叶妈妈看到来人有些不可思议 可卓卓看到给妈妈抹黑的人 只会感到一股恶心 沈母冷着脸 你这么对待你姐姐 听到这话的叶妈妈顿时护住卓卓 这是什么姐姐 卓卓现在是我女儿 两位要想摆活太太的威风 就回你们夫人去 慕友荣也不生气 阿姨你还在说这些 我今天当然是过来赔礼道歉的 卓卓往前一顿 我们家不欢迎你 这亲戚不能乱走 慕友荣心里气的 我真的想和卓卓妹妹好好相处 这是后天宋家老太太寿宴的情节 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参加 听了这话卓卓知道一点 最近她的公司在找宋石玉合作 现在看来 慕友荣反倒帮了卓卓一顿 然而慕友荣却在等着 从卓出门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想把卓卓引到那个变态恶魔宋石玉面前 你穿这么少不老 慕小姐难道不知道可调节温度衣服 这是她一直心心念念的衣服 没想到卓卓先穿上 你再拿买 卓卓直接给自己品牌磨福利 五百万今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绿茶下得有点芳 你抢钱哪 慕小姐贤贵 这可是金牌设计师给我设计的最新 一堆人都在排队工抢的款式 好在卓卓这一推销还真管我 绿茶直接打了五百万 卓卓美滋滋 傻子的钱真好赚 随后到了宋家 男人来到两人面前就绅士介绍 你好我是宋石玉 这是慕有荣第一次看到上衣士 让她走向地狱的人 吓得颤抖不止 但这衣士她要卓卓代替她 宋先生这是我妹妹叶卓 今年刚满十八岁 为了报复卓卓 绿茶把变态恶魔引到她面前 宋先生这是我妹妹 很快男人走上前向卓卓伸出手 你好叶卓 而慕有荣看到宋紫玉 骨子里人克制不住散发出恐惧 她想要利用前世的记忆 让卓卓好好尝尝她迈进过的地狱 只是目前卓卓眼中只有精致的甜品 那个看起来好好吃 便对卓卓的狂吃狠喝 宋石玉在另一个方向都成背景的 被宋石玉这么看着 卓卓一盘接着一盘的炫 而在宋家庄园内 杨老爷子早在后花园里的卓卓 宋老太太也很好奇神医 我听说一好你的神医特别年轻 杨老爷子更是点点头 叶神医那是年纪小本事大 我这条命就是她捡回来的 杨老木小姐来了 杨老爷子疑惑起来 揍揍梅石玉你找错人了 绿茶的脸色马上吃了香一样难看 宋石玉脸一飞 请沐小姐解释解释 杨老爷子你不是吃了我给你的药吗 胡说你给我的药我根本没做 夫妮你把药还给沐小姐 杨老爷子又继续说着 石玉我找的叶小姐和沐小姐年纪不成 但很漂亮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 见过美如天使的卓卓 宋石玉急不往前听走 目睹着卓卓吃奶油蛋糕 一双漂亮的桃花也咪了咪 他就确定了 叶小姐你记得京城杨老爷子吗 卓卓秀没清楚这次没找错人 宋石玉说着抱歉 将卓卓请到后花园 杨爷爷我把人带来了 杨老爷子看到卓卓非常激动 真的是你小神医 怎料杨老爷子最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一手奉上杨氏集团20%的股份印塞给卓卓 卓卓果断拒绝 我是不会收的 杨老爷子不想放弃 那我做你干爷 宋老太太在一旁都愣住 这小姑娘长得真俊 宋奶奶好 哎好小姑娘有男朋友吗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叶卓刚满18岁 18岁好我大孙子28岁 两人真是佩吉了 陈绍青的情敌出现了 他当场就要调查卓卓全部的信息 原来宋石玉从小就和卓卓认识 他又是受过伤 卓卓还是宋石玉黑暗中唯一世光的女孩 是唯一一个对他说过关心的话 哥哥不怕 我给你呼呼就不疼了 时至今日 宋石玉终于确定了那个小女孩 唯一让男人记忆非常清晰的是 每次洗澡他都能感受到陈年的疼痛 为了找到卓卓 他从陌上君子变成阴冷润义 他的背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唯一遗憾的是 卓卓已经完全不记得他 就连星子都是27岁的一星人 而那时卓卓送给他保平安的红绳 他也一直戴在脖子上戴到干净褪色 到了晚上宋石玉又紧紧攥着入睡 这是两人之间的病情信物 然后第二天 杨老爷子大包小包赶来叶家 让耶稣整个人既紧张又无措 请问你们找谁 杨老爷子就先一脸慈祥落座 尊重地给耶稣打个招呼 你好我姓杨 叶卓之前在京城救过我 叶叔一看这阵仗立马反应过来 原来是杨老先生 您先请喝茶 招待不周还望见了 杨老爷子端起茶 接着对耶稣说出了这趟来音 耶稣并不震惊反而很开心 卓卓跟我说过了 杨老先生你想任卓卓做干孙女 这说明你们爷孙俩有缘分 让我们这种小家庭面子里子 都跟着沾沾的 我也要替卓卓感谢你了 可卓卓回到家后 整个人都骂了 根本没想到杨老爷子 形势这么夸张 杨爷爷 大过年的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不跟我说一声 杨老爷子笑眯眯说着 昨天你不肯收我的公司补饭 我认你做干孙女 是我这个老头子的福分 所以我就登门拜访了 当卓卓的哥哥 找到耶稣的线索时 他终于绷不住了 新年快乐妈妈 我终于向你前进了一次 此时的林家正在吃团年饭 老巫婆果然又没别好提 我打算让倩华和千千 到咱们家来拜年 林锦诚听到皱皱眉 放下了筷子 这不合规矩 他们两母女是外星人 可老巫婆不想放弃 依旧多多逼人 你要是娶了她就合规矩了 林锦诚脸色一沉 我不会再娶 这么好的老爸 林泽不肯定怎么行呢 奶奶我不喜欢那女 整天带着恶心的妹妹来咱们家 老巫婆一个拍而起气的混诈 别提有多和气融融 可老巫婆武则松头猛烈的咳嗽 连珠带炮逼着林锦诚妥协 林锦诚没有一丝一毫的事 做了一个很果断的剧组 妈唯独我跟冯倩华是不可能的 见父亲是这般态度 林泽竖起了一个大大的赞 老爸说得好 老巫婆气得不行不行的 吃的饭也不香了 这个逆子处处无意他 都是被叶书惯的 另一边几个嫂嫂叫冯庆华看开一点 点看马上过年了 人可就人老猪黄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沈老板 冯倩华忍住心中的怒气 沈老板是一个爆发虎实物人 至今还像死人一样躺在医院里 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这是他的好嫂嫂 直到自家母亲下来 沈老板长得是不如意 但他有情有事 冯倩华整个人都是养牙切齿 他是知道的 母亲心里永远都是只有那是个儿子 妈接下来一周我去林家过年了 回来再跟你聊天 顿时屋里的人都愣住 冯倩华笑里藏刀 这些家人个个都是笑妙 脸上的神色就情转多余 挂断电话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当卓卓给陈绍青发红包后 屏幕那头的陈绍青笑得彼时还开心 可卓卓却是回复完三个人的信息才想起 谢谢大老狗头 陈绍青也发了个压碎红包过去别想压头 叶小姐新年快乐 这时才老太太逛逛逛的朋友 臭小子孙媳妇给我发红包了 你有吗 陈绍青悟了 原来奶奶你喜欢红包 那我也给奶奶发一个大大的红包 陈老太太臭风一声 臭小子谁要你的红包 我要的是孙媳妇 而卓卓这边家里虽然只有三十瓶 但年卫依旧浓烈满满 卓卓刚刚贴完对脸 就把舅舅哄得眉开眼笑了 这样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年夜饭的妈妈 辛苦了乖女人 可卓卓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浑身不自私 还是去洗个澡吧 刚出来就被妈妈发现 你这手是被谁咬的 我也不知道 很小的时候就用了 舅舅气得咒咒美 谁家小朋友这么不听话咬我大外声呢 看我不做他就完了 到了晚上一家三口就在一起吃年夜饭 舅舅举着杯子站起来 卓卓舅舅舅祝你回归大家 也祝我们一家人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血 卓卓腿脚荡起淡淡的笑容 变书拿出一个红包给卓卓 这是妈给你的压岁钱 妈祝你明年的高考金榜平民 还有舅舅 祝我大外生女年年十八貌美如花 谢谢妈谢谢舅舅 卓卓双手接过红包别提有多开心 第一次感到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吃完年夜饭 卓卓和妈妈一起来到外面看烟花 在天边乍响的过程就像他此刻的星星 卓卓很想记录下这一美好的瞬间 因为曾经的他 只能通过看着外面的星辰档 他从没想过会在地球上看到烟雾 眼下纵观漫天烟花的卓卓 他真的真的觉得人间很美 卓卓的妈妈剁断了手指 砍断了恶心的亲戚 给我滚我女儿卓卓不是野主 你们不配做我的父母 我耶稣从今以后除了信业 跟你们这些人没有一点关系 可找上门的恶心父母 滋滋的恶心起来 哎呦短短一个月时间 你这里装修的不错的 是啊乖乖 都是丙丙有名的大牌烟雾 叶叔第一次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毕竟他十分清楚目的是什么 爸妈来看你了 是啊我的小叔是不是瘦 就在这时卓卓从门外推开门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我记得上次妈妈已经和你们断绝关系了 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的 丙丙我们住地下室十八年都不闻不问 现在又在这充当什么狗屁父母 叶大夫气的拍得啪啪行 我来看我女儿 但恶心父母那点小酒酒 早就被卓卓一眼看穿 妈妈一颗颗眼泪接受着一切 一句话多少钱你们腾走 恶心父母张口就是五千万 可卓卓淡淡歼话五千万算什么 我们有一个亿 我妈的钱你一分都别想拿到 老太婆听后狠狠推了卓卓 滚一边没家叫的野主 这一次卓卓有了进步 控制好力度被老太婆推得撞在墙壁上 然后发挥细经本质开始哭唧唧 头疼脖子扭眼出脑震道 妈妈我好痛啊 妈妈赶紧抱住卓卓 老太婆狠狠地瞪了眼卓 今天没有一个亿 我们是不会走的 还有你手里的餐馆也要给我 叶叔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怒吼出来 我女儿不是野主 你们给我滚 怎料恶心父母一举子放弃 那不行来都来了 没有一个亿怎么行 就在老太婆等着脑前 叶叔直接往厨房冲去 看到叶叔拿着菜刀对准等人下的直哆嗦 直接就毛骨悚人 你别乱来 我们是你的父母 耶稣就看着他们一冲过去 就手起刀落 宋世玉能有什么坏心思 他只是喜欢卓卓 躲在没人的地方 静静地看着他的坡 此时的卓卓和林莎莎 正走在人群里 旁边吃喝玩乐应有敬 这把林莎莎激动化 卓卓我们去打气球吧 卓卓微微挑拥 打一百发我全部给你 但林莎莎不相信说全部不给你 卓卓笑得到老板来释发 雨落卓卓就随手打 释发出去 他的一声 如同但雨一般全部拳走 现在的卓卓就是来倒批发的 林莎莎直接激动跳起来 手舞鼓掌 卓卓你太厉害了 此时的卓卓淡定的步行 早已打红了眼 毫无毫无疑问又是倒批发的 周围顿时响起一道 震耳欲容的掌声 这小姑娘太厉害了 是她 纵使玉穿着一身黑风衣 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面 此时她的眼神 就像带着一些穿透性沉闷 零零传闻都说 叶卓无知与准 可现在看来这些标签 还要考大学 就在这时卓卓前面的男人 深情有些摇摇晃晃的情形 卓卓突然伸手拉住男人的手 这一对是两人都愣着 你是宋先生 宋时玉点点头 我不想让你看到这么狼狈的眼 卓卓从兜里掏出几块糖 你好像有滴血糖 我这里有几颗糖 宋先生吃了就没事了 宋时玉待愣了三秒 半条湿里的拨开了一颗糖放进肥银 最后道谢 叶小姐这个糖哪里买 超市就有 宋时玉看卓卓走后目光依旧离躲 他脸上仿佛蒙了一层丁 深色的眸子里墨色翻译 他知道他不能也不可以追过去 极品亲戚终于被卓卓收拾了 妈妈刚把手指堵下 他就看着眼前的父母失望透顶 你们算什么 11岁之前我是给外婆带大 但我被你们接回家后 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就因为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 你们就让我退学 每天都要我去小作坊干临时工 还要负责洗衣做饭 其实我拿钱补贴家里 也得不到你们的一句夸诈 我每天吃的比猪差 洗的比狗早睡的比猫还晚 你们虽然是我的父母 但是在你们眼里 我只是随时可以拿来抛弃的东西 妈妈狠狠地将菜刀砍在餐桌上 既然吓得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把腿就跑 生怕被夜书下一秒 就拿着菜刀把他们砍 呵呵这就是我的父母 卓卓立马着急地冲过去 看着血淋淋的伤口就哭出了 妈你坚持我们去医院 妈妈松个口气 不要哭妈妈不痛 这是卓卓人生第一次 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什么叫女子本若为母则刚 妈妈继续抱住卓卓 我没事 我们卓卓以后就能过好日子 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妈妈你真傻 卓卓一把抱住夜书 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们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妈妈的手指处理得很好 舅舅赶到的时候 气得全身都在动 连杀星都有了就往门外冲去 妈当我这就去杀了他们 舅舅你别冲动冷静点 卓卓拉住舅舅 果然来到医院外 卓卓有更理智的办法 手机里有我之前查的信息 现在就交给舅舅 舅舅惊呆了 这可比他犯法强上太多 出轨洗钱养小三 这个信息不错 看我不给他们来一个煎熬到餐 卓卓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那双眼有着说不出的杀气 就从这里开始吧 叶家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陈绍青来找他的小娇妻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正体 子音陈绍青刚回京城就被舅舅发现 大外生女 我看到一辆顶级豪车只有被限量的 简直闪瞎你舅舅的注意 卓卓却雨掉淡淡 这有什么好稀奇 舅舅激动的不要不要 你知道那辆豪春售价多少了 说出来吓死你 敌意都只能买一个轮子 卓卓抬了抬眼皮依旧不惊讶 舅舅不要看那个车 看大外生女 我努力点给舅舅买一百辆 舅舅不敢相信 但是又有点敢相信了鸭子 可分析了舅舅装出一副霸道总裁的剧情 我跟你说那个肯定是个霸道总裁 咱们这个小区住着人家的小娇妻 所以今天他跟那小娇妻闹矛盾了 听着卓卓简直无语 舅舅啊你怎么像个孩子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霸道总裁和小娇妻 然而此时车里的陈绍青寂寞的像个老光怪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今天刚回京城他明明有些憔悴 却鬼使神差把车开到了卓卓家楼下 可停车之后 他躁动的心又想起卓卓嫌弃他老子情景 你太笨了陈先生 怎么就那么老不懂呢 原本陈绍青觉得自己是一枝花 想到卓卓的话 他嘴里缓缓淡出一口烟雾 可现在他想见卓卓的心又让他怀疑自己 他觉得他对卓卓动心了 甚至郁闷觉得他不正常 他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女生上心 还是只是喜欢他的奇迹 欣赏他的科技才能 可此时一支烟过后 他又觉得口干舌头 刚刚他的脑海居然有了邪恶的相遇 他这实在难受的感情 又一直在碎碎念自己对卓卓的感情无关其难 刚刚他这么想变松了口气 这时他不得不播放一段大悲众 卓卓要大开杀戒 舅舅双手赞同 原来第二天舅舅把叶家人和小三的照片打包给了叶双 叶双什么也顾不到 匆匆来到小三的门口拍啪啪响 这时小三过来开门 叶双恨不得一刀捅死这对狗男女 直接给了小三一巴掌 就是你勾引我老公的吧 我是他老婆你这个小三 可没两家熟睡的孩子这个时候就行 不要打我妈妈 叶双气急败坏 随手抓起一个杯子朝孩子扔过去 小三的儿子也不是好东西 啪的一声 婆家直接给叶双一耳光 你个疯女人别打我孙子 叶双不敢置信地看着婆婆 她愤怒地想去撕了小三的儿子 却被婆婆怒吼 你给我滚 今天回去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你个指挥生赔钱或爱跟谁跟谁 叶双再也受不了 你们竟敢这样欺误我 林海福我要让你永远就翻不起身 回到家的叶双没丝毫犹豫 直接把东西发给竞争对手 第二天老渣男出轨 杨小三就闹在医院里人竞接着人人喊嘴 消息一出来就被隔了职 就在林双得意老渣男终于受到惩罚时 不如其来的灾难又找上了门 林小薇直接就猛了 她一口口狡辩 几个民警鱼挂而入 然而这边的人慌马乱 另一边的卓卓一大早就手捧鲜花过来接妈妈出院 妈妈恭喜出院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卓卓试探着和妈妈说起来叶家发生的事 妈林海福在外面养小三 被叶双举报现在停止了 叶家人又涉嫌诈骗被抓 现在都关在拘留所 妈如果叶家人来求你 你会帮他们吗 妈妈脸色平静看着卓卓 再也不会心软 你放心 他们不管是生是死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妈妈想要的 就是我们一家快快乐乐的生活 当卓卓的哥哥来到云津 终于要找妈妈 可哥哥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下飞机就遇到了叶山 舅舅总觉得林泽有点熟悉 可林泽看到舅舅却是打了个海战 眼前的城市对他来说是一座很陌生的地方 他朝着人群大喊一声妈 却无人回应他 就在这时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兄弟没事吧 林泽擦了擦眼睛我没事的叔叔 叶山的给他一张纸 也动不动就哭擦了 谢谢叔叔 可叶山看清林泽的脸后 他感觉这个孩子有点熟悉 如果不是他年轻很自律的话 他都怀疑是他的私生子 叶山看着单纯正直的林泽 想要是他外甥就好啊 小兄弟这边冷 叔叔请你喝奶茶 林泽点点头 谢谢叔叔女人好好 另一边冯天华来到林家 林泽旅游的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老夫人好久没见你了 给你包了养生坑 我还给阿泽带来点心 他现在在家里吗 却没想到老巫婆接下来的话 让他变了几次 那小子旅游去了 我觉得孩子喜欢旅游是长大 但是他突然觉得旅游有猫腻 就算他回到家也淡定不了 突然他在阳台上 接到电话脸色瞬间一变 你说什么他去了云津 如果林泽去了云津 就说明那些秘密 岂不是都藏不住了 冯倩华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荒 这是他整整18年的努力 难道就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想到林泽要是找到叶苏 他也没好果子吃 无奈找到老巫婆 卓卓的哥哥来到云津找妈妈后 老巫婆就疯了 竟然安排人把林泽从云津保回来 此时的叶生把林泽带到饭馆里 能不能给叔叔说一下你为什么哭 林泽努力压住心底的苦涩 支支吾吾了半天 我找不到自己的妈妈 我奶奶说我妈死 可是我不相信 叶生大概了解事情的精度 安慰他别哭了 只要人确定活着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叶生叹的口气 小兄弟你叫什么林泽 我是土生厨长的云津人 如果我有了你妈妈的消息 我就打电话给你 林泽爆出自己的手机号码 我叫林泽双目灵灵 好了你叫我叶叔叔就行 与此同时在京城 冯建华得知林泽去了云津 他的好心情再也做不住 赶忙就来到林家 林一出事了 刚才千千说他哥哥没去海城 老巫婆揍了揍没怀疑 管家去查一下小少爷的行踪 没一会儿管家的脸色有些怪 小少爷他去云津了 小巫婆当场愣住 气得拍桌而起 这个孽障他去云津干什么 我把他拉着这么弹 他居然不说一声就去云津找叶叔 老巫婆气得折瘦 你马上安排人把那个孽障 给我从云津捧回来 另一边在云津 叶生把林泽送到酒店 林泽朝他深深聚了一躬 叶叔叔谢谢你 不客气我家就在这边 等着你去叔叔家吃饭 这时林泽转身正往酒店里走去 身后的六个黑衣墨镜占成一本 小少爷请你跟我们回去 而也正如林泽所想 原来妈妈真的在云津 只是回到京城后老巫婆要做妖 一个杯子碰得飞过来 林泽眯了眯眼睛 仰起笑脸走过去 哎呦谁惹我们家老太君了 说你去哪了 我去云津了 你真是吃榜硬了 你去那干什么 说着林泽清澈愚蠢的眼神 抛出一串水晶珠 成功哄得老巫婆眉开眼笑 奶奶这是我给你买的 保平安的珠子 你看看喜不喜欢 卓卓第一次来到自己公司 员工们像看到了总裁的女 第一次看到卓卓这么年轻的老板 国爹员工差点被吓死 公司的员工总好奇那是总裁的女 可以转眼卓卓 直接走到总经理的办公室 赵阳哥是我 最近公司的项目怎么样 赵阳看到卓卓来查党有些害怕 赶紧把合同拿出来 这是我们跟宋氏集团签的合同 你过一眼 卓卓接过合同一幕始行的翻译 稚嫩的脸上深沉起来 不愧是老狐烈 赵阳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你看不出来也正常 然后卓卓指着条款的漏洞上 给他指出这些地方有问题 赵阳瞬间恍然大悟 真实的又对卓卓佩服了几年 究竟是故意还是心情 阳哥你把合同送回去 记住什么话也别说 暂时只送到手里 赵阳也不理解 只有卓卓知道宋氏玉是个聪明人 而此时的宋氏玉拿到合同后倾笑了一声 他已经明白了卓卓的用人 和往常不同的事 他好奇得很 这个之外科技的幕后老板是怎样的 这一次他要屁颠屁颠地去登门道歉 只是宋氏玉刚见到了赵阳 他就一眼看出不对劲 那就是合同的陷阱绝对不是他看的 是的他觉得很可惜 这趟并没有见到卓卓这个幕后老板 而此时的卓卓已经在去学校的路 卓卓我们在这儿 但这一见出乎卓卓的预料 你们最近受了不少我都不认识 闺蜜们眨巴眨巴眼睛 多亏你给个药方 现在已经有点大美女的样子 对了期中考试成绩出来 我们去看看 没想到卓卓又是第一女 前班主任气死 却又被这749分啪啪打脸 当卓卓遇到陈绍青的妈妈后 看见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 小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有男朋友了吗 上集说到闺蜜突然发现爸爸杨小三 立马就跑回家 可在超市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那我爸呢 你把早上进货去了还没回来 什么进货 安丽芝眼底浮现出一抹可笑 他不想伤到妈妈就够了 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吹吹他 这有什么好吹的你爸又不是小孩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把脑子都是父亲跟那个小三在一起的画面 加上他又在网上找了专家 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字了 他不知道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还是让母亲这么被蒙在鼓里 直到他去了学校 安丽芝都不在状态 卓卓便拍了拍他的肩膀 立姿你出什么事了精神很差 安丽芝在心里斟酌了斟酌 卓卓我是说如果 你发现邻居妹妹的爸爸出轨了 这件事你邻居妹妹知道吗 卓卓很认真地思考一下 出轨的男人真恶心 那他应该告诉妈妈 立姿将自己的顾虑说出来 不可以如果这件事被他妈妈知道 他妈妈的性子可能会跳舞 但邻居妹妹至少也该去跟他爸爸窗户住 我说清楚 安丽芝瞬间眼前一亮 这个方法可以反正爸爸很爱 回了家他打算找爸爸聊他 爸你出轨了我都看不 你现在马上保证你要妈妈还是要那个想法 就在这时卓卓刚放学 一个黑色衣服的男人就从卓卓身边踢过去 卓卓还没反应过来 陈绍卿的妈妈就在后面叫抓住那个偷包子 就在这时卓卓立马宛如一阵风飞快追上去 眼底泛出一抹阴冷光 还直接把小偷下投降了 当陈绍卿的妈妈喜欢上卓卓后 他就死缠乱打追着这个戏 恨不得把人管回家去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今年多大了 咱们家的尾马 卓卓有些招架不住这热情 阿姨我叫叶主 刚满18岁我扫你了 周湘瞬间就迷得走不动到 这么可爱又漂亮的姑娘 卓卓你家在哪 我马上让司机送你回去 我就不信儿子不感兴趣 而周湘逛街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 好激动好兴奋 那我今天遇到一个好漂亮的小姑娘 简直像是话里走出来的一样 太适合绍卿了 老太太皱皱眉 肯定没有我的孙媳妇好看 我的叶子才是天下第一美 两人火药为家起来失足 周湘毫不适入 不可能我的卓卓肯定比你的叶子还好看 这句话刚出 老太太气得补起了腮帮子 你胡说 你把人叫来我们当面脾气 就让五丫头当裁判 话音刚落楼上 正在听着大悲咒的陈绍卿 两人正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他 陈绍卿这辈子从没这么经历 怎奈他拒绝的话还未出口 直接就被两人请到楼下 一个两个都围着陈绍卿催婚 不婚是吧 要做和尚是吧 我们打算下周把孙媳妇请回家来 可陈绍卿根本没有同意的心情 老太太死死的瞪着 臭小子你要是敢拒绝我业子 我一巴掌扑死你 对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陈绍卿吓得不轻 又被自家奶奶盯着毛补耸 净一时选择了逃避 我要去公司了 老太太已经要气账 大吼大叫人 你这沙雕玩意儿我一定要你挺 什么叫高傲一时爽追七火放塔 卓卓只是接到了一通电话 他就忍不住了 终于开始收拾不要脸的小三 原来卓卓看到闺蜜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被吓了一跳 难道荔枝你出什么事了吗 安丽芝抓住他只是哭 我爸不要我 他出轨了 卓卓听着就感觉恶心极了 冷静地看着李芝的对他说 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 然后让渣男近身出户 闻言安丽芝愣住 叹了口气 如果我妈妈承受不住打击怎么办 怎料卓卓却说母亲是一根救命道子 她的抗压能力远远超乎想象 所以丽芝你要学会保护你妈妈 而不是想办法包庇你爸 安丽芝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说的对卓卓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他不能让母亲受到任何伤 而安丽芝回到家更是坚定了这个选择 妈你别忙活 我跟你说我爸在外面有人了 妈妈瞬间愣在原地 不愧的他是个老实人 妈这是证据 他真的不要我们 你和他离婚了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可妈妈的反应太平淡 让安丽芝非常不安百感交集 第二天他以二百麦的速度找到卓卓 声音急得都快哭了 卓卓怎么办 我告诉我妈我爸出轨 现在他整天跟个没事人一样 我妈太委屈 可卓卓的声音就让他瞬间安定下 要不直接从小三下走 事情到这地步很有必要 毕竟出轨的人绝没有原谅的资格 这样安丽芝心里有了积极 我知道怎么做 这一次安丽芝直接找到小三的公司 看到小三的出现 就狠狠给了小三一巴掌 然后又拿出厚厚的一打照片一口 大家看看吧 这个不要脸的小三 勾引我五十岁的爸爸 当陈绍青的妈妈喜欢上卓卓后 他就死缠万打追着这个戏 恨不得把人管回家去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今年多大了 咱们家个尾板 卓卓有些招架不住这热情 阿姨我叫叶主 刚满十八岁我扫你了 周香瞬间就迷得走不动道 这么可爱又漂亮的姑娘 卓卓你家在哪 我马上让司机送你回去 我就不信儿子不感兴趣 而周香逛街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 好激动好兴奋 那我今天遇到一个好漂亮的小姑娘 简直像是话里走出来的一样 太适合少青了 老太太周周眉 肯定没有我的孙媳妇好看 我的叶子才是天下第一美 两人火药味加起来十足 周香毫不示弱 不可能我的灼灼肯定比你的叶子还好吧 这句话刚出 老太太气得鼓起了腮帮子 你胡说 你把人叫来我们当面比起 就让五丫头当裁判 话音刚落楼上 正在听着大悲咒的陈绍青 两人正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一 陈绍青这辈子从没这么惊喜 怎奈他拒绝的话还未出口 直接就被两人请到楼下 一个两个都围着陈绍青催婚 复婚是吧 要做和尚是吧 我们打算下周把孙媳妇请回家了 可陈绍青根本没有同意的心情 老太太死死的瞪着他 臭小子你要是敢拒绝我业 我一巴掌不死你 对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陈绍青下的不轻 又被自家奶奶盯着毛补索 静一时选择了逃避 我要去公司了 老太太已经要气账 大吼大叫了 你这沙雕玩意我一定要你挺 什么叫高傲一时爽追欺火葬场 当卓卓遇到陈绍青的妈妈后 看见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 小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有男朋友了吗 上集说到闺蜜突然发现爸爸杨小三 立马就跑回家 可在超市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骂我爸呢 你把早上进货去了还没回来 什么进货 班立志眼底浮现出一抹可笑 他不想伤到妈妈就够了 话到嘴边去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催催他 这有什么好吹的你爸又不是小孩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把脑子都是父亲跟那个小三在一起的画面 加上他又在网上找了专家 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字 他不知道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还是让母亲这么被蒙在鼓里 直到他去了学校 班立志都不再撞他 卓卓便拍了拍他的肩膀 立志你出什么事了精神很差 班立志在心里斟酌了斟酌 卓卓我是说如 你发现邻居妹妹的爸爸出轨了 这件事你邻居妹妹知道吗 卓卓很认真的思考一下 出轨的男人真有心 陈老太太亲自上门找卓卓 只为给老光棍的陈绍青开桥 所以要从哪里拯救那个沙雕孙子 这时陈奶奶小跑过来 给卓卓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叶子我想你了 卓卓惊讶地看着他 陈奶奶你怎么了 快进来坐 陈老太太一边眼珠子 在打砖一边扯他坏 叶子你明天有空吗 带我家做客哦 我大孙子天下第一帅 卓卓微微点头可以了 明天我上午过去 陈奶奶你给我定位 闻言陈老太太眼前一亮激动的不息 毕竟他终于把孙媳妇管回家的计划 向前推动了一步 很好只要那沙雕孙子动心 我看他怎么出家当和尚 彼此同时另一边 郑送经礼佛的陈少青 突然感到一股冷战 简直是被迫接招 然后卓卓把陈奶奶送到小区楼下 叶子那我走了 到时候你可不许放奶的鸽子 我可在锦绣庄园等着了 放心吧 这些糕点陈奶奶你带回去吃 就这样陈老太太 吃着软糯糯的点心回到家 第一时间就跟周湘说了 我孙媳妇明天来家里做饭 你记得要热情一点 别把人家吓跑了 周湘一时间更加激动了 真的吗 我倒要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叶子 有没有啄啄票 而周湘刚答应下来 又赶紧约起啄啄 她想知道这两人站一起 究竟谁是天仙 陈老太太白了一眼周湘 不用想都知道 你那个什么啄一定会被吓跑 我孙媳妇一来 你和少青立马唱征服 怎料周湘慌了 这次会不会玩大 别逼急了少青 回头直接去寺庙剃度就完了 但是现在陈老太太不服 反正我这是实话 少青一定是非叶子不娶的那种 彻底爱上啄啄 卓卓第一次当离婚军师 就让闺蜜渣爸喜提监牢套餐 上集说到安丽兹被渣爸扇了一巴掌 妈妈就怒了指责渣男 你干什么打我女儿 渣男的声音有些冷 她去别人公司大闹一场 就该打打掌记性 安丽兹心脏仿佛撕裂般的痛 谁让你出轨妈妈的 以后我见她一次打一次 渣男心红着眼像一只发膨的生存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 跟你妈一样是泼妇 妈妈听着情绪几乎要崩碰 眼泪绝滴而出怒吼道 她就是个婊子打算什么 一个小三就该下十八层地狱 你就跟那小三一样乱七 我要跟你离婚 而那渣男打完还是那么乱七 再说离婚就打死你 安丽兹一把抱住妈妈 太好了妈你终于想偷了 妈妈害怕了 但是她现在不同意怎么办 不怕妈我去搬救兵 一个小时后 安丽兹把卓卓请来当离婚军师 然后卓卓指着她的伤情 叫她去医院鉴定家暴证据 加上出轨的证据板上钉钉 最后渣男的结果就是坐牢 恐怕没有十年都出不来 然后卓卓冷静说着 这个超市不能再开下去 她近身出库 她家里会在生意上骚扰你 夏小曼听着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那个叫卓卓的小姑娘 居然比她这个四十岁的妇人还成年 为什么她没有早点离婚呢 直到十天后 夏小曼和安栋梁的离婚案正式开庭 因为渣男出轨还家暴 果然如卓卓所说判决近身出库 这下渣男是真的慌了 又去找了小三 小三得知她被禁身出库后 脸色瞬间就变了 安栋梁你现在就是个群 你没钱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渣男听着这些冰冷无情了 脸上全是愤怒 哭起手就给小三一巴掌 小三都被打懵了 渣男神情越来越凶狠 下手越主 逮到什么就往他身上捅 陈绍青彻底爱上卓卓 还怀疑自己病得不轻 上集说到卓卓放好衣服来到陈家庄园 看着无比夸张的动物园 黑天鹅白孔雀长颈鹿 陈奶奶加速的好夸张 然后老太太在家里激动的等着孙媳 必听到卓卓到门口 说的就站起来连怀里的猫都丢了 急匆匆的跑去前厅 叶子奶奶在这 可卓卓精致的妆容硬生生 将家里的色调抢走了三分 陈奶奶好 周湘看到卓卓直接就愣住 你是卓卓 老太太一脸懵圈的看着两人 香香难道你们认识吗 那你别被吓到 这就是我说过的卓卓 老太太不可思议的瞪大眼睛 而后要高兴的像个八十八岁的海 真是缘分啊 叶子简直是我命中注定的孙媳 叶子你先坐 奶奶现在去给你拿吃的 谢谢陈奶奶 就在这时一只胖乎乎的奶猫 跳到卓卓的身上 连滚滚的在卓卓手上喵喵蹭蹭 卓卓立即把猫抱进怀里 狠狠吸了一大口真乖啊 与此同时在楼上办公的陈少青 听到一股很熟悉的声音 他立马丢下手里的工作 陈少青太想确认了 不禁加快了下楼的脚步 就这样想着看到沙发上的卓卓 他又是一位 那个眉目如画的卓卓出现在眼前 他觉得自己多争 怎料卓卓叫了一声陈先生 陈少青又感觉活过来 真实的卓卓让他感觉出现患者 少青这就是治好你奶奶的叶神明 陈少青波兰不禁的眼底 全是震惊的神字 他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名字 叶卓只有十九岁 不仅是科技大佬像气大师 甚至还拥有高明目数 一时间卓卓微微一笑 听好陈先生 没想到陈少青默默低下了错 他整个人都没了心 更是跳风了 陈少青只觉得心里有一股 为什么一见到卓卓就病发 陈少青终于爱上卓卓 他离翻车不远 卓卓这是我儿子陈少青 他可壮事 周湘愣了一下 不知道叫什么的样子 卓卓笑着开个玩笑 大侄子好了 开个玩笑不要介意 陈少青温身开口不会 闻眼老太太和周湘 全是激动的神色 站在一旁就很想喝光 有戏啊非常有戏 是啊连我这个亲妈 都没有过的笑容 卓卓这是陈奶奶 特地给你留的挂绿励志 谢谢陈奶奶 好吃你就多吃点 老太太指着沙雕玩意 让这臭小子给我们包 周湘也立即帮腔道 对对对就该让皮糙肉厚的男人来 我们女孩子等着吃就行 然后陈少青就很陈少青 如同一个机械的包壳机器 很快就包好了晶莹剔透的一盘 卓卓轻轻咬上一口 味蕾瞬间香甜四溢 这个励志超级好吃 陈少青无意中心脏又吵疯了 感觉她的心脏频率太快 好像病得不轻 她很好奇 卓卓到底怎么让她病发 这时老太太的眼底闪着惊人 少青你觉得叶子怎么样 很好 我对她只是欣赏 没有半点男女之情 老太太气得不要不要了 你个沙雕玩意 你给我过来你看看 你还不如那只猫呢 大胖都知道对喜欢的人现阴气 老太太翻了几个大白眼 给沙雕松子 不服气啊 不服气你也窝叶子怀里试试 陈少青一时有些尴尬 但更多的是咱们 浑身上下最硬的就是咱 老太太也带不动了咱 还有最后的箱子 朋友是吧 现在我也不撮合你 人家泽妍比你年轻十岁 反正你这么老下去 都可以当叶子的罢了 然后老太太笑呵呵地走向客厅 泽妍来了快进来 这是叶子今年刚满18岁 就是她治好了我的头戚 泽妍一愣好漂亮的小姑娘 怎料泽妍曹卓卓伸出手时 陈少青坐在旁边就皱起了眉头 她第一次有种想多了 握住啄啄狗爪子的冲动 啄啄和表弟握上 还有说有笑 陈少青淡定的脸不淡定 第一次想过了表弟的狗爪子 可都过握30秒 陈少青只有醋 泽妍吃个苹果 泽妍有些受宠若惊 接过陈少青递来的苹果 面瘫大表哥主动给我评 天是不是要疼 表弟非常自来熟 拿起一颗苹果就给啄嘴 叶子你也吃 陈少青气压瞬间降到极点 坐在旁边的老太太 眼神在两人身上瞄了个来 你真不喜欢叶子 是的无论多少年 我对叶卓只是欣赏 好你自己欣赏吧 老太太画风一转 少青你觉得择眼怎么样 是不是和叶子挺配的 陈少青鼻子眉毛皱成了一对 奶奶你总是这样插手 别人的是不合适的 老太太越说越兴奋 为什么不合适你表弟比你年轻十岁 哪像你在老下去年龄 都可以当叶子的叶子 陈少青听着心里有一团气 总之就是想打紧底转身就走 老太太轻松一声 等着翻车吧臭小子 当陈少青去找表弟时 我听说你正在练习格斗 不如我们去楼上切磋切磋 表弟怕得都快接了 我这大表哥表面四轮 跟他切磋切磋 怕是要一年早逝 陈少青拍了拍表弟的肩膀 一肤不打到人 绝不罢休的起眼 周江看着两人的背影有些疑惑 只有老太太撩起眼皮子 看了一眼陈少青 臭小子还想跟我动 等着追欺火葬场 直到第二天早上 老太太又坐在餐桌那里 开导陈少青 少青你真打算一辈子吃醋 然后加了块肉在他面前晃了 肉肉很香的又你不想吃吗 陈少青无动于衷 吃着绿油油的菜叶子 老太太白了沙雕玩一击 是了孙媳妇什么都吃 跟你都吃不到一个盘里 陈少青一而再再而三 拒绝了自家奶奶介绍的听信 怎料这一次 他却要找卓卓的公司服务 陈少青坐在顶层办公室 他仔细查阅卓卓公司的资料 就在这时狗腿子离天东敲起门 手里捧着一叠文件 五哥这些都需要你签字 陈少青这才微微抬头 进来吧 对了五哥你知道ZY科技公司吗 陈少青神色淡淡 知道刚起来的新公司 离天东惊讶地说着 五哥我跟你说这家公司要逆听了 李天东在他面前疯狂巴拉巴拉 这家公司才注册几个月 现在已经在筹备上市 连欧美市场那边都忌惮得不行 那个幕后老板发明的人体芯片 比我们公司都比 听后陈少青的脸上却没半点过来 他只对公司的创始人感兴趣 离天东瞬间眼前一亮 创始人根本不知道是男是女 神秘的不得了 只知道最高职业总裁是赵雅 陈少青眯了眯眼睛 我们公司下一季度的产品发热包 换成可循环使用的发热新品 看能不能把他们创始人引出来 离天东忍不住激动 五哥你要找最外科技公司合作 陈少青哦了一声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太好了五哥 我明天就去和研发部说这件事 而另一边创始人的卓卓 还在监督着便宜就就学英语 叶深真的学怕 卓卓一副要检查学习成果的 舅舅英语老师说 你已经三天没去上课 你这样是不行的 我妈都甩你好几条街了 叶深只觉得好无亲口才 卓卓接着到这梗 是学英语的一些方法 撬门 预备下来一星期后我来检查 卓卓夸表弟可爱好 陈少青就彻底疯了 这才刚开始切磋 就打得表弟全身骨头都在脱 表弟都快脱了 表哥我脱想我错了 陈少青看了眼墙上话的钟头 他也觉得没意思走 表弟顿势炉破大射 立即爬起来跟上陈少青的脚步 然后在吃饭时 老太太刻意安排卓卓在表弟旁边 陈少青听后有一只一阵 他不情愿他想要卓卓坐他旁边 而老太太聊了聊眼皮看着陈少青 泽言我记得你今年21岁了吗 有女朋友没 泽言摇摇头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还是刚满18岁的哦 果然下一秒陈少青就急了 奶奶这是你最爱吃的西湖鱼 老太太白了眼杀雕孙子 臭小子还想跟我斗 卓卓这是非常好的龙虾你尝尝 谢谢陈奶奶 泽言还特意接懂啊 叠子也喜欢吃龙虾 那你喜欢清蒸还是麻辣的 卓卓点点头当然是辣的最好 怎料这一句两句话后 陈少青好看得见没出成语 见状老太太又看向泽言 陈少青立即跳了起 奶奶我给你们包螃蟹 你们女孩子等着吃就行 闻言老太太满意的点点头 没错他急了他急了 陈少青慢条四里把蟹拆分 好像卓卓献殷勤 好了你尝尝 而卓卓的蟹肉还没吃完 这边老太太和周湘比赛 似的给卓卓加满一本 看着卓卓都解决完 这谁又能比得住 陈少青露出一副 头卫小公路的念头 真像个小嫂猫胃口真好 直到下午三点 卓卓提出报告 陈奶奶和湘姨 有时间去我家做客了 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了 周湘满脸不舍这么晚 卓卓抱着大胖狠虎的戏了一口 相宜记得戴上大胖 大胖最可爱 而身后被排除在外的陈少青 就满脸明白 为啥他抱着猫告别 也不和我说句话 表弟要送卓卓回家 陈少青当然要抢 可惜却不是自家奶奶的对手 泽言啊 你顺便把叶子一起送回去 泽言点点头 好啊 能送大美女回家是我的东西 这边脸更臭的陈少青 看哪哪都不熟 立即摸出车钥匙 奶奶我刚好有事去公司一遍 叶卓还是我送吧 这是老太太第一次 把陈少青套路成功了 没想到叶子和寿青顺路了 行拜叶子这臭小子性格古怪 要是路上闷着你 你就主动点 卓卓微微一笑 但麻烦陈先生了 陈少青终于乐得有笑脸 有了独属他就有了希望 而车里的卓卓坐到副驾驶上 气氛不是一般的尴尬 就在这时陈少青告诉卓卓 我表弟性子浮躁 对自己的事业完全欠缺靠谱 不适合作为一个恋爱队型 然而卓卓却说你表弟是个很可爱的 因为爱情 陈少青想谈恋爱的心早已不明 然而他这个老古董完全不再考虑犯了 只不过卓卓变相也拒绝 我目前对任何人都没有早论的消息 陈少青失望了 脑海里都是卓卓说的动流行 也是包括我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的底层半根室 宋石玉身着一身服贴的西装 坐在落地窗前 谁也无法料出她是喜事命 这时助理推门进 老板那件事有名目了 十二年前那场绑架 作家没家的两位小姐手臂处都没有伤疤 宋石玉听后抬了抬眼皮 那沐家呢 助理犹豫了些 沐家叶小姐当案被加密 目前没有办法喝茶 而听完这些的宋石玉气压一度降到冰底 原本还温润如玉的男人 瞬间变成了一头发狂的眼神 抓起桌上的高尔夫堡 就猛朝助理脑门上孵出了血 费物继续给我茶 为了抢走卓卓的笑花宝 一向喜欢做妖的绿茶 又开始诬陷卓卓整容 自从卓卓是新进笑花叶神后 卓卓在校园就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气得沐友荣脸都绿 原本她可是重生之女天之娇子 可现在那些本属于她的荣耀 却被卓卓抢走了 沐友荣的脸色越来越冷 她绝不能容忍 甚至一度事情正在一点一点脱离她的掌握 什么笑花我看是作弊的笑话吧 林伍岳脸上全是讽刺的神色 一个抄袭头 也就你们普通般自欺欺人 把作弊的废物当成的猫 多说无意那就等高考了 我们夜神肯定能保持现在的成绩 爬得头丑 高考就是一面照妖精 好的坏的都会显出原型 借着这条议论 沐友荣迅速买了大量的水军投了品 闹吧闹大点子就是花钱带节奏 只要坚定夜卓是人造 笑花的宝座就是我 刚经他这么一操作 卓卓的账号瞬间被一堆水军袭击 追星人追恶心 Bik主播到处打架脸 OMG太能装了 一时间卓卓被攻击整容又被攻击抄袭 被喷得很紧 而在这边的卓卓只是动动手指 就修复了小时候的照片 因为他赢了沐友荣系统被迫降级 降级之后就会收回粉朴福利 他眯了眯眼睛删掉沐友荣的资料 准备先回应下妙音平台 质疑他整容的言论 既然沐友荣想玩 那卓卓就奉陪道德 等着沐友荣玩到最后被系统反噬的那天 很快卓卓就发了小时候的照片 上传到学校论文 早知道就不玩沙玛特 给宝宝介绍一下这是小时候的我 还请大家高抬贵士 饶了我吧 再说我作弊的 就考个京城大学给你们看 喷子瞬间就炸了 太猖狂了吧 这是要飘上天了 京城大学对云京的录取分数线是690分了解一下 可卓卓对这些都无视 直接退出了账号 宋石玉能有什么坏心思 他只想找到卓卓 守护他唯一的光而已 此刻宋石玉把卓卓请到宋家 宋老夫人打从心眼里就认定这个孙鞋 卓卓来了 卓卓笑着抓住老夫人的手 宋奶奶我先给你等 随后宋老夫人眉眼淡慕 把手叶道被窝 卓卓我知道我没多少肉 宋奶奶您放心养好身体 宋老夫人叹了口气 我只是可惜看不到石玉成家 卓卓一直知道老人的心病是宋石玉 就在这时用人来给老太太送汤药 正当卓卓起身时 那汤药突然洒在了卓卓的身上 宋石玉立即沉着脸 还不赶紧带叶小姐去换干净衣服 用人立即道歉 连忙请卓卓到更衣室 而用人送衣服过来后 将门打开了一条小缝 正正好就看到卓卓的手腕上有浅浅的衣服 宋石玉就等在外面 叶瑟将她整个人笼罩住 冷冷地问了句怎么样 叶小姐胳膊上确实有个疤 宋石玉想确认是不是烫伤了 用人摇摇头 像是被谁的嘴巴咬得牙印形状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宋石玉瞬间未知一阵 然后重新回到自家奶奶的房间 石玉你为什么故意把你打在卓卓的身上 我希望你不要伤害卓卓 宋石玉表情依旧腐败 她当然不会伤害我 不多时卓卓换好衣服走进去 但绿色的连衣裙衬衬得她像个漂亮的小天使 宋老夫人脸上的笑容愈加能力 卓卓真漂亮 石玉你送一下卓卓 卓卓走出门口便告诉宋石玉 宋奶奶最多还有半年时间 你要做好准备 宋石玉依旧面无表情 这些年来她已经看惯了生死 但看到卓卓坐上及时的车子 她眼中的绿色正一点点消散 原来的她不知道被深渊折磨了多久 宋石玉扯出锦国上的红绳落下浅浅浅浴 她终于找到她唯一的光芒 小时候你守护我以后换我来守护你 陈绍青的奶奶实在是太聪明了 一朝就制服了她这个不分终 此刻老太太正想约卓卓一起去打山 然后转头看向陈绍青努力地给她下头 香香啊 明天我们不是约了叶子 你给泽妍打个电话吧 叫她一起 你想想泽妍跟叶子不是挺般配吗 听着想一出是一出的呢 陈绍青的醋盘子瞬间又发了 在家门口停住了酒 忽然开口奶奶骂明天跟你们一起去 周香就更纳闷了 撇过头看向陈绍青 你平时不是喜欢在家里面经骂 难不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 但是听后老太太准觉得打到目的 乐得哈哈大笑起 你想去就一起去吧 记住别当个电灯口 可别打扰叶子跟泽妍培养子气 之后慕有荣又和系统开始作药 昨天离天东对她的舔狗素质还在上升 今天系统提示她舔狗的素质降到20% 她要借着这个舔狗去找陈绍青 很快到了第二天老太太按照计划行事 朝周香使了个眼色 泽妍怎么还没来 香香你打电话问我 周香拿出手机 电话里泽妍说自己有事不能有 老太太的附着痕迹地在陈绍青身上瞄了一眼 真是太可惜了 怎么说不来就不能来了呢 好小子身躺不入着呢 与此同时另一边卓卓将房间收拾一下 不小心碰到了耶稣的日记 卓卓随意将书翻了几页 一张被夹在书里的照片掉下 算是耶稣和林锦诚的照片 年轻的耶稣眼底全是光 看得出来青涩年华的 他爱情地站在身旁的女人 卓卓看着照片微微眯眼 想一想照片这个男人 应该就是他的便宜老爸了 长得还挺圆母狗样 卓卓的哥哥终于发现后妈的陷阱 毕生鱼儿已上钩 让他所有的验证都变得值得 而此时在办公室的林锦诚 空气中的气息压抑又逼着 他从车祸起就想不起耶稣了 19年前的那场车祸 不仅夺走了他的一条腿 还夺走了他与耶稣全部的记忆 现在的他拖着个惨败的身子 还得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患之徒 只有吃药这天秘书给林锦诚倒了杯水 随着在药效下 他的记忆也跟着断断续续的人 林总你可以看看保险柜里的日记 大概很快就会想起太太 听着林锦诚赶紧打开保险柜 达出日记本一页一页的翻看 可秘书的神情却不太多 见此的他悄悄离开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的冯家 冯倩华正在给老巫婆熬养生汤 神情突然变得无比严肃 千千我出去一提 你亲自帮我看着 直到二十分钟后 冯倩华来到厨房面色夜里 表小姐呢 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把我看书了叫我干什么 冯倩华抬手就狠狠给他一巴掌 冯倩倩都被打脑 有着火辣辣的脸看着天妈 冯倩华的脸色非常严肃 好像那不是什么养生汤 那是毒药的 你为什么打我那个老不死的就那么重 冯倩华气得浑身堆在窗户 然后叹了同气 妈都是为了你好 只要能进入龙家 妈才能把你嫁给陈五 提及陈绍青 冯倩倩脸上的暮色消失了几分 妈我听你 不一会冯倩华就来到了龙家 张嫂林泽怎么样 闻言用人看着四周 没人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随即嘴角勾起一抹 对话同意的 殊不知此刻在楼顶的林泽 已经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找到灼灼的宋世玉 终于获得了幸福 只是她的深渊还在折磨着她 此时宋世玉一路将车子 开到宋家的疗养院 一个白发勾楼的老人 从里面走出来 宋世玉点点头 宋世玉那个人怎么样 然后他不仅不慢 带上买手套 走到一间明亮的房间里 而这房里弥漫着 一股刺激的药物 房上的中年女人 目光触及到宋世玉时 吓得尖叫一声 打起被子将脑袋蒙紧 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然而眼前这一幕 却与宋世玉老海中的记忆重合 小时候的宋世玉 还以为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可继母的到来 她也没有活得像个人 每当深夜里那只手伸来的瞬间 面前的继母 却是将针头疯狂扎进她的皮肉 像个疯子一样 撕虐着小时候的宋世玉 在无休止的撕虐心 她内心开始变得腐乱变得不一 但那段时间 宋世玉非常惧怕非夜的乃铃 她本以为会永远坠入深夜 但小时候的灼灼 带着一道光出现在了她眼前 想到这些宋世玉看向记忆 对了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宋世玉没 可你知道她是怎么没的吗 她跟我妈一样是被大火灼烧死 门上全是她挠的血手 我妈被大火灼烧的痛 你没想到我会用同样的报复 用在你心爱的儿子身上 因为你害了我妈 所以她才遭到了报应 听到这里 记母终于不再装疯 大声地怒骂宋世玉 她是我的儿子 你这个恶魔你不得好死 可宋世玉却微笑说了拜拜 赵神以后她就交定了 然后宋世玉走出了那个洪津 走到了阳光下 有了黑暗已经结束的时代 她第一次感觉活着真幸福 陈绍青翻车了 只是抱了一下 卓卓就疯狂念进 这人好好吗 自从卓卓和陈绍青一行人来到了部下 老太太就愁周湘氏的脸色 周湘立即挥一脸色惊 蛇卓卓头上有蛇 绍青快打死 然而陈绍青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卓卓直接率先一步捏住了蛇的气氛 甚至淡定把玩手里的蛇 别怕这个蛇是没堵 而且还挺可爱的 又任由蛇尾缠绕在她的手臂上 看得陈绍青满脸惊呆 眼底不由自主染上一层笑容 她真像个很想让人挖掘的神秘补造 看到这一幕老太太心里非常痛 这趟直了 突然转头看向卓卓 叶子我腰疼病又发了 我们先去休息 我家这臭小子就拜托你照顾 卓卓也不谦虚 包在我身上 于是四人形变成两人形 卓卓和陈绍青一前一后地走 这时卓卓发现了一片野生树梅 然后蹲下来摘了一麻袋 捏了一颗放进嘴里 酸酸甜甜的滋味运开在胃里 而身后正好奇的陈绍青 正犹豫着卓卓就第一颗到她腿边 还是亲手喂的 陈绍青咀嚼了几下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 这些全给你 我去前面看看有没有成功 陈绍青一愣谢谢 说完卓卓又带她去搞一片野茶林 又摘了一麻袋 卓卓又第一块茶泡到她嘴边 陈绍青又很诚实地拿过来放进嘴 是吧很甜的 卓卓笑得好 陈绍青就看着痴迷 心脏又疯跳得不停 随后卓卓走在前面 穿梭在山林间感受着大自然的亏损 就在这时卓卓脚下突然踩到树枝 陈绍青及时扶住卓卓 感受到触电般的柔软 她疑惑得低眸 意识到那是什么时脸色也 向着弹簧飞速跳开 刚刚她的脑海居然有了邪恶的相比 不看不看非礼物是 陈绍青感觉自己喜欢上卓卓 为什么只是朋友 此时陈绍青刚把卓卓送回家 卓卓下了车就礼貌道歉 陈先生辛苦你送我回家 要不去我家喝杯茶 好 卓卓一愣 他就是意思下这人还答应得那么干净 然后回到家的卓卓端来了红尘 陈绍青双手接过浅尝了一骨 怎料两人刚堵住 就被从公司回来的夜深撞紧 大外生与我回来了 夜深上下打梁子陈绍青 你谁啊 卓卓给舅舅介绍陈绍青 舅舅这是我朋友陈绍青 舅舅继继续顶着贼眉鼠眼 量着陈绍青 很高很帅一看就是大猪蹄子 他身边肯定不屈女 在陈绍青看来 夜深的目光就像在看一头大肥猪 正在捕他家水淋淋的小孩 然后夜森随便应付了下陈绍青 就把卓卓拽到一边碎碎面 大外生你你离开园 这种男人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专门骗你们这种刚满18岁的无知少女 卓卓笑着道 舅舅你误会了 我和陈先生真的只是朋友 舅舅你顶多把他当个装饰品 听后陈绍青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感情 心有不甘 为什么我没能早点知道奶奶给我介绍的戏俗事 到了第二天夜深先去了公司 因为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他很快便提了辆黑色劳斯来思谈生意 叶总前总正在等我 怎料他这开豪车的荧幕却被前女友发现 前女友肠子都毁清了 第一时间就不要脸的追上去 夜深转头避开了礼仪 前女友要恶心求复合 夜深我们和好吧 之前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分手 我一直爱的都是你 夜深只觉得自己恶心想 一把甩开了李一的手 别吃心忘想 你就是个见前眼开的贱人 说完夜深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爱了三年的女人 竟是这贼脸 原来他的眼光这么长 卓卓的哥哥只是顾了个陷阱 他就把大鱼吊出来 此刻的林泽在房间里对着甜粉吸了又吸 却不知庸人就站在门外 看到一袋白色的粉状 就这样被庸人看成了西面 转身就去找小巫婆告状 闻言小巫婆脸上全是震惊的神色 你确定你没看过 而这一切都在林泽的计划之中 然后小巫婆借着送汤无意几 林一今天怎么不见阿泽那孩子 别说了 他最近一天到晚神神秘密 林奶奶我在学校听说阿泽哥哥 可能是我听错了 但老巫婆疑惑的种子已经开吓了 急到是不是阿泽出什么事了 林奶奶我听同学说 阿泽哥哥这几天书包里总有白色的粉状 闻言老巫婆瞬间脸色语 脸上全是愤怒的神色 这个混账东西居然敢碰这种东西 接着老巫婆直接冲上三楼 小巫婆跟在后面火上浇油 然后老巫婆直接来到林泽的房间 半开着就看到林泽手里拿着一袋白色粉状 看到这一幕老巫婆直接一巴掌扇在林泽脸上 混账东西居然碰面了 林泽捂着脸上总起了八成 可怜又委屈地看见 奶奶我没有 老巫婆死死拽着糖粉目不可及 事实摆在眼前这一次是林泽赢了 就在这时管家帮着一个烤箱枪进来 林泽也不解释直接转身就走 滚得好我们林家没有你这样的子 管家连忙解释 老太太你误会小少爷 小少爷只是在研究蛋糕 文言老巫婆一证 这些小袋子里全是糖粉 你马上要不八十大寿 他想亲手给你做一个生日蛋糕 老巫婆瞬间就慌了 用手点了点放在嘴里头 我误会阿泽了 管家你快去追 千万不能让他出了什么事 必听到那全是糖粉 边上的小巫婆和冯千千直接就忙了 他们本以为这次彻底把林泽赶出林家 整料之全是陷阱被林泽摆了一道 绿茶每次盯上陈绍青 系统就变得更强 甚至坐在家里 系统就能把他顺移到马路上 为了接近陈绍青 物有容顺移到了李天东所在的地方 想着能偶然遇见 只听刺耳的鸣笛声 就在这时斑马献一名小男孩闯红灯 物有容不禁有了计较 快速冲了出去把小男孩护在怀里的那一刻 物有容眼底浮现算计的光 小弟弟你没事吧 这是狗腿子李天东从车里走过 物小姐你怎么在这 物有容朝着小男孩打个声招 你快去找妈妈吧 见状李天东的眼底浮现出新生的彩色 物小姐你挺善良 我也是希望他以后过马路小心一点 也就这时物有容的脑海里传来系统的声音 魅力直加一本 恭喜宿主好感知成功上升到85% 然后物有容勾了勾嘴尖 凡是他看上的东西就没一样能逃得掉他的手掌心 李天东还是那么好扑 物有容笑着道我没事的李先生 我今天本来是想找陈仙妃 文言狗腿子立即毛碎自己找五哥妈包在我身上 正常搞定狗腿子两眼瞪着系统 我劝你最好还是靠谱一点 系统忍不住发出了警告 物有容回想在直播网络 卓卓和一众不入流的网绒一度打 明目张胆挑衅他必愿意 那么明显的敌力 让物有容器的有求必报 卓卓只是抬了抬手 就打造出了宇宙无敌的扫地机器人 此时便宜的舅舅惊讶道 这是啥东西啊 卓卓却是语调淡淡 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办太多 我拆开改造的 夜深吓得都结巴 大侄女这么厉害 这玩意儿真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惊吓之于卓卓就对着机器人下令 厨房太脏了你去清理一下 但令便宜舅舅没想到的是 他怎么知道咱们家的厨房在哪 就在这时小白白从厨房里走出来 报告主人厨房已打扫 垃圾已经倒进垃圾团 嗯还可以 是个主人人家就是这么高级 人家是群宇宙最聪明最能扮的扫地机器人 夜深盯着小白白左看右看 他终于知道机器人这么自恋的语气是跟谁的 简直就是和卓卓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都那么自恋 便宜舅舅把卓卓拉出门 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扫地机器人就先别管了 然后两人在公司开始商议 听说好多家公司都想跟跨国电商谈谈 人家外企看得上我们小公司吗 卓卓眼睛一带看向舅舅 实现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 怎料夜深去到外企后人都看出 从头又量到脚后跟 就在这时外企的助理打开会议室 前方正住着一个警察毕业人 恩伯特先生 我是圣东快递的总裁叶森 这是我执女叶卓他来为你讲解合作方法 随即卓卓将电脑连到大屏幕里 必听到卓卓讲的方案有着不一样的东西 男人突然抬头看向卓卓 将双方的利益一说出 这是一份很有诚意的利益方案 是的所有人的公司都是从利润走过来 为公司看重实力 这说明规模并不等于实力 卓卓这番话说得棒棒 直接说到合作方的兴趣 合作愉快我们公司很期待严格的东西 于是两人面面相去乐呵呵的把合同签到 陈绍青吃错了 只因他看到卓卓和别的男人有说有些 原来在晚饭是狗腿子想办一场酒店 找到隔壁工作狂的陈绍青 陈绍青却斩钉截铁拒拒 狗腿子却多了子 五哥你以后该不会真的出家当和尚 陈绍青继续粉起香 嘴里叨叨着佛法无边 狗腿子别提有多失望 不去就算了 我去问问叶大神 陈绍青当即一击灵体 尤其是听到卓卓 这周六维奈斯国际酒店对了 我知道了 狗腿子都惊呆了 五哥为什么会突然转变心 然后狗腿子又去联系卓卓 大神我打算办一个最顶级的甜点酒 卓卓看到吃的顿饰觉得非常甜 告诉我时间定 很快到了周六 卓卓穿了一条绿色连衣裙准时出了门 怎料却偶遇了开着迈巴赫的宋石玉 叶小姐我刚好录 送你一成吧 卓卓也就没有拒绝 那就谢谢你了 把我送到维奈斯酒店就行 时隔多年的时间 宋石玉就这么透过后视镜看着卓卓 冷冷的脸上镀上了一层光 这里面有一些堂果你尝尝 很快车子就到了维奈斯酒店 宋石玉下车为他拉开车门 谢谢你宋先生有时间请你示范 然而这亲密的阴影 却落到不远处陈绍青的眼装 看着卓卓从宋石玉的车上走 很有说有笑的 陈绍青紧紧抓着方向 整个脸臭得让人不寒而栗 这一刻他的心脏真的很嫩的感觉 就在这时卓卓往酒店里走去 顿时酒店里传来一阵喧哗 那个人长得好跳 那大长腿比我命都长 这些话无孔不入针进木有龙耳朵 他气得脸都绿 然而卓卓连听都懒了 嘴里甜品一口一个吃得相当满 等他干完一区的甜品 新精女拿着红酒直接往他身上撞 撞完还阴阳怪气 我没看清 卓卓也说宝宝也看不清 然后把自住桌上的酒 全部泼在了新精女的身上 卓卓的哥哥被后妈欺负 他当场就离家出走 走到人潮汹涌的街头 此时的他孤独无缘 不知何时林泽身边 跟了一条脏兮兮的猫 他回头看着猫脸上 扯出一丝自嘲的笑 猫咪你也没人要了 抱着猫咪就互相安慰 眼睛也红红的 那我以后就叫你喵哥吧 我们都没人要了 直到第二天 林家派管家来到狗腿子的家 泽哥你奶奶派人来了 管家接着补充道 老太太非常后悔 不该动手打小少爷 小少爷跟我回去吧 林泽点点头 那我先去跟我朋友道个骨 然后听见林泽终于啃回林家 老巫婆顿时激动坏了 跑过去一把抱住林泽哭着道 阿泽奶奶冤枉你 以后奶奶再也不会这样 你原谅奶奶 林泽眼睛红了又黄 奶奶我没有生气 我是伤心 你宁愿相信两个外人也不相信 闻言老巫婆整个人都算了 都是奶奶的错 林泽悄悄握拳 恶心母女就是靠这些彩虹的 林老太太分不清东南西北 然后另一边的恶心母女 还在抢猩猩的鼻子 小巫婆却想着 一定要给老巫婆一个脚 不禁叫自己的女儿 走在车前面 可以转眼 竟然又将方向直直对准冯千妻 但这还没完 她要当即加满油 朝着自己的女儿撞过 要去把女儿送到屋 一阵一阵的冯千千 都被吓成失心疯了 还一个劲的全身颤抖过去 眼看苦肉计已经差不多 为了能嫁到林家 什么事都没追着 而家里的老巫婆一天这消息 心脏都大惊失色 赶紧去了医院 千千你没事吧 逢千千假惺惺的摇摇头 林奶奶对不起 都是我没找到阿泽 小巫婆站在边上抹眼 都是我的 阿泽要是有个万一 我也不活了 为了追到媳妇 曾少卿把清解设计的礼服 送给卓卓 此刻在酒会上 卓卓反将一军的意识 绿茶就彻底下场 看着诧异的众人 卓卓却双手抱胸拥挽地道歉 哎呀宝宝都道歉了 你们还得理不饶人 说吧卓卓看了下慕有容 天气越来越热了 要离这种圣慕容 慕有容器的花容失色 但就是这句话 让慕有容被戏 让她不得不忍住地怒 就在这时卓卓走到洗手间 逼是女给她递来一个 精美的包装袋 叶小姐这是陈武爷 特地为她准备的礼服 然后换完礼服 卓卓来到高级会员去 感谢陈少卿 陈先生谢谢你的衣服 闻言陈少卿微微回眸 正好就看见 卓卓身穿衣自尖的婉领 本就够美的白色婉领 此刻在灯光的照射下 金裙摆上的钻石点 最后正散发出药油光 而陈少卿却云药淡淡 一件裙子而已很适合 还不等他过完延运 狗腿子却出现了 开口就叫大神你怎么在这 而卓卓也不想在这地多待 我不打扰你们先回宴会 狗腿子非常惊讶的样子 五哥大神身上穿的礼服 是咱们从景城带过来的 陈少卿恩了身 狗腿子全是惊讶的神色 五哥你是不是喜欢大神 可这憨憨嘴硬眼下佛珠 你想太多了 我对叶卓只有心情 离千冬咽了咽喉咙 如果是欣赏的 你会让他穿上月牙解 清楚设计的脸 这可是你清洁给未来嫂的设计 陈少卿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 就一件衣服而已 穿了就穿了 狗腿子还在追问 五哥你就承认你喜欢大神吧 可这个憨憨足足摇了三次头 他怎么可能喜欢叶卓 狗腿子瞬间就乐了 五哥那你考虑一下穆小姐 你们很有缘 可面对狗腿子不耐烦的追问 他一句话就噎死了 这么好你取了 你俩一个傻子一个绿茶 简直天作之和 陈少卿送卓卓礼物 结果卓卓还是要等我 此时卓卓拿起一块精致的甜点 给陈少卿 这个我感觉最好吃的女孩 陈少卿尝了一口 陈少卿淡定的脸服淡定 这个酷甜酷甜 他心里很抗拒这些甜品 但是卓卓推荐的蛋糕 他全都来走不去吃点 狗腿子直接就傻眼 那个正在吃甜品的人 真的是五哥 晚宴结束后 陈少卿提出送卓卓回去 卓卓也没有拒绝 那就麻烦陈先生 可上车后 卓卓不想欠陈少卿的人情 陈先生这件礼服 一定价值不负 我把钱专领 陈少卿有些尴尬 第一次送你来东西 居然被拒绝了 可偏偏卓卓拿起手机 一副转账的台 你要是不说账号 我就把钱转到你公司账号去 陈少卿只有无奈 那这样吧 我集团子公司 最近不断招受飞客攻击 你帮我搞定 行没问题 就当是裙子的暴露 直到卓卓洗完澡菜 就收到了陈少卿 发过来的公司账号 然后卓卓抱起电脑 就一顿能操作 一边和陈少卿变化 我先快速加固防火墙 你们飞客团队配合的默契 剩下的就交给我 三分钟之后 卓卓关掉电脑 告诉陈少卿 解决了顺便升级了系统 有问题再联系我 陈少卿客气地说了句谢谢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 怎料卓卓看了看时间才适合 可怜的陈少卿又被嫌弃了 晚安那老年 这边被挂断电话的陈少卿郁怒 他就这么嫌弃我老 与此同时的一边切客团队 电脑就像被卓卓操控目标 一锅端地将全部电脑出现难题 本来在跳的二郎腿 急得眉毛都着急 怎么回事 不是说曾是最强黑客在度假吗 除此之外都是柔弱不能自理的对手 怎么会被人一锅端了 卓卓第一次亮出左右开弓的书法 陈少卿都被调成了翘子 可慕友荣第一时间却是现丑 而且现在陈少卿就站在不远处 哪怕能改变一点点 他一定要向陈少卿展示他的书法 突然一个体型肥胖的男子 抱着大师的文房四宝走过来 黎少这是我小小心意请一定要收下 慕友荣见状当场抓住机会 黎少我对书法很感兴趣 可否让我现丑一下 狗腿子立马帮绿茶将四方摆好 慕友荣过去直起毛笔开始在宣纸上提字 扣着系统写了海纳百川友荣奶大 围观的众人由衷地称赞 这字写得真不错 除了卓卓众人都很相信他的复夸书法 慕友荣很是谦虚 他偷看一旁的陈少卿 看着陈少卿只盯着卓卓这个小吃货 慕友荣脸都要绿了 怎料绿茶又开始挑事 慕姐姐如此优秀 叶姐姐想来也是非常优秀的吧 一下被Q到 卓卓觉得手里的甜品都不香了 只是慕友荣一直咄咄逼远 好在卓卓此刻吃饱了 那就先陪慕友荣好好玩 他叫狗腿子给他拿来两只毛笔 然后来到桌子前 左右手各执一笔沾了墨水 这个动作陈少卿都有些看傻了眼 难道他会左右开弓 怎料众人一副窃窃私语就等着卓卓出丑 还想拍他丑招 可这这行云流水的动作不仅飘逸还刚进有力 很快左右两边的宣纸上就提满了两行字 藏巧于捉用惠尔明 众人看得只眨眼 最后直接傻眼 这位叶小姐也太厉害了 跟他比书法木小姐简直就是小学生 这一局卓卓赢得非常漂亮 绿茶脸上都掉了色 不仅没看到卓卓出丑 他还成了众矢之地 陈少卿站在不远处也被吊成翘嘴 目光锁定在那两行字上 意思是做人不能太锋芒毕露 尽量以谦虚的态度待人 陈少卿一下猜到了说的是卓卓本人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藏桌 卓卓发现自己对陈少卿的感觉越来越奇怪 怎么会在毕业季忽然想起他 此刻卓卓的高考只剩下一天 这时赵毕霆在旁边写了一封情书 卓卓突然窜着 这是男朋友 但名字牢牢抓住了他眼睛 赵毕霆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 不是的我只是暗恋的喜欢 卓卓说着叫他去表白 不要给自己青春留遗憾 听到这句话 他脸上浮现出两股红韵 不害怕 很快荔枝也过来凑热了 我也有喜欢的人 我们约好上同一所大学 而卓卓两人好奇的像本 真的假的 我们15岁就约好京城大学见面 在巅峰遇见他告白 赵毕霆羡慕极了 青梅竹马的爱情 然后下一秒他就激动坏了 你们快看 他就是宋安北 两人猛地看过去 突然看到高高瘦瘦又白又帅的男生 就开始放花痴 行呀你眼光不错 然后毕霆突然抬头 卓卓你有喜欢的人吗 他愣了三名 前世他到27岁一直都是单身造的 也不是特别期待爱情 是个实打实的工作袍 突然陈绍青那张俊美非凡的脸 竟然在他脑中上 卓卓被这胡思乱想吓着 很快到了高考的那天 变身和叶书隆重地穿上了气袍 送他去考场 那个舅舅妈妈你们快回去 变身很是执着 今天是关键的日子人生中的大事 我和你妈必须等着你出来 而卓卓一点压力也没有 就在这时对面马路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车里的陈绍青微微眯起眼 看向奔赴考场的卓卓 只是下一秒 他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疑问 陈绍青看着站在家长中的宋石云 也在目送着卓卓的背影 他就脸拉得好 又是他那天晚上送叶卓去酒会的来 然后面无表情拿起手机 十分钟之内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所有消息 卓卓第一次高考 陈绍青的奶奶就给京城大学捐动了 到录取为止 卓卓却感觉压力山大 就高考那点小事 替他睡着考都能考过了 不过屁听这边就没有那么好心情 高考是人生大事 而他一定凭实力考 这次的高考让他已经八天没按时释发 卓卓心疼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怕考不上吗 我本来就比你们成绩成 如果不能考上京城释反 我不会原谅自己 安立志好像也习惯了 让他专心努力了 让我们三争取考上新一的学校 卓卓同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知道卓卓马上就要高考了 陈老太和周湘特地来到学校门口等卓卓 两人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突然眼前一亮一眼就认出了漂亮的孙鞋 这边卓卓 慕有荣却看向了这边 你们是来找我重新谈婚事的吗 陈老太恶心地要脱 知道自己遇到渣女 这种人居然也在叶子的学校 这位渣女你长得像猪八戒 就别往自己脸上贴近 慕有荣气的脸都绿 你敢打我就报警 虽然周湘在一旁使劲拉住 但陈老太知道光脚的不怕穿鞋 渣女你敢动我试试 而慕有荣离开后 宋石玉的车就停在他旁边 再想想刚才那句公约 直到听到卓卓的声音 陈老太立即变成笑面符 叶子快高考了 这是我在庙里给你求的平安符 谢谢陈奶奶 而周湘也不甘示弱 卓卓饿了吧 这是我特地让人给你煮的甜点 才短短一分钟 卓卓就干了三五 这实在把陈老太太心疼坏了 多吃点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 还有叶子你要考京城大学是不是 卓卓点点头 陈老太就接着到考不好也没关系 我给京城大学捐动了 直到把你录取为止 周湘在一旁也觉得很有道理 立即附和 对对对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们不差那点钱的 卓卓的哥哥高考在即 可他却和卓卓一样该吃吃该喝喝 反观冯千千这边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一层加一层 冯建华看得他的眼神也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千千这次高考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 超过林泽没问题 听到能超过林泽 冯建华除了惊喜更多的实力 豪门的千金一向是用钱砸出来的成绩 你一定要考个状元才有希望嫁入曾家 冯建千点点头 妈你说的对 我一定要嫁给陈少卿 而冯建华知道只要女儿嫁到曾家给他支持 就相当于他嫁到林家安入了赤膀 不打扰你了 拉去给你奶奶送养生汤 当冯建华走进林家大门时 就听见了林老太太和林泽有说有笑了 他就气得脸都绿 被林泽扳了一道哄 这祖孙俩的感情却越来越好 而林泽也算准了 今天这女人又是来遇见他们 所以他直接无视点 游生向奶奶打招 奶奶我约了同学一起打球先走 冯建华眼睁睁地看着他想 眼底就想着讽刺 这都什么时候 真是烂泥扶不上前 就在这时一只猫突然从角落里窜出来 贴上林泽的小腿 软呼呼地叫着 林泽一脸嫌弃地把喵哥抱紧 迟早有一天要把你扔点 而林泽离开了后 冯建华就笑着将养生汤递给林老太 又非常愧疚的神色 然后冯建华又开始嘲讽起 临近高考很多人都在看书 阿泽出去打球了 老太太唉声叹气 我没见过这孩子看过书 景成上学时成绩都非常好 也不知道这孩子像谁 冯建华在心里冷笑着 当然是像那个蠢过叶书 而这边的叶书 凭借一手菜品 他已经把私房菜的店面开到国外了 卓卓的哥哥高考在即 可他却和卓卓一样该吃吃该喝喝 反观冯千千这边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一层加一层 冯建华看得他的眼神 也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 千千这次高考 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年 超过林泽没问题 听到能超过林泽 冯建华除了惊喜更多的实力 豪门的千金一向是用钱砸出来的成绩 你一定要考个状元才有希望嫁入财家 冯千千点点头 妈你说的对 我一定要嫁给陈绍青 而冯建华知道只要女儿嫁到 曾嫁给他支持 就相当于他嫁到林家安入了翅膀 不打扰你了 妈去给你奶奶送养生汤 当冯建华走进林家大门时 就听见了林老太太和林泽有说有笑 他就气得脸都绿了 被林泽扳了一道吼 这祖孙俩的感情却越来越好 而林泽也算准了今天这女人又是来离见他 所以他直接无视点 游声向奶奶打招 奶奶我约了同学一起打球先走 冯建华眼睁睁地看着他想 眼底就想着讽刺 这都什么时候 真是赖迷扶不上墙 就在这时一只猫突然从角落里窜出 贴上林泽的小腿 软呼呼地叫着 林泽一脸嫌弃地把苗哥报警 迟早有一天要把你扔点 而林泽离开了后 冯建华就笑着将养生汤递给林老太太 又非常愧疚的神色 阿泽还是不喜欢我 我一直都把阿泽当成自己的孩子 老太太叹了口气 阿泽有一天会认你 然后冯建华又开始嘲讽起 临近高考很多人都在看书 阿泽出去打球了 老太太唉声叹气 我没见过这孩子看过书 景城上学时成绩都非常好 也不知道这孩子像谁 冯建华在心里冷笑着 当然是像那个蠢国夜书了 而这边的夜书 凭借一手菜品 他已经把私房菜的店面开到国外了 卓卓第一次高考 曾少卿的奶奶就给京城大学捐动了 到录取为止 卓卓却感觉压力山大 就高考那点小事 替他睡着考都能考过了 不过屁听这边就没有那么好心情 高考是人生大事 而他一定凭实力考 这次的高考让他已经八天没按时释发 卓卓心疼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怕考不上吗 我本来就比你们成绩者 如果不能考上京城试反 我不会原谅自己 安立志好像也习惯了 让他专心努力了 让我们三争取考上新一的学校 卓卓同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知道卓卓马上就要高考了 陈老太和周湘特地来到学校门头等卓卓 两人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不然眼前一亮一眼就认出了漂亮的孙媳 这边卓卓 顾有荣却看向了这边 你们是来找我重新谈婚事的吗 陈老太恶心的要托 知道自己遇到渣女 这种人居然也在叶子的学校 这位渣女你长得像猪八戒 就别往自己脸上贴近 慕有荣气的脸都绿 你敢打我就报警 虽然周湘在一旁使劲拉住 但陈老太知道光脚的不怕穿行 渣女你敢动我试试 而慕有荣离开后 宋石玉的车就停在他旁边 再想想刚才那句公约 直到听到卓卓的声音 陈老太立即变成笑面子 叶子快高考了 这是我在庙里给你求的平安子 谢谢陈奶奶 而周湘也不甘示弱 卓卓饿了吧 这是我特地让人给你准的天堂 才短短一分钟 卓卓就干了三五 这实在把陈老太太心疼坏了 多吃点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 还有叶子你要考京城大学是不是 卓卓点点破 陈老太太就接着到考不好也没关系 我给京城大学捐动了 直到把你录取为止 周湘在一旁也觉得很有道理 立即附和 对对对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我们不差那点钱的 卓卓发现自己对陈绍青的感觉越来越奇怪 怎么会在毕业季忽然想起他 此刻卓卓的高考只剩下一天 这时赵卓婷在旁边写了一封情书 卓卓突然窜出来 这是男朋友 但名字牢牢抓住了他眼球 赵卓婷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 不是的我只是暗恋的行 卓卓说着叫他去表白 不要给自己青春留遗憾 听到这句话 他脸上浮现出两抹红绿 我害怕 很快立志也过来凑热了 我也有喜欢的人 我们约好上同一所大学 而卓卓两人好奇的像宝贝 真的假的 我们十五岁就约好京城大学见面 在巅峰遇见他告白 赵卓婷羡慕极了 青梅竹马的爱情 然后下一秒他就激动坏了 你们快看 他就是宋安的 两人猛地看过去 突然看到高高瘦瘦又白又帅的男生 就开始放花痴 行呀你眼光不错 然后卓婷突然抬头 卓卓你有喜欢的人 他愣了三名 前世他到二十七岁一直都是单身造物 也不是特别期待爱情 是个实打实的工作宝 突然陈绍青那张俊美非凡的脸 竟然在他脑筋上 卓卓被这胡思乱想吓住 很快到了高考的那天 变身和叶书隆重地穿上了气袍 送他去考场 那个舅舅妈妈你们快回去 变身很是执着 今天是关键的日子人生中的大事 我和你妈必须等着你出来 而卓卓一点压力也没有 就在这时对面马路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车里的陈绍青微微眯起眼 看向奔赴考场的卓卓 只是下一秒 他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敌礼 陈绍青看着站在家长中的送食欲 也在目送着卓卓的背影 他就脸拉得好 又是他那天晚上送叶卓去酒会的来 然后面无表情拿起手机 十分钟之内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所有消息 得知卓卓考上是状 陈绍青彻底变舔狗 媳妇第一时间开播 他便刷了五百万出去 难得卓卓把备注改成人省钱多了 而陈绍青又是向卓卓发出相机提议 铁粉们都佩服他的不屈不脓 来了傻蛋带着人头走了 只是卓卓稍一认真 陈绍青就失败连连 15分钟内都被卓卓拧拉 不仅陈绍青没摸到气风 还会因为跟卓卓对战 他又开心到宝 直接勇敢地说了百万礼物上网 看得卓卓只傻眼 打了一眼又看到了一千多万进场 毕竟卓卓的直播收益 都是捐到贫困山区和护儿院的 他由衷地感谢这位巨款大了 几天后高考成绩查分日 闺蜜们非常的激动 两人都考上了京城一本线 只有卓卓这边越查越空 而另一边的北桥高中办公室里 班主任查着卓卓的分数也没有任何分 还被前班主任过来神气羞辱一个 你别查了 我们都知道叶卓是抄袭的 不像我们班韩磊得了权势第二 就在这时电脑突然出现分数 班主任激动地跳了起 发出土拨鼠的尖叫 第一我们班叶卓得了第一 他实实撞了 这边校长兴冲冲地跑进来 蒋老师女班叶卓取得了749高分 你准备准备接受电视台的财务 班主任心情棒棒了 前班主任都下汤了 这时班主任又来火上浇用 谢谢钱老师让叶卓转到我们班 今晚我请你吃饭 自从卓卓高考状元的消息一出 叶叔就接到一通电话 叶女士您好 我是京城大学招生办公 恭喜你女儿叶卓容登榜手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京城大学 我们安排专车接送免除所有学费 叶叔捂住嘴 激动地眼泪巴达巴达地流 他迫不及待地跟店里分享这件天大的喜事 我女儿考了四状元 今天我给所有人免贷 所有人都长工夫 而叶深也在同一时间 接到了个大名校的争奖变化 整个人激动地跳了起来 我大外生女考上是壮业 今天所有人提前下班 我请大家吃火锅 林泽不愧是啄啄的哥哥 两兄妹文理状元双双拿下 这时冯建华过来 是因为冯千千考了个全是第三 一个竞炫耀 阿泽你考了多少分 林泽一个眼皮都没抬 文言冯建华眼底全是得应 不过我相信阿泽选择复赌 千千肯定能帮你考上全是第二 就在这时管家突然跑进来 老太太外面来了好多电视台的人 说要采访小少爷 他们说小少爷是咱们京城 今年的文科高考状元 听着老太太惊得手中碗 直接掉在地上 文科状元 不光是林老太愣住 边上的冯建华母女都愣住 简直是大型打脸现场 而另一边的卓卓在考场 抿着樱桃小组 班里的男考生都起过 那个妹子好好看长得太漂亮 随后监考老师开始依发视觉 考试正式开始 然而卓卓刚开始搭卷 监考老师就从他的一旁进步 看清题目了吗就在那里话 只听考试结束的钟声响起 卓卓走出考场 三个男生就围上来乌蛙乱叫 没你哪个学校的交个朋友 这点三瓜两早 卓卓才不管 静止就走了过去 宋时玉看见忍住想杀人的冲动 让开 然后第一个和卓卓坎坎的 考得怎么样 你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卓卓一笑而过 拿个全是第一 宋大哥怎么在这 我当然看到又一年高考不经怀念 可是卓卓得走 我妈来接我了拜拜 我高考去世 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来考 卓卓也有点感同身受 前世的他15岁一个人参加高考 不过他来到这个世界 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清情温暖 你别太少气 宋奶奶他非常在乎 然后他为了讽讽小可怜指了指小九分 宋先生你多笑一笑 珍惜身边的人 宋时玉恩了声 那双深沉的眼看向卓卓离开的眼神代表了声 他又怎会不珍惜 果然是他来晚了一步吗 卓卓考上是状元 陈绍青总算有点开窍 而卓卓考出四状元的那一刻 夜市餐厅从此就火了 客户一瞬间更是络绎不绝 所有人都被惊艳到很开心 恭喜小状元 还带着手机各种发朋友圈蹭蹭欧气 可卓卓依旧是神色如常 虽然也没有拒绝合影 大家一个个来 但卓卓还是第一时间就给陈绍青的奶奶发了个消息 陈老太看到后事又激动又兴奋 赶紧上楼找儿媳妇 香香大喜啊 我孙媳妇考了云京士的状元 周湘也被震惊到了 一个起身激动的手舞鼓掌 卓卓说过要考京城大学 这下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去京城了 老太太点点头想到陈绍青又头疼起来 都怪绍青那沙雕玩意儿不争气 京城那么多鲜肉 万一他们把我孙媳妇拐跑了怎么办 对不起都怪我带出了一个和尚 不会笑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年纪又大 老太太安慰她没事 不过这事你别插手 我有办法对付那臭小子 没想到老太太前脚出房间 就碰到了念着佛经的陈绍青 吓得汗都出来了 我一个老太太都没她这么幸运 很快老太太神色变了一笔 哼着小曲就往楼下走去 奶奶什么是这么高兴 首先要恭喜叶子考上市壮业 很快叶子就要去京城大学 陈绍青很是欣慰这太好了 接着老太太眼珠子转了转 京城大学那么多优秀的小鲜肉 我要打电话给哲言 让他赶紧把叶子追到手 不然以后可没有这样好机会 听到表弟让陈绍青郑重 他心里更是说不出的难受 奶奶叶卓和哲言不合适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说了算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在自家奶奶的刺激下 陈绍青总算是有点开窍了 拿着手机就打了一行字过去 这段时间多给表弟排满工作 只因卓卓考上了全市第一的状态 慕友荣直接被系统反噬成了老太太 不仅将系统打回原型 还刺激的系统加快吞噬身体能量 而这次慕友荣在系统的帮助下考了全市地域 卓卓此时都快把这件事忘了 赶紧把成绩排名截图发了声明 老爸们晚上好呀 这是关于前段时间的抄袭的回应 图一发整个直播平台直接就炸了 这条声明立即登上了热搜 林经理科状的 真正裸分学神视野 可慕友荣第一反应是气的小脸煞白 根本就是屁的 看着这些言论状元形式瞬间扭转 就在这时京城大学的官方后发表了一条帖子 听说京城大学夜神有人质疑 我正要来认为 慕友荣看见更是给他心头重重一击 这条视频迅速火上热搜吧 接着卓卓这边也相当给力 同一时间慕友荣成了全网巢 全部水军纷纷跑到ID账号上马上 一上来就抹黑别人 你的心机表界定完毕 要迎平台快出来把尸入处理干净 慕友荣立马气的脸色藏 系统当即输得进入自闭 叫破嗓子也没反 随后慕友荣便开始头晕小脑发长 然后整个脸就感到撕扯般的疼痛长出了皱纹 他觉得灼灼另有系统 但是即使这样怀疑系统也察觉不到灼灼是穿越的 就在这时系统恢复了 系统命令 宿主生命与系统能量是共生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在科技界发展势力 只要扩展超前科技术 宿主的脸就可以恢复 慕友荣顿时被吓得赶紧照做 直到叶慕隆罩结束任务 曾经他最宝贵的容貌才恢复卢出 而慕友荣还在满意他的样貌和能力的同时 系统已经开始慢慢毁掉他的身体 卓卓的哥哥第一次考上了四状 结果气得绿茶母女脸都绿 此刻林老太激动地紧紧握住笼指 阿泽为我们林家争光了 很快一窝蜂的记者都被请到林家 状元奶奶你好 感谢你和小状元接受采访 然后又把摄影机对准林老 第一次被称呼状元奶 林老太顿时笑得连眼睛都看不见 而冯千千就这么站在边上看了 心里难受的不要不要的 这边冯倩华看向林哲 眼底全是愤怒之色 林哲看见更是飘得不得了 看着看不惯又干不掉的林子 冯倩华不是在沉默中灭亡 就是在沉默中暴争 随后记者走后 林泽一直都无惊打死 考上状元他第一想分享的人就是母亲 可惜他连母亲是谁都不知道 此时他不知为什么 只想把这个喜讯分享给叶神 叶叔叔我考上了京城状元 你说我妈知道了会不会很高兴 叶神很快发了个红包恭喜 阿泽你妈妈肯定会非常开心 我大外甥女也考了云京状元 一个小红包庆祝你和我外甥女 林泽很快就回答 谢谢叶叔叔的红包 下次来京城我请你吃饭 而另一边在疗养院的林景城 得知林泽躺上了四撞 立马拔掉手上的针回到林家 林老太高兴地立马去迎接 然而林景城避开走过去 阿泽在家吗 在楼上休息 林景城点头脸上没什么神情就离开 我去看看他 林老太看着儿子的背影 眼底说不出神情 他知道当年的那件事是他做的太好 可如果不阻止 那林景城就会将叶叔娶回家 此时躺在卧室的林景城看着天花板 他看到了一张女人的脸对着他起 眼睛红了又红 突然叫着叶叔的门 可下一秒他又忘记了什么 赶紧打电话给秘书 张秘书叶叔是谁 林总你又想起来了 叶叔是太太的名字 你房间的保险柜里有关于太太的东西 就在暗格的盒子里 然后林景城在保险柜里找出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年轻的叶叔漂亮极了 那是少女的眼里全是他 这是林景城最爱的女孩 陈绍青追卓卓进行时 叶卓你去拿我送你 此刻卓卓高考结束便约好了好姐妹一起去游乐园 就在这时一辆黑车停在两人面前 随着车窗缓慢降息 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 陈绍青眼神微眠叫着卓卓 立志都惊呆了 这男人是谁长得可真帅 这模样这气场 卓卓意外草草没成心 去拿我送你 陈绍青刚要叫他们上车 卓卓笑着道 不用公交车马上就要到 为是今天工作结束正好顺路经过 卓卓也就不再拒绝 而立志如同八卦的眼神磕着两年的瓜 这位帅哥你说你不是盯着卓卓专门送的 我才不信呢 车里卓卓给陈绍青介绍 这是我同学立志 立志这是陈先生 你跟着我叫陈先生就行 陈绍青先是一笑 接着打招呼你 我和叶卓是朋友 立志眼里只有别的 视线忍不住在卓和陈绍青之间转了个来 莫名觉得这两人偏意 这两人肯定不只是朋友那么紧 可是怎么办呢 游乐园很快就到 陈绍青只能站在原地幕份空间 这时立志敲咪咪看了一眼陈绍青 然后拽着卓卓的胳膊问 那个陈先生长得还挺帅 是不是喜欢你 卓卓无可耐和你紧多了 可立志坚持认为陈绍青看他的眼神不轻的 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为什么要送我们来游乐园 刚刚他说送你的时候简直就是霸走人 卓卓笑着他 他吃素幸福是不可能喜欢上谁 你顺着想象一下和尚能有七情六欲吗 立志继续磕瓜 万一你让他动烦心了吗 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卓卓觉得很是好笑 他又不是瞎子 眼里没有我才叫不正常吗 立志给卓卓醉了真执女 这样的我跟你打赌 假如他真的喜欢上你 跟你真情告白你会接受他吗 不然 爸还没说完卓卓就觉得他开个国际玩笑 永远不可能 就算火星撞地球他也是个和尚 立志轻贺一声剑兮兮到真香定义了解一下 卓卓闭上眼真香定理对我没用 卓卓第一次考驾照 就把教练吓哭了 看着卓卓一踩油门 车子整个飞了出去 教练就吓得人在前面叫混在后面飞 感受则最惊险又刺激的F1挑鱼甩尾 不停地在车上乌蛙大叫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热血沸腾 甚至还有人发起朋友圈 有眼力见的人都说这是个专业赛车手 直到三分钟后一个漂亮的甩尾刹车 教练的脸色都白了 反观驾驶座的卓卓一直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教练可以告诉我考试怎么预约了吗 教练是彻底服气了 下载个12123就可以预约了 笔落卓卓解开安全带下车 谢谢教练 那我就先回去 而另一边佩婷检查出肺癌已是三天后 下班后她感觉胸口越来越难受 照往常去药店买纸腾片 直到今天大嫂休息一天 在打扫房间时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袋子 花了一声袋子里的东西洒落一地 就在这时一张CTT报告单和病例掉出来 大嫂脸上瞬间一片惨白 这是肺癌晚期 什么都顾不得了 赶紧给公婆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赶紧回来 挂完电话 大嫂狂奔到门外跑到聘廷打工的餐厅 直接拿掉手上的盘子 跟我回家 辟庭有些疑惑看着大嫂 我知道了小妹跟嫂子回家 嫂子跟你哥存了一百多万的肯定够你治病 辟庭哽咽看着嫂子 她没想到平时那么抠门的人居然会说这么一遭 这时她大嫂把她拉回家 家里一家人已经泪流满 辟庭我们去治病 就算砸过麦田也要把你治好 没用的真的没用 辟庭红着眼眶到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妈妈却跪在了她面前痛苦出声 孩子你是要我们求你吗 病了就得好好治 佩婷眼含泪水心里悲气万分 她死了也就死 她不想连累家人跟着伤心 但去到医院后 医生拿出了癌细胞扩散多数的报告 卓卓研制出肺癌药剂成为全球第一医学夜神 此刻宋石玉在医院撞见癌症晚期的聘庭 很快对卓卓说了她看到的一切 她却挑挑眉 肺癌而已打一针不就没事 但她又想到什么 在这里一旦患上癌症等于被宣判死刑 想到这卓卓赶紧背了个包往外走 到医院的时候 但卓卓对于癌症晚期还是不放心 你的病医生怎么说 屁婷苦笑道 癌症晚期已经无药可医 也没时间去上大学了 可卓卓听着太过于淡然 我有把握治好你 你愿意相信我吗 文言所有人都愣住 卓卓看向赵母 阿姨我有十足的把握 而屁婷看着卓卓坚定的能 当即决定那就试试吧 就算失败了也坏不到哪去 于是卓卓找到主治医生 决定毫无保留将治愈癌症的方法 传授给医院 可医生只当卓卓在扯皮 卓卓嘴上不说话 直接掏出三个小本本 这是我的医师证 要是资格证中医是资格证 医生怀疑得像医生 这多厉害啊 这么小的年纪居然三症齐全 卓卓接着道 中医股方可以控制和减少癌细胞扩散 但需要借用医院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提取 医生犹豫了下 卓卓有些急了 我不会拿我朋友的生命开玩笑 纵使欲为他担保 不要犹豫了 要是成功了 第九医院将成为全球第一院 而后卓卓离开 医生立即召集全院医生开紧急会议 并且成立一计划 全力配合卓卓的实验 只是总有人看不惯卓卓的嚣张企业 于是他直接拒绝了发光的机会 彼此同时一个肿瘤科的医生举起了手 很快癌症研制小组成立 接下来几天卓卓和顾德宁 都在实验室尝试研究药物 一周下来开始提炼药剂 只有一大堆医生讽刺 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人 倒贴一个19岁的小丫头 端查到谁简直疯了 只有不得您知道卓卓是有真本事 之后的几天卓卓一直在全心研究药剂 助理对此担心不已 卓卓却丝毫不拒 因为今天是研究药剂的关键 果然这一回化验结果没有任何问题 陈绍青又心动了 毕生宝宝直接在直播中给习宿刷500万 可卓卓收到钱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捐给贫困山区 只是在陈府的陈绍青 收到卓卓直播的消息闻声跳了起 果然晚了妈这局已经开始了 可不知怎地陈绍青盯着直播屏幕 有些闯不过气 看着卓卓的衣服扭透拍了一颗 陈绍青的心跳声蹦跳如雷 他的脑海里第一次有如此邪恶的笑容 得冷静冷静 于是他决定给卓卓送点礼物静静心 直接干上榜一大佬 还是直播平台的人全部找 他来了他来了 大佬带着绝带家人走 直接和榜一榜二榜三干起来 一下被调到榜三的陈绍青鼠标都敲冒烟了 他绝不允许有人超过他 直接刷出500万 榜二榜三看着500万挑过子傻眼 只有卓卓心情淡淡的 这位大佬不会是人傻钱多吧 500万他来只能一会捐掉 见到直播时间了 卓卓立马一个win 我要下播了 宝宝们不好意思明天再见 陈绍青看着卓卓在对他招手 瞧把陈绍青激动死 佛珠都丢下来 不用想都知道他会有多心动 叶卓刚刚叫他宝王 而且今天是绝大多数的状元采访播出的日子 此刻叶书正看着家里的电视 突然叶书看到电视里的林泽 他正低头介绍 我是林泽今年19岁 看着这个少年叶书的心 好像突然被人狠狠地灭了一起 在这一瞬间同道窒息 他长得很像当年那个人 如果这真是他 说明当年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有变 原来当年叶书在生产的时候 一个跟他一样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上了男人 18岁的卓特 居然研制出了可以治愈肺癌的YPN药件 原来当卓卓研制成功后需要临朝试验室 婷婷就参与了试验室 好姐妹用药后不仅情况良好 还有体内的癌细胞明显地减少了 卓卓让好姐妹一星期后开始手术 自己来主导 幸幸的是手术非常顺利 几天后就和正常人一样恢复了血缩 胸部的疼痛感也消失了 而卓卓等着最后的解释 需要做下CT确认下身体状况 然而一个小时候 除了是奇迹之际 周院长激动的眼睛都红了 这还是他有生之年 第一次替所有的癌症患者感谢卓卓 更激动的是 全院马上通知各科医院召开记者招待我 宣布了一个令全国 乃至全球都震惊不已的消 曹泽这个消息一出来全球废谈 卓卓卓却默默退出 全球各大网站的热搜全部都是 华国治愈癌症第一人顾德宁 而顾德宁对着卓卓的嘱托 他向全国观众说了一句话 YKA药剂的研制人性面 同时夜神医也是华国守卫治愈癌症的人 这时角落里的一个记者发出了疑问 能具体说说这位夜神医吗 但顾德宁并没有再透露卓卓的其他信息 他在获得所有荣誉的颜世成功 是神医成就了我更速我的活路 药物研发期间夜神医遭受了很多反应 他将那些都扛了下来 现在本该是他万丈光芒的时候 可他却退居幕后深藏宫女 如此这般淡薄名利的夜神医 是我最敬佩的人 希望你们不要去打扰 而此刻在台下的绿茶医生 正极度这块呼吸不过来 前面本应该是他的高光时刻 可他却因为看不起卓卓 拒绝了发光的机会 现在时光能倒流也不管用了 陈绍青终于开窍了 居然想着喝卓卓卿卿 此刻周湘提议去小岛度假 陈老太一听瞬间乐了 把叶子和五鸦头也带上 周湘又皱起眉 这儿子性情古怪能怨恋 陈老太眯了眯眼 急呵呵笑了一声 沙雕孙子而已 我有的是透露 周湘很是害怕 直到傍晚六点 陈绍青准时回来吃饭 吃到一半曾老太放下快 香香呀你联系一下责言 叫他明天跟我们和叶子去岛上玩 而陈绍青听着饭都吃不下 脸还拉得老长 奶奶表弟明天要上班没时间 老太太笑呵呵实习而已嘛 你这表哥盖个章就行了 这可是你表弟的终身大事 陈绍青的脸色瞬间又沉了下 怎么哪都有他 要不我去办办 文言两人眼前一亮 这傻玩意分明就是已经对叶卓伤心了 之前奶奶还在使劲撮合我和叶绍 怎么不继续撮合 陈老太看了他一眼 怕沙雕玩意还想和你俩活动 于是第二天卓卓答应了海岛地上 带着一大包的行李就上了车 上了车卓卓吓得有点烫 陈先生也一起去 没一会一行人就到了门 一艘豪华游艇正靠在面前 卓卓和陈绍青躲在最前里 看着两人的身影老太太就担心的不行 香香我担心叶子以后和绍青在一起会受不住 周湘猛了 你看叶子那妖戏的风都能吹断 咱们绍青可是跑坏了三个跑步机都不带长期 周湘笑了笑 妈卓卓厉害着 到时候谁上谁下还不一定 结果陈老太现在 满眼都是这两人真的好般配 叶子绍青我给你们拍一张照 从这里开始 陈绍青的眼睛都没有一开过卓卓 简直是一副色令之昏的小模样 连亲妈都觉得不可思议 看来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卓卓第一次在驾校飙车的视频报 竟被林哲迷成赛车女神 还以为这是赛车心境黑吗 崇拜洋溢各种优越的眼神融合在一起 他特别想知道卓卓是谁 怎料林哲回到家倒头就吃了些 这妖婆来我家又要做什么 只见冯倩华站在门口等着林哲 阿哲我想跟你说说你母亲的事 林哲的脚步声瞬间顿了下 后面的妖婆又开始惺惺作态借题发挥 阿哲我知道你一直误会我抢风你爸 林哲回头眼底脑含讽刺 你终于承认了 妖婆被噎住了 再次说的情真意气 你误会我 我和你爸爸是真心相爱的 是你妈妈拆散了我和你 林哲一个看智障的眼神 当我是林傻了 这个疯妖婆 妖婆又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 林哲都犯恶心 怎么会感到一股好浓的老绿茶味 我妈是谁 我也不清楚 她现在在哪里 妖婆暗眯了眼接着到她死 死在了和其他男人私奔的途中 听说连全尸都没有找到 林哲打眼看着那阴毒的目光没说话 有些犯困 转身就回房间了 妖婆气得脸都绿 故事抬举野种就是野种 然后林哲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里面播放了正式记者采访叶书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母子联系 正在喝奶茶的林哲看到叶书突然愣起 她的感觉很奇怪 林林不认识 却总感觉这个阿姨很熟悉 怎料妖婆从外面走进来看到这阴毒 甚至吓得汗流加倍 林哲我看到叶书上电视了 阿哲正在看着 文言林老太心下一惊 下一刻吩咐管家快把电源切断 林哲差点就隔着电视叫妈妈 突然画面消失了 主要是她觉得这件事太不对劲 赶紧出去叫管家修好电路 陈绍青醒悟爱上卓卓 结果却告诉卓卓她病 甚至自家奶奶都说她是木头人 虽然陈绍青有被冒犯到 但也乖乖拿上行李当着搬运工 刚走出游体 就看到沙滩边上粗壮的椰子水 就因为卓卓想追 老太太就叫陈绍青去爬树 快点去 这么高等一下叶子摔断腿怎么办 陈绍青猛了 这真是亲奶奶 犹豫之际卓卓直接出手 从地上捡起几个食指 啪啪扔了过去 美人就收获一个大椰子 特别是看到卓卓笑叶如花的容颜 陈绍青顿时就小路乱撞 有些不自在的一开视线 他感觉症状越来越严重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卓卓尽快给他医治 然而三人并排走得根本没理 只是卓卓穿上美丽的白色泳衣后 这回周湘都把持不住要练接 羡慕卓卓身材那么好 然后扭头盯着傻儿子 我们绍青身材也特别好 要富鸡有富鸡 谁要是嫁给他一定会非常幸运 可卓卓还没反应过来前台词 周湘就接到一通电话 脸色一瞬变了 马上调来私人飞机 卓卓家里头有急事 我和你陈奶奶回去处理一下 然后老太太回头看着左底 叶子我们家这个臭小子一心向我 马上就要出家当和尚 你不用拒谨把他当好姐妹就行 终于剩下二人世界 卓卓还是特别照顾大少爷陈绍青 我去搭帐了 陈绍青一把夺过 你去游泳帮我自己来 卓卓笑着到那我就不跟你客气 随机卓卓站在礁石上纵身一跃进水中 身子灵动得像一尾美人鱼 收得一条肥美石斑菲果 卓卓直接盘下找到陈绍青 让陈绍青都有点惊呆 捕手抓鱼 卓卓还激动地和陈绍青分享喜悦 一会我们吃椰子包鱼 怎料卓卓一台眸 陈绍青又套上素色长衫在那里面镜 你穿那么多部热吗 陈绍青拨弄着佛珠 我天生对冷热没什么感觉 最近更是严重了你帮我一并看 卓卓好奇起身轻轻搭上他的脉搏 结果陈绍青瞬间心脏跳风 不论什么角度来说 他现在都是呼吸不过来 磕到了磕到了 陈绍青终于和卓卓亲了 原来当卓卓把脉后说他的身体很好 陈绍青又觉得自己很不对劲 就是感觉心跳突然控制不住一样 还会呼吸不过来 然后卓卓很认真想一下 这脉搏非常健康 不过你有空去医院检查一下 有时候中医检查不出问题 吸用仪器就能检查出来 接着卓卓再次起身去有两圈 等他上岸时已经是日落夕阳 可他刚走到岸边 就看到陈绍青微微闭着眼 整个眉眼笼罩在夕阳的阴影下 镜浴间带着清冷却又充满蛊惑 卓卓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突然发现这丝长的真是 被蛊惑 卓卓忍不住微微弯腰往进地看南南倒 这人的睫毛长的都可以当秋千了 这么好看的人怎么就看破红尘了呢 就在这时陈绍青突然睁开眼睛 近距离下气氛陷入微妙之中 两人猝不及防地接触了起来 反应过来的卓卓退退 怎料刚才那瞬间太短了 陈绍青抚摸着自己的唇边 忽然那种心跳加速不能呼吸的奇怪感觉又了 胸腔里的心脏好像要跳出来 也是这时陈绍青才想起来 只有想到卓卓的事他才会这样 然后他拿出手机发了个体 为什么我看到一个人会心跳加速 无法呼吸是绝症呢 很快就有人回复了 你这是爱上对方了 不只会心跳加速 叶身人静的时候还会想起他做梦 会梦见他 看到这些答案陈绍青有些貌似 不可能是真的吧 他微微抬眸看着向他走来的卓卓 一边接过椰子一边测试心脏 但是现在他觉得这样和卓卓两人 在孤岛上看着戏 似乎也不错 一想到这里陈绍青缓缓开口 叶卓你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然后他倾笑出声 你一个和尚操心这个问题做什么 陈绍青下意识地否认我不是和尚 卓卓惊呆了 那你以前完全没谈过恋爱吗 真是好奇陈绍青啥话都能说得错 难道你谈过 卓卓有些心虚还好吧 然后他扯开话题 那你是怎么看破红尘的 陈绍青看向蓝天 我觉得人一辈子为娶妻生子了 在娶妻生子周而复死没什么意思 卓卓点点头 确实没意思我应该向你学习 怎料陈绍青又接着问 那你以后会找男朋友呢 卓卓淡淡看着陈绍青可能会 因为我又没有看破红尘 如果能遇见对的人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卓卓的话 陈绍青心里好像双打的茄子 难受得很 卓卓要给陈绍青穿 Hello Kitty的围裙 陈绍青嘴角抽了抽一定要穿 见状卓卓眼底长笑脸上神情却非常认真 当然要穿油水弄脏衣服 其实他想的是围裙配猛难可合适 见卓卓这么认真陈绍青也不抗拒 只是这近距离 陈绍青这心脏全部要跳出来 最糟糕的还是卓卓的发丝 还有骨青香味 不到三秒陈绍青就整个发风突变 见此滑稽 卓卓赶紧掏出手机咔嚓紧 然后看着那照片笑得更加肆无忌惮 陈绍青抬头看他现在可以去洗碗 不知不觉间两人在小岛度过了五天 当然 现在卓卓已经完全把陈绍青当成好姐妹 第一天他带着陈绍青去抓螃蟹 第四天又说死陈绍青去偷鸟蛋 直到卓卓把岛上的小动物都破坏了 陈绍青现在见了他都已经习惯了 可卓卓突然也觉得无聊了 有些想小姐妹了 陈先生谢谢你这几天的招待我想回家了 他神情有些落幕 都舍不得和卓卓分开 请我开私人飞机带你回城 两人收拾好东西后就上了飞机 就在此时陈绍青操作器械的动力 让卓卓觉得和飞船相似 卓卓就看得认真 陈绍青回眸看着他眨发的两只大眼睛 想学吗 谁知卓卓已经凑到他身边把手搭在控制板上 见卓卓上手 陈绍青说着现在风阻有点大拉起 四十五路 随即飞机一下子就抬高了 卓卓瞬间就落了针喉 两人离得很近 陈绍青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就落在他的耳朵 突然他又脸红心跳动 热意识起后又默念了十几遍轻心咒 找到送卓卓到家时 陈绍青发现有对男女朋友正盯着卓卓的家方向 也许是第二次陈绍青微微皱眉 回到公司就派人查 谁知助理告诉他那两个人是宋世玉的手机 他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又拿起了一根香烟 但是怎么抽都泄不出来心里那股郁气 就在这时卓卓给他发了条信息 去医院检查了美 陈绍青又感觉心里那股气是甜美的了 卓卓说要找男朋友 陈绍青彻底感到危机 上集说到卓卓要去考虑 陈绍青就发现卓对美是特别执着 不过他又想到卓卓并不抗拒爱情 也就是说周卓言和他真的很有可能 就在卓卓高高兴兴倒顾考虑时 一片朝霞中他的五官显得有些不真切实 没意会空气中就传来了一股浓浓的考虑香 陈绍青就这么看着他 他心里突然很难受 大概是病了 直到夜幕渐渐降临 不知不觉间又迎来了海岛的早晨 卓卓准时睁开眼睛拉开窗帘 瞬间便有清爽的海风吹了进来 随后他就换了一套运动状 刚下楼就看到陈绍青坐在沙发上看世界王 主动跟他打招呼 陈先生早上好 早上六点 他像一只鸟一样伴随着阵阵的扭鸣 开始围着小岛慢跑 跑了一个小时左右 卓卓甚至在路上看到了野兔和野山羊 卓卓再次一个月起 仿佛看到了烤羊排红烧羊肉在跟他招手 走到别墅的时候眼前的陈绍青愣住 就见卓卓直接将小肥羊扛在肩上晃晃的跑 兴奋地看向陈绍青 你猜这是谁 陈绍青碾了下活猪 这羊是你抓的 卓卓把羊放下来 这羊肯肥了 做成烤羊排肯定很好吃 可惜了你是个吃素 然后又一路把羊扛到后院笑着对陈绍青说 你回避一下接下来的画面有点血腥 陈绍青转身往厨房走去 直到半个小时后 卓卓将整只羊都解剖好假期烧烤酸 鉴于陈绍青吃素 便贴心给他准备了金箍酸辣 这么想着卓卓就马上炫起了烤羊吧 一口下去人间美味 不过陈绍青特别好奇 那羊排的味道就那么好 没一会儿卓卓就扫光盘子打了个饱 满足的眯起眼睛 吃完饭陈绍青主动去洗碗 但没有洗碗机 面对一堆碗时他有些无穷小手 卓卓已在门边就这么看着膜 这个太子也洗过碗吗 为了见到未来弟媳 陈绍青五个姐姐都出动了 原来陈绍青把CT报告单发给卓卓 屏幕这头的卓卓就愣了下 检查报告单一切正常 然后他微微臭霉的样子 看了旁边的烟灰盖 这和尚还吸烟 貌似烟瘾还挺大 下意识的卓卓就发来一句关心 吸烟队肺不好见一手吸狗头 没想到陈绍青笑得死都出来了 叶卓这是在关心他 好的以后戒烟 这些小插曲陈绍青确定 以及肯定他喜欢上他 就在这时一个视频播进来 二姐一脸坏笑 不压头我听奶奶说 他给你这个和尚管了个漂亮媳妇 陈绍青依旧很嘴皮 我不是并没有 你别听从就是语 撒二姐从刚才到现在就一直很辛苦 我还听说我未来弟媳长得特别漂亮 比那个狗眼看人的目有容好看一万 陈绍青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然后二姐大方展示满满一首是台的东西 这些都是姐姐给弟媳准备的女人 我弟的弟媳就要用最漂亮的首饰 我未来弟媳戴上这套首饰肯定超级 说到这里陈月牙就好奇死 奶奶死活不肯给我发一张弟媳的照片 不压头你也是只知道工作 陈绍青一脸无语地看着屏幕那头的姐姐 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又被姐姐对了回去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婚 我录着评的你有本事说一句 必须看上你 像你这样的男人年纪大不懂风景 你什么都没有有人看上你这不错 可千万不要说你有钱 钱能买到姐的微笑吗 陈绍青被噎得哑口无言了 然后找起借口我还有个重要的回忆 说完直接掐断了视频 看着被挂断成月牙气的不息 赶紧打电话过去 结果又被陈绍青给拉黑 陈绍青真是宠气无度 甚至因为媳妇的一句话 掉戒了十几年的烟雨 当陈绍青回家时 陈老太正和周湘在聊天 想想你说那几天 绍青和叶子在一起应该开窍 这么严肃的问题 周湘竟然点点头 正好这时陈绍青从外面走近 两人立即打住 刚刚少儿不移的话题 臭小子你打火机 借一下给奶奶点音效 结果陈绍青语出惊人 吸烟对身体不好 我借了把打火机扔了 此话一出两人彻底傻眼 那个有十年吸烟历史的儿子戒烟了 反而老太太从陈绍青身上一看就懂 有猫腻一定和叶子有关 而另一边的叶参想了很久 终于决定要跟白威表白 白威装作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叶参将玫瑰花递给他 我是真心喜欢你 好伴想白威才接过玫瑰花 那我们就试试吧 叶参瞬间喜出望望 真的吗你接受我 白威点点头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姐姐 而算计的白威在前 他希望能快点见到叶苏 好好叶苏让叶苏认可 这时回到家的叶参就一直哄着小曲 叶苏看出了眼中的笑容 这么开心 你不会是谈恋爱了 叶参顿时乐 不会是我亲戚 我们三个月前认识 他叫白威云金本地人是舞蹈老师 就在这时卓卓咬着放冰出来 舅舅你这次可要把眼睛睁大一点 舅舅你这次可要把眼睛擦亮一点 叶参打包票保证 这次绝对没看错人 可卓卓还是对视素未谋面的人没什么好 舅舅要是有眼光的话 李一诸玉在前就是个例子 叶苏也觉得在意 可叶参很喜欢白威听不进去一提 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放心了 我可以把她带回来给你们看看 卓卓的哥哥找妈妈计划终于提前了 此刻林泽决定拿着糕点搞定老妖婆 果然老妖婆很吃这一套 开心地吃了好几块点心 林泽就在心里斟酌了一下 奶奶胖虎和二狗子他们要去云金玩 我也想去 林老太顿时就揍起眉脸色很是难看 你去云金干什么 怎料林泽早已有准备 奶奶我听说云金的仙女风很灵验 我想去烧香让佛祖保佑你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的沐友荣对上叶总脸色瞬间就掉了死 她还以为面前的是土肥元老 但她想错了 毕竟眼前的叶总可是刚满18岁的卓卓 这时卓卓接过方案 随意地翻了两页 结果不出所料内容全是她当年玩圣经 卓卓也非常想看她被红粉羞辱无所 下一部戏头会有什么动作 接着卓卓脸色异冷 揍大哥送客 CY永远不会和牧师合作 婚姻是李赵阳看向卓卓 叶总牧师的方案有疑虑 便对赵阳的质疑 卓卓只是轻谈一声 说了方案的全部漏洞 而另一边无计可视的牧友荣 直接走到了狗腿 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 是作祖 怎么办 离少牧师集团项目出了问题 我现在帮不上一点 结果离天东就很失这一天 再加上绿茶的美元计催眠发动 这个金融危机牧友荣就不用重 就连狗腿子也变成了前组未有停 牧小姐别担心 我马上回去跟牧师合作 就在这时幕有人突然想到了宋氏 系统表示宋氏已经和Ziwa合作 听此他那眼底传是阴毒的亮光 宋氏玉这么做无疑是故技重施曹叶卓出手 毕竟前世的宋氏玉对他就是这么做的 陈绍青开始了单独约卓卓 却被失恋的舅舅撞了 叶申见说说笑笑的单纯卓卓 看着就火冒三丈 他自从失恋后看谁都是渣男渣女 这个老男人别是想帮我家卓卓 哭吃下车走到卓卓身边 陈绍青跟着叫人叶先生 叶申瞄了眼陈绍青眼底充满 一六十个渣男 原来叶申带着新机女回家时 叶叔看到来人嘴角的笑容就僵重 突然就想起来这是昨天在商场大发雷霆的女孩 听到叶叔打招呼 白薇十分亲密地挽过她的胳膊 姐姐你保养得真好 叶叔笑看白薇你也是 平时是用香奶奶护肃吧 新机女笑着点点 她果然猜得没错 这人就是昨天打电人的女 叶叔开始不着痕迹的厌恶 白小姐先坐吧 白薇眼底闪过一道憋屈的神气 这两母女吃叶森的用叶森的真不要脸 这时卓卓从屋里走出 脸色瞬间一变 卓卓这是我女朋友白薇 白薇笑着问我 心里想的却是乌颜慧语 这个外甥女长得那么漂亮 要是在夜场当工作 那肯定是万人追捕一身的 面对叶森的新对象 卓卓笑看舅舅这下有好戏卡 这时叶叔把煮好的饭菜端上桌 叶森把两个鸡腿都夹给家里 心机女气的脸都绿 等我嫁过来 我让这对吸血鬼魔女有多远鬼多语 卓卓微微皱眉看了表情蹬不住 晚饭后卓卓拿起一个苹果掌的作品 逼边啃一边将昨天在商场看到的事情重说 叶森愣了一下 打人确实不对 总不能这样断章取义 卓卓微微一笑 常年练舞的人腿部肌肉特别发泡 可白薇的腿肌肉过于松弛 还有才应该常年熬夜 眼睛里还有淡淡的红血丝 舞蹈老师的作息可是很规律 叶森摇摇头根本听不进去 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熬夜吗 卓卓倾笑 我可以断定他最起码日夜颠倒十年以上的时间 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从看到白薇的走路姿势开始 卓卓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 卓卓的哥哥终于见到妈妈 可从不相见的至亲看到彼此 却让两人互相误会 为了找到妈妈林泽刻不容缓来到了云景 这时老妖婆眼里有了进化 管家你去派两个人跟在阿泽后面 而这一次林泽是光明正大局 发条信息给夜深后 下午四点四人来到了寺庙祈福 晚上要回到酒店 第二天要直接去爬山 这三天是人一直说说笑笑的打卡 没拍到林泽一点可疑的行踪 老妻婆看着照片特别放心 行了你们明天别再跟着阿泽 可另一边的林泽也发现尾巴不见了 眼人耳目的作梦 终于让他能找妈妈 然而刚和狗腿分开 他顿时就有些举色 他不知道妈妈是谁 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找到妈妈 直到晚上这边的卓卓刚刚跟妈妈进商场 卓卓便往奶茶店跑去 就在这时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走过了 阿姨你的钱包掉了 再看到少年的脸 他挣住了 叶叔第一时间就觉得很眼熟 眉眼间竟是他的眼 而林泽也很是惊讶 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阿姨 他也怀疑过这是不是他妈妈 但他女儿也跟他一样了 所以肯定不是 他也不可能同时生下两个年纪差不多到了 林泽接着道 阿姨你确定这是你钱包吗 叶叔回答 这个钱包里除了讨的钱以外 还有我和我女儿合照 林泽打开钱包确认了钱 便还给了叶叔 然后转身就走了阿姨再见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叶叔感觉这少年笑起来的样子 特别像卓卓 他有沉重的背影 也和记忆里的他相互重合 卓卓终于要喜欢上陈绍青 这几天的我把民政局都搬了 此刻卓卓坐在老板椅上 而陈绍青就站在后面指责电动 这里这里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卓卓微微轻生身体 如玉的指尖不断穿梭在键盘上 很快屏幕上的数据就在不断变化 这里是怎么回事 陈绍青低下头 将叶卓碰于他和电脑之间 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真正的漏洞在这里 但在intro格式中 不用远程转移指令 和远程指调用操纵 就在这时卓卓回头看向陈绍青 刚想说什么 结果回眸的瞬间过电般的感觉 从他唇间插不 这下两人都不淡定 同时感觉整个心脏都不属于自己 即便卓卓反应过来迅速分开 卓卓还是觉得罪败 他居然占了个河上的便宜 而陈绍青感觉整个嗓子也都在冒烟 自然地转移话题 你要喝水 冰可乐谢谢 很快就有人拿着冰可乐和冰水消泡 陈总你要的冰可乐和冰水 卓卓一把拿过冰水 自然地坐在电脑前 噼里啪啦敲击着键盘 陈绍青郁闷极了 这个意外好像他没放在心上 然而这边的卓卓已经汤沉了 冷静冷静的是个河上 直到陈绍青一句低沉的夜中 他瞬间一颗躁动不已的心 也慢慢沉淀下来 陈绍青还笑得温暖 这段时间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去我家多走 我奶奶很喜欢 卓卓抱着冰可乐答应 也许是不想小娇妻子 他又接着到对了我家 最近新招了一个巴黎甜品室 特别擅长慕斯蛋糕 卓卓瞬间眼前一亮 真的吗 我回去我回去 陈绍青喝了口冰水 看着小娇妻 果然是的孩子一个甜品 就能让他那么闹 直到几个小时后 卓卓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已经全部挤着 陈绍青也放下手中的文件 辛苦了 我知道有一家味道 特别不错的甜品餐厅 我请你吃个饭吧 舅舅教卓卓分辨大猪蹄子 陈绍青扎心了 大外生女只要漂亮的男人 都特别贵偏 卓卓点点头 舅舅你放心他就是个和尚 叶身无语极了 你见过几个和尚脑袋上有毛 卓卓笑着道 你放心陈绍青真的不是那种 同样是男人 叶身早就看出来 陈绍青看卓卓的眼神不对劲 总之你注意点 千万不要让大猪蹄子多少 陈绍青微微皱眉 我能从叶卓那里什么 反击格斗殴打树木 而叶身回到家 就收到了林泽的信息 两人一早就约好找个公园见面 此时叶身刚把车停跑 林泽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寻抱 毕竟说来也奇怪 他看到叶身会忍不住想清静 对于这种感觉叶身也一样 阿泽有你妈妈的消息了 林泽摇摇头已经找了八天了 再过两天他就要回京厂了 叶身很是想帮林泽一 那你们家什么情况 怎么不去问你 林泽叹了口气 我奶奶很讨厌人 叶身又仔细问那你爸 说到这里林泽就想起了什么 原来三月份的时候 我爸来了一趟云津之后 身体又突然变得热 留下了记忆后遗症问不出 叶身抬头看向林泽 你爸是来找你妈妈的 林泽点点 那他是不是看到了你呢 度这么多年 你妈妈也有可能在婚 重复家庭 也有可能一直等着你 林泽喝了口饮料 不知道怎么办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 19年都不嫁吗 叶身突然激动起来 怎么没有 我姐年轻时被一个渣男骗了 到现在还没考虑过再婚 然后她有一阵吻戏 我姐要是能遇到 像你爸那么好的男人该多好 思索间她拍拍林泽的肩膀 咱们男人一定要有担当 抛弃气女这种事绝不能做 随后才安慰林泽 你是个好孩子 千万不要放弃寻找你的妈妈 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眼 林泽听了很多点点头 我会和以前一样一直找妈妈的 我期待见到妈妈的那天 卓卓问陈绍青对她的感觉 可陈绍青还是个老夫 两人到达餐厅后就吓起了大嘴 陈绍青脱下外套披在她头上 餐厅内卓卓卷了两分三次 不要放松所谓 陈绍青抬眸看向左卓 心里的某一处好像快速被停了 她都留意到了 很快才斗上前 卓卓就开始大块骨鱼吃大鸡 她加了个鸡腿好奇道 你看到我吃这么香的肉 心里就没有一点感觉了 卓卓又加起一块肉在她眼前晃了晃去 这可是香喷喷的肉 结果卓卓逗了的记忆 你看你就是个神奇的人 挣那么多钱不吃不喝不去小手 你脱什么呢 陈绍青抬眸看着卓卓 深邃的眸子里是一眼望不到的温柔 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脱什么 但是现在知道 饭后陈绍青送卓卓回家 叶深好像血脉觉醒 拿着钢管比较圈 卓卓有些莫名其妙 叶森若有若无地看着陈绍青一直在她面前 这不是针对某个大株体词 陈绍青怀疑在内涵她却没有证据 然后夜深朝陈绍青抬了台下 挡在卓卓面前 天色已经很软的陈先生暗嘴 然后拉着卓卓的手就冲进了楼堂 卓卓只觉得他精神有去失诚 舅舅他真的就是个天神 然后卓卓拿出了一本价值 舅舅明天你要出差对 第二天舅舅坦脱不安地坐在自驾时 然后舅舅还没坐午 车子就冲了出去 到达机场 舅舅更是整个魂都没了 结果又遇到了某个显眼光 舅舅瞬间又惊醒了 从机场离开后 卓卓去了一趟中间 陈老太瞬间激动地跳起 来叶子跟奶奶套房没戏 卓卓笑着到我唱歌 陈老太非常兴奋 立即将电视的声音调响 卓卓也不矫情 清了清嗓子张嘴就唱 陈老太激动极了 立即拿出手机录音 发到了家族群 都来听听 这是我孙媳妇给我唱的女生 然后陈绍青四个姐姐全部炸 奶奶你要发照片发照片 而飞机上的陈绍青 眼疾手快点了收藏保存 一遍遍听着媳妇的声音 陈绍青终于把卓卓舅舅了 原来陈绍青在到大屁股后 第一时间就给卓卓打电话 卓卓随手接起电话 是我我道 卓卓也是一联盟 不是陈绍青怎么比我舅舅 还着急给我打电话 那陈先生在那边 一定要注意安全 陈绍青顿时乐 就在这时卓的电话又响起 宋大哥 宋石玉长发短说 列卓我奶奶快不行了 你能来看看吗 卓卓立即停下手里的工具 很快就到了宋家 床上的宋老夫人 已经是强撑的一口气了 卓卓走到床边 伸手搭上宋老夫人的麦 一瞬间就感受到 老人身上的大现气息 然后卓卓看向宋石玉 微微摇头 宋石玉没有过多的哭气 宋老夫人眼胖里 流出两行浑浊的内水 石玉都十二年了 你还没原谅你父亲吗 宋石玉眼底满是客子 宋老夫人叹了口气 道你先出去 我想跟卓卓单足摇会 宋石玉依旧在原地没动 宋老夫人再度叹气 于是他握着卓卓的手托费 卓卓我走得正好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石玉 这孩子从小就怕黑怕夫妻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代替奶奶经常来看她 说到这里 老夫人不受控制的咳嗽起 又看了眼宋石玉 卓卓微微转发 再次看向老人家 已经永远地闭上了 卓卓直接哭了唇 与此同时的披补 一辆连号的劳斯莱斯 经过街道 陈绍青手里 捏着佛珠米眼看着路边 这时他突然看到 五个T国人正在围有运营 陈绍青一眼就看出那是叶生 下一刻他就命保镖 朝空气中营了一起 五个狂徒吓得四处逃送 叶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再次醒来已经在一夜 陈绍青就在床边坐着 左手捏着一串佛珠 右手翻着一本佛金 叶生一脸猛 怎么也没有想到 救他的人是陈绍青这个大猪蹄蹄 谢谢陈先生 陈绍青放低姿态 你是长辈叫我想成就行 你头上的伤口粉身 还有轻微眼震荡 要住院观察三天才能出院 一时间叶生心理非常复杂 看来这个姓陈的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堪 没想到其实人挺好的 这次陈绍青故意提醒 卓卓别老叫陈先生 因为他真的想听 媳妇喊他一声胳膊 上集说到陈绍青 亲自放低姿态 对着叶生喝水 叶生看着这大少爷的陈绍青 本是愧疚地反省了自己一心 而陈绍青也是个贴心周到的 很快助理就拎着饭和进来 陈绍青端起碗就要问 叶生下的连忙白审 然后陈绍青说了一句合同的事 我已经安排了 明天你负责签字就行 助理见到这一幕也惊呆了 他跟在陈绍青身边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刻上爱情的CP了 直到第二天张助理带着两个人进 叶生直接愣住了 在对方递出你好的合同时 叶生低着头翻了两页再次傻眼 条约不仅非常合理法 让一方站了底 见状叶生很爽快签了字 而自己又沉思起来 小张小陈到底是什么人 生意场上谁不知道陈武 年纪轻轻就将曾加 发展成华国第一次见 好拜承叶生才反应过来 难道小陈就是传说中的陈武 助理顿时脸红 对我们五爷从没谈过恋爱 也没有和谁有过 任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年年礼服吃素 可叶生心里跟宁静似的 小陈看卓卓的眼神分明就不单纯 助理还非常肯定的 我确定我们五爷是不昏主 刺激此叶生的嘴角微微扬起 生于尊贵反而身心干净 现在看来无论是长相 还是能力小陈 还是挺合适卓卓 今天是叶生回国的日 卓卓提前十分钟就来到了机场 下一秒他整个人看花眼 舅舅什么时候和这和尚关系这么好 直到叶生叫了一声大外声 卓卓眼神一冷就着你受伤了 叶生吓得不清出了点小问题 不过小陈已经帮我解决了 卓卓这才转头一血 谢谢你陈先生 陈绍兴淡淡到举手之劳 别老叫我陈先生 如果可以就叫我五哥好吗 叶生在旁看着都跟着提起一口气 这是看上我家大白菜 轻眼看着奶奶在自己眼前消失 宋石玉变得更加冰 看见卓卓泪流满 她递给卓卓一场干净的身边 可她却低泪未落依旧眉眼如初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冷血了 卓卓擦掉眼泪 谁也不知道你到底经历过什么 所以谁也没资格去评判 宋石玉带愣着 众人接受她心狠手辣 但却从没人像她这样不带偏见 跟她说过这句话 三天后是宋老夫人出病的日子 卓卓身穿一身黑站在送行的人中 然而小雨细细宋石玉抱着奶奶的骨灰走到最前面 蹲在幕前的时候 宾客门却在一旁低声一位 唯一的奶奶 说了宋石玉什么表情一位 真是太冷血了 卓卓却是皱起眉看向前面的宋石玉 可她却像没听见一样神色不动地深深聚了一躬 看向身边的柱 你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呆一会 雨越下越大 宋石玉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墓碑前 看着照片上的奶奶 此时天边响起了惊雷 雨目中的她雨点连着她的轮廓一直杂入云 她现在比任何人都要遗憾 这时卓卓递来一张干净的手帕擦擦脸 仅仅是片刻清浅的声音 也让她回忆起十几年前那句 哥哥吃颗堂乱 宋石玉接过手帕 卓卓把伞撑在了她头顶 试着已以宋大哥解爱 宋石玉冷漠的嘴角张了张 我没有伤心 卓卓很是担心 可你颤抖的眼神骗不了 宋石玉擦干脸上的雨水 卓卓接着到这雨衣室当会停不了 要不我们回去吧 两人一律无言到达夜间 卓卓下车嘴唬到 宋大哥回去记得煮红糖生姜水去 你气色不好别感冒 宋石玉点点头 司机一愣头一次看到这么听话的嘴角 一个小时后宋石玉回到了街 侍女递来一碗红糖浆汤 虽然以前宋石玉很排斥这样的味道 但她现在觉得心里好似有一股暖流亲人心脾 卓卓站在科技界的顶端 陈绍青站在金智塔的顶端 简直就是天作之河 此刻卓卓收到了来自科技界大会的邀请 正想着要不要拒绝 却收到了儿子们的万人血书贵球参加 这时卓卓才知道 他在科技网被欺负的连扎都没有 变不下这口气的卓卓将这个账号收出 没一会就查到了慕有荣的资料 卓卓眼底流光一彩 于是他用了三秒转发了邀请函的文件 既然他送上门来了 趁这次机会将他身上的外挂系统彻底销火 与此同时的高科技实验室 一群穿着防色服的博士激动到 比克爸爸要来参加今年的科技大会了 比男子很是激动 赶紧通知华恩博士 他老人家对爸爸慕眠很久了 另一边灼灼的一条视频在赛车界快速流传 边上的一名青年佩服的五体投帝 非常疯狂到要把人决第三尺败其未私 文言一个破哨无语了 这些动作在我们专业赛车人来看中上水平而已 然而何子腾却提醒 给你一个教练车你能开成他这个 狗腿子麻溜的到那块把这哥们约转 可子腾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轮廓 这是个漂亮的妹子 很快就到了卓卓参加科技大会的前一天 接待人员在机场高举一块大牌 不断垫脚朝街机口的方向看去 此时卓卓走到他面前 你好请问是厨子墨先生吗 厨子墨回头看到了一名眉眼如画的女子 很是猛逼美女我们认识吗 卓卓淡笑包了一下头发 我是扭扑路 很高兴认识你 厨子墨都惊呆了 左右环顾你是大佬的助理 卓卓亮出科技网的账号 现在能相信我就是本人了吗 厨子墨再次握槽 这真的是大佬本老不是老名 另一边在酒店门口等着的顶尖科学家 看到卓卓的那一刻直接就愣住 接着卓卓拿出一份文件 华恩博士这是我的方案 说好了见面给你 华恩博士翻了两页脸上 净显惊讶的神色 好半想才反应过来前辈命 厨子墨再次震惊的三个握槽 然后卓卓低头看手机 等我几分钟我先把手里的任务处理 马上要超时了 然而这凡尔赛的举动彻底让出纸目破口 果然是大佬 超S级的任务用手机就能解决 卓卓站在科技界的顶段 陈绍青站在金字塔的顶段 简直就是天作之谷 此刻卓卓收到了来自科技界大会的邀请 正想着要不要拒绝 却收到了儿子们的万人血树柜所参加 这时卓卓才知道 他在科技网被欺负的灵渣都没有 变不下这口气的卓卓将这个账号收出来 没一会就查到了慕有龙的资料 卓卓眼底流光一走 于是他用了三秒转发了邀请谈的文件 既然他送上门来了 趁这次机会将他身上的外挂系统彻底销活 与此同时的高科技实验室 一群穿着黄色服的博士激动到 Lick爸爸要来参加今年的科技大会 一男子很是激动 赶紧通知华恩博士 他老人家对爸爸梦眠很久 另一边卓卓的一条视频在赛车界快速流走 边上的一名青年佩同的五体同弟 非常疯狂到要把人绝地三尺败其为四 文言一个破哨无语 这些动作在我们专业赛车人来看中上水 然而何子藤却提醒 给你一个教练车里能开成他这样 狗腿子麻溜的到那块和这哥们约准 何子藤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轮廓 这是个漂亮的妹子 很快就到了卓卓参加科技大会的前一期 接待人员在机场高举一块大牌 不断垫脚调接机头的方向看去 此时卓卓走到他面前 您好请问是楚子墨县先生 楚子墨回头看到了一名没眼如画的女子 很是猛逼美女我们认识 卓卓但笑抱了一下头 我是扭扑路 很高兴认识 楚子墨都惊呆了 左右樊顾你是大佬的助理 卓卓亮出科技网的账号 现在能相信我就是本人了吗 楚子墨再次卧槽 这真的是大佬本老不是老爷爷 另一边在酒店门口等着的顶尖科学家 看到卓卓的那一刻直接就愣住 接着卓卓拿出一份文件 华恩博士这是我的方案 说好了见面给你 华恩博士翻了两页脸上 净显惊讶的身子 好半想才反应过来前辈你好 楚子墨再次震惊的三个卧槽 陈绍青第一次深情地看着卓卓 特别是听媳妇叫了他哥哥 但温柔细腻的眼神都能拉死了 见状舅舅彻彻底慌了 尤其是看着陈绍青 现在一脸泡他外甥女的样子 猛然拉回自家小白菜 怎料大猪梯子倒头就跟上 拉丝的眼底更是都长媳妇身上 只让叶森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似的 而另一边的林泽已经回京城一周 这时老巫婆将林泽叫到房里 准备跟他说说让冯倩华进门的事 林泽就这么看着林老太态度坚定道 奶奶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接受冯阿姨当我后妈 老巫婆又开始迂回战术 八折做人不能没良心 难道你不想要的妹妹吗 林泽斩钉截铁我不喜欢妹妹 听听你这孩子说的话 再怎么让奶奶求你了不行吗 林泽始终保持沉默回了自己屋 老巫婆看着林泽的背影有些傲慢 看来她还得另外想办法 没想到到了第二天 冯母带着冯倩华直接上门逼婚 看着林家豪华的大庄园 都让她震惊不已 怪不得她这个拜金的女儿 迎远至今也要嫁过去 很快冯母提到后 李来到客厅唱情红衣 对着林老太就是一番嘘寒问问 突然冯母话风一转 老妹妹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倩华等了你们仅成19年 是不是该给一个交代 闻言冯倩华连忙站起来圆场 见状林老太太太是 下一刻转头看向冯母 老姐姐你放心 倩华就是我们林家内定的媳妇 我们会给她一个交代 有了这番话 拜金母女心里的那块巨石可算是落了地 这边的林泽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老妖婆带着老老妖婆上门逼婚了 想取代我妈的位置没门 这集我把民政局都搬来了 结果你能想到陈绍青和卓卓都站在科技界的顶端 上集说到卓卓赴约科技大会 以至于看到绿茶的时候 当晚就编写起摧毁系统的程序 转眼科技大会当日云集了各个国家的大路 绿茶一出场就迎来了众多人的目光 不有荣誠还迷着万人仰望的感觉 就在这时众人的视线全部往路口处看去 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接着一道纤细万利的身影坐到了椅子上 看清来人是卓卓后 绿茶脸色瞬间掉了色 与此同时科技网都炸了 发出了尖叫的诛声 爸爸居然这么美 这颜值这身材可以思维出道 这时卓卓笑脸盈盈地向绿茶伸出手 不爱二小姐好久不见 绿茶只觉呼吸艰难 从那么笑容中看到了浓浓的嘲讽 然后卓卓便靠近你 怎么这个时候怂了 你用系统作弊不是很厉害 我当然要帮你来这里了 之后木有龙手腕那里就传来一阵猛烈的疼痛 下一秒系统就从他体内被剥离了出去 就在这时披驳的三大巨龙朝卓卓走 一上来就看卓卓不顺眼 你就是YC 这狗眼的动作卓卓也不落 如假包换 金毛气的脸都绿了 刚即与卓卓宣战同台竞赛 卓卓爽快点点头 而绿茶还在等着系统出现 可见他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不管怎样卓卓失乐坏了 就这样卓卓淡定地走上台 上台50分钟后就完成了3S级的五条任务 悠闲到玩起了手机 瞬间论坛彻底沦陷了 爸爸为国争光了 爸爸今年夺下了华国第一 绿茶这边没了系统的作弊 愣是敲不出一个字母 脑袋更是鼻子还白 很快主持人宣布时间到 接下来便是比赛获奖者前三的颁奖典礼 然后众人传来惊呼全场欢腾 就见荧幕中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鱼 眼尾的那颗红质增添了万千风情 那人正是陈绍青 脸红了脸红了 陈绍青看到卓卓穿小吊带眼睛都直了 上集说到陈绍青作为颁奖嘉宾出场 卓卓就感觉起猛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陈绍青走在三个礼小姐前面 而此时主持人拿着只公布比赛前三名的获奖者 瞬间台下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 第三名是来自西国的查理博士 第二名是来自屁国的巴尼博士 说到这里主持人脱长了声音 接下来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华国的纽 呼噜歪西 听到这个结果金毛的笑容僵在脸上 这时全场欢腾响起热烈的掌声 卓卓从座位上下来鞠躬致谢 此刻他就是万众瞩目的存在 绿茶的脸上全是羡慕极度恨 而陈绍青还是那个陈绍青 走到卓卓的面前亲自帮他佩戴勋章 佩戴好后 陈绍青将他轻轻揽入怀中 叶卓恭喜你 我为你骄傲 而论坛上的人看到这一幕纷纷变身科学家 这两人好像不对劲 肯定已经暗度陈仓好久了 很快颁奖仪式结束 卓卓走到台下和一众科技专家交流新一季的科技者 而陈绍青就挤在不远处看着西服 他感觉卓卓真的很妙眼 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他一度开目光 晚上 卓卓刚洗完澡就收到陈绍青的信息 要不要一起吃夜宵 卓卓挑挑没和尚也吃夜宵 陈绍青立即反驳我还不是和尚 我就住你隔壁 卓卓不相信那你来一下我房间 下一秒卓卓听到了敲门声 刚一开门 陈绍青低眉看着穿小吊带的卓卓 以及微微若隐若现的柔软 整个脸直接红成了猴屁股 好像有一股无名火在体内炸弹 又猛地转过头念青心中 然后卓卓关上门去换件衣服 五哥的反应真有趣 接着卓卓反应过来脑子也瓦特 他对这个和尚的初吻还是拥抱似乎都不讨厌 随后他下楼找陈绍青 五哥咱们去哪里吃 没一会俩人就来到古色古香的古镇街 就在这时一名老人出来接待陈绍青 朗姨这是我朋友业主 两人刚坐下朗姨就送来开胃堂 卓卓直接一口闷 对着主食也是一口口炫 看着卓卓不顾淑女形象往里塞 陈绍青却嘴角微勾想尝尝肉的味道 宋石玉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只是想静静守着他的crusher 此时的卓卓刚走进机场 他就看到了某个闲眼包 他有那眼光一直盯着媳妇 你的手机看起来很特别 好看吧 然后卓卓又从包里摸出一个粉丝的手机壳 这个送给你 陈绍青下得有点芳 然后又有些小开心结果 也算是情侣手机壳 五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云津机场 两人刚走出街机口 卓卓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宋大哥你也来接人 宋石玉点点头将剩余的话吞咽附中 其实是为你来的 没想到你身边有另一个人 这边陈绍青的脸也拉得老长 又是宋石玉 然后卓卓站到陈绍青身边 宋大哥这是我朋友陈先生 宋石玉抬起谋撞上陈绍青的视线 久仰大名陈先生 两人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狠衣和威胁 但陈绍青掏出了情侣款手机壳 别过头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见状宋石玉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为什么叶卓和他用同款手机壳 另一边绿茶的眼底露出阴厉的神色 没办法拿卓卓出气 他便拿叶书出气 管家你去找几个流氓跟踪叶书 顺便拍几张好的照片发给亲朋好友 而这边的叶书刚从餐厅出来 角落里就突然窜出了不三不四的流氓 美女晚上好跟我们喝一杯 叶书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决定暗中报警 却被流氓痞子抢走了手机 家里卓卓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显示没人间 便和舅舅冲了出去 两人刚到巷子夜深就听到了叶书的声音 两人立即往声援处跑去 看到眼前这一幕 卓卓的双眼立即就红了体内的愤怒 直达到了顶点 什么也顾不得了 直接冲过去狠狠给了流氓一拳 叶书紧紧抱住女儿失声痛哭 叶身健壮也气红了眼 把流氓个个都揍得鼻青脸肿 其中一个混混下的拿出了一张照片 卓卓整个脸恐怖了拿出一瓶药 把瓶子里面的药吃了 不然一个都别想活 然后他把照片拿过来 打开了一个加密的国际软件 在上面发布了一条悬赏任务 卓卓发布了一条悬赏令 就可以号令全球顶尖黑客 让牧师集团在三天内宣布破产 很快牧家一夜之间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曝光偷睡漏穴 各大工地都在吃饮血馒头的新闻 仅仅一个上午 各大投资人纷纷撤资 牧师集团所有的资金链 全在这一刻断掉 就在这时牧大兵想到了晨五年 立即赶回家去找牧有龙 女儿宋氏集团出大事了 随后妇女俩到书房 说了牧师集团的现状 闻言牧有龙脸色苍白 当即怀疑到啄啄 牧大兵接着到你赶紧联系黎少 试图让他帮咱们渡过这次难关 可谁又能想到 三天后所有跟黎千东偶遇的地方 都被身后的一辆飞车跟着 哪怕从早找到晚 牧有龙连离千东的影子都没见到 闭直碰闭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最后一个地方 结果不仅人没见到 离千东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可牧有龙也不打算就此放弃 来到把台点了一份蓝色夏威云 三分钟后一个中年的男人 来到牧有龙身边 美女交个朋友 牧有龙嫌恶地抬头 你配吗 殊不知就叫他抬头的瞬间 旁边的男人就顺手 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白色粉末 直到一杯酒下度后 牧有龙觉得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浑身更是昏昏沉沉的浑身燥热 而这一切也全在卓卓的意料之中 他发的悬赏金额五千万 以及一双锐利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 与此同时 一通消息从他的手机传来事情办成 这也是卓卓为了叶书以牙还牙 但如果不这样做 继续任由这个毒蛇放任下去 总有一天会伤害到叶书 所以卓卓决定永远将这条毒蛇坠入地狱 但绿茶再也蹦倒不到秋后 牧有龙清白被毁 只是这以牙还牙的耻辱 还不足以抵消灼灼的心头之痕 晚上牧有龙沉不住气 直接上门找了黎千冬 离进门直接掉眼泪哭的梨花呆 黎大哥有人针对我们家 我们家要破产了 被系统操控的黎千冬身体 在这一瞬间变得僵硬 表示马上就会入股牧师集团 闻言牧有龙嘴角勾起一抹阴影的幅度 转身就回了自己家 而黎千冬转身就去找陈绍青 伸手要两大项目 结果陈绍青直接就把他的职位撤销了 黎千冬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立即打电话给黎父 电话一接通 黎父直接破口大骂到挂断了电话 这绝对不是真的 无奈之下他又去找富二代结情 结果四处碰病 他知道这绝对是陈绍青打过招呼 黎千冬难受的不行 一路冲到陈绍集团 五哥你为什么要撤了我的职位 陈绍青淡然地看着他 黎千冬急得火烧没头了 难道你不知道牧师集团马上破产 一旦入股牧师集团就会度过危机 陈绍青斩钉解体 跟我有什么关系 黎千冬心头一颤 慕友荣是你未婚妻 穆家破产你将来会后悔 陈绍青眉头一晕着怒火拍而起 黎千冬你魔争了死吧 被一个女人骗成这样 说你蠢笨如猪都侮辱了猪 说完他就把黎东猪丢了出去 很快经过卓卓的操作 第二天牧师宣布破产负债20个亿 法院冻结了穆家所有人的账户 并且封锁了穆家的别墅 B家人全部搬到地下室 可计划到这部卓卓依旧没出现 也不想这条毒蛇如此草率 坠入第一 而穆友荣心有不甘狗鸡跳墙 找了系统拿了一颗白色药丸 穆家倒台 陈绍青联手灭渣 此刻的何止腾追到云京 一见面就打开一个赛车视频 给黎千冬看 黎千冬非常激动到 你要找的这个人是穆家大小姐穆友荣 文言何止腾立即抓住他的手 快带我去我要拜他为师 很快离千冬就带着木友文艾了 何止腾非常激动 现在就想赛车一把 可绿茶没了系统的帮忙 他现在连方向盘都打不稳 对不起我家刚破产了 没心情开车 文言何止腾松了口气 只要能拜师 他捐十个亿都不算个事 就在这时陈绍青特助赶门了 何止腾意外的抬眸 周特助拿出平板电脑接着道 是五爷让我来的 他让我把这个视频拿给你看 你真正崇拜的赛车手另有其人 只见视频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 卓卓便开始操控教练车 在S弯道上跳动跳远 何止腾本就是专业的赛车手 有了这个视频 他非常的激动站起来 偶像终于找到你了 与洛州特助转头看向黎千冬 五爷说了 蠢不是你的错 但是出来丢人现眼就是你的错 黎千冬皱了皱眉看向周特助 我知道五哥很欣赏大事 但他不能因为欣赏 就把本属于穆小姐的荣耀抢走 何止腾哈了一声 不是你睁眼说瞎话 绿茶直接哭了出来 黎大哥算了吧 五爷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何止腾不是二百五 很快就看出这姑娘茶里茶气了 黎东珠还心疼的不行 你们这不是咄咄逼远吗 何止腾是个聪明人 事情都发展这个地步 绿茶还不自证清白的话 就是在心虚 然后何止腾 因为身长拍了拍黎千冬的事 兄弟这就是个小白花 我算是知道五哥为什么要说你蠢 说完何止腾就冲到陈氏集团 五哥你介绍偶像给我认识没 陈绍青转动着佛珠我要问问他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陈老太太正在微谷去 黎千冬不请自然 二话不说就要撮合陈绍青和绿茶 老太太不如你做主 恢复五哥和穆小姐的婚约吧 让他们早点结婚 陈老太立马变了脸 你说什么玩意儿 陆友荣连给我孙媳妇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黎千冬被吓了一跳 穆小姐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女人 可以配得上五哥了 陈老太气得双手插腰破口大骂 就那种不要脸的祸死 就算到贴上门我们陈家也不要 黎千冬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陈老太太越听越气越气日越炸毛 我看你是大脑进水小脑眼睛 眼睛还瞎了 我们五丫头对你这么好 你就这么害他 陈绍青终于开窍了 面对自家奶奶的催婚 再也不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业 当陈绍青出现在警局时 穆友荣就呼吸一致 只见陈绍青直接越过他 走到陈老太太的身边 奶奶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这一瞬间穆友荣血液到流脸色残怀 鬼得连肠子都轻了 这一刻他才明白过来陈绍青就是陈武 想到这里穆友荣立即就追了过去不要脸道 伍爷我是你未婚妻啊 你不能不要我 陈老太太都快被绿茶的无耻惊呆了 指责穆友荣就破口大骂 渣你你咋这么不要脸 就你这种货色还想跟我孙子结婚 闻都没有 另一边的陈绍青和卓卓约好十点在盘山公路建立 才八点何子藤就来到了陈家 他有预感今天一定能拜卓卓为师 可看到健身房的陈绍青他都傻意 看了看陈绍青的完美人鱼线八块腹肌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堆肥肉 突然就有点自卑 直到十点两人开着战车来到盘山公路路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法拉利在两人面前停下 只见卓卓身穿黑色偶板上衣流苏短裙冷酷地走到何子藤面前 摘下了墨镜和先生面 何子藤激动地与无伦次握住卓卓的手 偶像偶像你好漂亮 陈绍青转眸看向卓卓我们开始 下一秒本停下路口的三辆跑车突然飞了出去 仅三秒之差陈绍青和卓卓就冲在了最前面 三分钟后和纸藤就被甩在后面的正面 五分钟过去两人之间仅差十五秒停在中边 随后卓卓拉开车门下车拍了拍陈绍青 车技厉害了 差点就跟我打成平手了 结果手上却传来奇怪的触动 好几秒卓卓才傻乎乎反应过来说回了手 真是罪过 他一直得意忘形冒犯到这和尚 心惊女丧心病狂毒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结果却被灼灼发现了真心 此刻沐友荣哭得不能自己紧紧抱住黎千冬 怎么办黎大哥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安抚好沐友荣 黎千冬便立即出发去陈家 结果刚到门口却被安保门下 黎先生陈老太太之前交代了 不让你踏进这里办吧 黎千冬安耐住沐起 亲自打电话去求陈家照顾绿茶 周湘接到电话语调淡淡 直到现在想到被沐家欺辱的事 他依旧愤得牙根痒痒 死了就死了吧 陈老太太刚从楼上下来就气出了红婚 龟孙万一你又想干什么 他们沐家死个人也算最有晕等 你以为我是圣人吗 当初沐家人是怎么对我的 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蠢货助纣为念你也会有报应 一句话说完陈老太太就气得摔了电话 与此同时一辆麦巴赫缓缓朝这边驶 陈绍青降下车窗 黎千冬立即跑过去拦车 五哥你不能丢下你未婚妻部 友荣现在非常需要你 盒子藤在一旁都觉得无药可救 真想一巴掌打醒黎千冬 另一边卓卓在得知养母煤气中毒身亡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 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去送最后一程 于是卓卓走到宾馆前深深居了一躬 然后献上白玫瑰 只见卓卓微微皱眉 顿时发现养母脖子上的灰色有点不正常 从这个面色呈现的青紫色发飞来看 只有服用过量安眠药才有的正常 卓卓刚想伸手查看遗体 就被火气移上来的黎千冬推开 你这个可恶的女 黎伯母的遗体员 卓卓看到黎千冬发了疯的样子 直接一拳过去 黎千冬被催眠的效果瞬间消散了一半 离开殡仪馆之后 黎千冬便打电话给陈绍青 约她在一家酒店见面 而这边的慕友荣因为怀了孕母兔布置 特地化了的泪妆 准备好一切之后又拿出了一瓶透明药水 卓卓社局揭开心惊女真面目 黎千冬醒悟 此刻慕友荣将药水装在口袋里 结果却看到来找她的人是陈绍青的特主 男人就这么看着慕友荣 午夜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无耻的女人就应该有点廉耻之心 给自己留点尊严 这一瞬间慕友荣的脸色小脸上了 她精心准备了一番反而 等来了陈绍青的羞辱 可是她不甘心她的肚子不能等下去 就在这时慕友荣想起了黎千冬 接着准备满满一桌 磕到最后黎千冬的意思也开始变得约约 直到第二天 闭向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 蠢祸就是蠢祸 另一边卓卓正在和陈绍青在歧视对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脸色一遍 然后缓缓开口离千冬要去慕友荣 卓卓倾笑一声 看来你的兄弟要迫不及待当街盘响 连自己都要赔上了 陈绍青表示人蠢没办法 卓卓接着到我主的沈龙的事有稀情 或许跟慕友荣有 面前的陈绍青捏起一颗旗子里有什么办法 卓卓非常肯定当然有 叫上你那个蠢兄弟 晚上七点在慕友荣家隔壁街 到时候脸废请你们看一场好戏 直到七点半 陈绍青把刘千冬绑到了隔壁 陈绍青便打开挂在墙上的监视器 请你看戏 只见画面中沈龙生前住过的卧室门突然自己开了 电视机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道白色的声音重敷射炉子的流声从来 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忍心杀了我 慕友荣下的汤卵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祸哭 你是煤气中毒死的跟我没关系 沈蓉变得面目争鸣逼近 真的吗乖你 慕友荣下的直磕子 骂我错了 是我提前在你杯里下了安眠 要制造煤气中毒死亡假象 可是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样为了这个劲 那你又把算盘打到了黎千冬省上 好让黎千冬那个蠢祸成为你肚子的监盘下 心机女并没有反驳沈蓉说的 那个蠢祸就是一块电脚石而已 也就在这时 灼灼将脸上的假面皮撕了下 慕友荣真是没想到 你连四母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陈绍青急了 知道有人要撬媳妇的墙子 立马强势追漆 上集说到卓卓揭开心经你的真面目 慕友荣拿起水果刀红着眼睛往卓卓冲过来 陈绍青从门外冲了进来 一脚踢开慕友荣手上的水果刀 然后挡在卓卓面前 你没事吧 没事你那好兄弟 陈绍青看向门口 只见黎千冬站在门口 整个人如同掉了魂营 他一直以为慕友荣是个天真善良的女孩 可自己却被他像傻子一样玩弄 现在还要爬到他的身边来说这些恶心的话 一直以来他就是个天大的蠢子 就在这世门外响起报警声 慕友荣正式逮捕归案 被判无期徒刑 傍晚宋世玉听说杨母去世的消息便来看望卓卓 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恰巧被何子藤发现 然后他立即冲到陈绍青的办公室 五哥你暗恋的对象要被撬 陈绍青微微皱眉 何子藤很严肃的 卓卓发去了威胁 有一家特别不错的糖水库子要一起去试试 卓卓也是被糖水骗就走好 顺利约到卓卓 陈绍青的嘴角一直没停 第二天九点一辆低调的卡练停在卓卓家楼下 这边家里的卓卓刚穿好鞋 就被舅舅推着往外走 快去把玩的开心 边上的叶叔一乱 你之前不是不喜欢陈绍青吗 叶生姨母笑一脸 姐你不觉得卓卓跟绍青很配吗 叶叔皱了皱眉 可绍青好像是31岁的 而且卓卓才18岁 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嫁人 叶生变脸超快 绍青是个厉害的男人 跟咱们卓卓强连手 到时候当家做主的人也是卓卓 车里卓卓觉得这个和尚今天怪兮兮的 我们要开这个车去糖水店 陈绍青呕了一声 然后去购物看电影 卓卓吓得有点疤 陈绍青意味深长的眼神看向他 卓卓顿时红问 怎么感觉那么像约会呢 了结了 宋石渝终于了结了新精灵 只因慕友荣凭借运检出狱 还要来伤害卓卓 看到慕友荣那想报复卓卓的嘴脸 宋石渝以最快的速度查到慕友荣的踪迹 甚至眼神升冷下令到给他安排好风人院 所以在慕友荣还没开始下手的时候 最终被宋石渝的人强制拉进车里打晕 甚至等着慕友荣醒来之后 给他准备了一针好东西 赶紧对着慕友荣轻虚一声 戴上了手套 快速抓住新精灵的胳膊 把药剂注射入他的体内 慕友荣瞬间发怒地抓狂 你要对我做什么 怎料宋石渝却是一副眉眼依旧的表情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归宿 不要吵乖乖呆着 大量的药剂推入体内 慕友荣很快就晕在床上 突然他梦到了上一室 在某位富家公子举办的宴会上 就是在这一天他遇到了宋石渝 整个宴会上最风度翩翩的男人 再到父亲交际破喊的声音 再这样下去公司会破烈 那时候宋石渝给予了牧家各种的帮助 危机也已经处理好全部 那样体贴温柔的宋石渝 比离千冬有活之而无不及 那个时候他爱上了这个男人 后来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一切都在新婚宴那天变了 看到宋石渝厌恶的样子 你的胳膊为什么没有睡 看着宋石渝离开心房 他没有想那么多 之后对他就是各种的冷暴力和精神折 可那个曾经那么爱他的宋石渝 一夜之间变成了恶母 他前世一直困惑的原因 现在决定要去弄清楚这一切 然后他走到宋石渝的书房 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温柔 宋石渝的脸上却那么温柔 一句一句说道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慕有龙生不如死 其实他也想知道到底是得罪了谁 让宋石渝这么折磨他 直到看到桌上那张 普普通通却无比熟悉的照片 慕有龙童童猛的正说 傻子都知道是他前世作茧自负 不管他重生多少次宋石渝 都要给卓卓报仇 让他为卓卓赎罪 卓卓新生报道第一天 就惊艳了所有人 没想到刚去到女生宿舍 竟然发现了一个绿者 你好我是林家的冯千千 卓卓将自己设置的精美试金 当作见面的递人 结果绿茶也回进了里面 正是佐卓公司的产品空调衣 卓卓默默收下继续收拾桌面 绿茶见状一脸嫌弃 苦仇佐卓是一个虫三村姑 直到一段时间过后 卓卓依旧对她视若无敌 就在这时下线的系统 居然找到了冯千千 甚至以完美人生的能力 诱惑冯千千成为她的新秀 绿茶很快因为贪婪 成为下一个的吞治者 兴奋激动提出要求我要变漂亮 还主动接下了第一个任务 成为能影响陈绍青的女人 虽然系统有垃圾的超能力 但不能影响陈绍青是控制未来的人 而另一边 林泽终于在房间里 找到了爸爸房间的样式 毕竟她以前想进爸爸的房间 奶奶每次都拒绝她 很快林泽就找到 房间里重要的保险柜 结果破验时却得知 这款保险柜设置了几百道程序 强行破印和声控识别会立即触发起 同时兄弟想到办法 黑客界瓦斯森一定不破 另一边冯家因为系统要求 林景墙有一本日记 只要把日记里面的内容 换成林景城对对冯倩华的信息 就能接近林家 冯倩倩很满意系统的借口 在于林家的内线接口后 也是很快就让了老巫婆上钩 与此同时宋石玉听到 卓卓最近和陈绍青经常在一起 点瞬间就黑成了一体 也许他接受不了这个劫 但他发过是会亲近一声去守护他的女 纵使玉闷配不上卓卓 毕竟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 而他却存得如同一块玉石 当下能给他最好的东西就是默默手 没想到他现在心脏就如同被人按在地上敲打 他一时极度上落 那个陈绍青和德河能能得到他的笑容 卓卓和哥哥见面了 甚至卓卓破开的保险柜密码 竟然是耶稣的生命 只因冯倩倩把日记内容换成了冯倩华的名字 而林锦诚已经半个多月没回林家 一次剧烈的头痛又让他想起日记 当他翻开日记本时 原来叶书的名字已经换成了冯倩华 可他却发现自己心里对冯倩华没有任何动作 那双苍白的手一直在颤抖 但是深爱的女人他不仅没有想起 反而头痛晕了过去 疗养院内 林锦诚刚清醒过来 就被老巫婆指着鼻子逼良为常 甚至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 从这里开始林锦诚就觉得不对劲 母亲缠了他一整夜都不放 林锦诚努力回想企业书 刚要想着头又剧烈的痛情 始终想不起他深爱的人是谁 而林则刚回到家就脸色一眼 管家表示家主要跟从小姐订婚了 林则不淡定 什么我爸要取业得等我妈回来 偏偏这时老巫婆又冒出了 你给我待在家里 结婚大事我还能抢婚你吧不准 林则原本克制的情绪瞬间炸了出 打起笔记本头也不回地跑出连接 只要他破开保险柜 那个疯女人就别想进林家门 殊不知他来见的飞客大神却是卓卓 而就在林则叹息的时间 卓卓已经用电脑扩解出保险柜秘密 林则顿时就无比激动 谢谢你爱有时间请你吃大餐 直到看着林则走远 卓卓的脸色突然忧郁了起 另一边林则回到家忍不住打开保险柜 果然找到一封信 他终于看到了妈妈的名字 林则几乎感到心脏在隐隐作痛 信里说爸爸要带妈妈远走高飞却没有旅行 看到这林则一路冲到了疗养院 却没有找到爸爸 打过去的电话也被风女人挂断 很快卓卓也回了租房找到叶书 冷静又疑惑地看着叶书 妈我想问问爸爸的事情 你能告诉我妈 林则终于找到妈妈了 卓卓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只因卓卓想打听便宜电视事 却没想到妈妈告诉他爸爸的身世和地址 全是假的 最后去找林锦诚 结果连影子都见不到还等来了他的未婚妻 而这边的冯千华以瞒天过海修改了笔记本的名字 正在办定婚宴 想着自己能踏入林家大门彻底绷不住 女儿你懂了吧 只有进了豪门抓住了全室 你才能和陈武爷站在最底端 另一边林则用电脑查出林锦诚的地址 叫几个狗腿子过去碰瓷 噼里啪啦敲地又查到了叶书的资料 不料他看到信息 整个人猛猛一震 叶身居然就是他的救助 与之迷惑的还有叶卓居然是妈妈的女 这边狗腿子在文化路段截停了订婚车 林则立马骑上摩托急驰而去 焦急的脸上满是希望 因为只要把妈妈的照片拿给爸爸 他就一定会恢复记忆 这一刻林锦诚疲惫的脸上全部都明乱 透着深情的目光看着叶书留的心 这是我的阿叔我记起来了 看着恢复记忆的爸爸 林则赶紧把他拉到摩托车上 开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叶深居住的小区 恰巧遇到了出来丢垃圾的叶深 刚下车林锦诚嘴巴颤抖地叫着叶深 瞬间叶森气得火冒三丈 狠狠一拳打过去 欺骗我姐的渣男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林则疯狂拉开两眼 叶叔叔请听我爸解释 直到林锦诚亲眼看到叶叔的内容 叶叔皆是不敢自信 可他仍旧一眼就认出了林锦诚 瞬间眼泪掘蹄而出 林锦诚你到底想干什么 消失十九年还要带着你和别的女人生的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林锦诚沙哑着嗓子 阿叔这是我们的儿子林则和我们的女儿是龙凤台 林则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到叶叔的身边 紧紧拥住母亲失声痛苦 妈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好半场叶叔才反应过来 医生不是说有一个孩子是死胎吗 林锦诚深吸一口气 那个孩子不是死胎 他是被我妈抱走 如今他长大成人一直期盼和你穷居 许是母子连心这一颗叶叔几乎哭得失声拥住林则 没想到他的孩子尚在人世 卓卓刚走出来就看到三人抱在一起哭成泪人